获玄河,滔滔不绝 觉得这个青年是极能干而又才气的 以后看待他自然就离别的御膳房厨子要顾 同些,但也没有把他提升起来担当更重要的工作 日子长久了,依隐自觉在汤王 那里没被重用,很受委屈,这才跑去投奔夏洁 夏洁那里也只不过是做一个小 小的御膳官,可是那个昏王的种种无形乱味 见了确实叫人头疼 人民都怨深改 道,东方的英国阵一天比一天心旺强盛起来 大的心都向上往着贤民昭著的汤 王,依你把天下大事和个人出路两方面结合起来 再仔细考虑了一番之后,才毅然离 开夏洁,人就回到汤王那里去了 也有人说以仪式各仪式,汤武王派人以仪去迎接他 请了五次,才答应出来 跟汤奖有关太宿上皇以及三皇武帝和夏宇的事 于是汤武王任命他为改相,管 离朝政 一隐,少有贤德,资质过人,博通古今,贯通天人,年二十,即被聘为夏洁 得除官,掌天下之口粮,三年中,目睹夏洁的荒淫道,民间饥寒交货,极苦莲 莲,虽再三敬见,亦不被采用,不得已,此官回乡,本居绝世 自私,自私既然无法 行道于天下,只得独善其身,此该是日后恐早不行,则成浮浮于海的先驱 了 于是,闭门窃客,请言天人学术,三界哲理,以待十日 当成汤正立经图志,需要前人相助之际,闻之以影的神人受功,博通群经 道德盖世,宪政已居于有生草谎之地,耕田自渝 于是,以礼贤夏世至高的礼节 配以重金之仪,前来领聘共襄博士,天下世 初,以影始至影居山林,不为重金龙以所动,断然谢绝了 然而,成汤再三已成,以礼靖雕,不死心的前去恳求 终,终因好有众,灰的一句话良情则目而期,贤臣则主 而是动了为天下人服务的决心,再加上,下朝百姓的明歌中 已流传了一句何不去博,何不去博,博的友人军 在国都中散布者,祝佛及汤之都城,因此决定辅佐成汤之祭天命即完成 天命之术 方毅然接受礼聘,策划日后一切舒适化明之大殿,开了中国人者屋 第一,报这帝王的革命先例 如此顺天应人的大事,终于入汤建立商朝,一来可 解下明道选水火之苦,二来一位商代六百四十年的王姬殿立不朽工业 汤死后,太子太丁为立而促,于是就立太丁的弟弟外丙,是位帝外丙 帝外丙即位二年就死了,外丙的弟弟中人记立,这就是帝中人 帝中人即位四年死,依隐就立太丁之子太甲为帝,太甲是汤武王的底长孙,也就是历史上帝太甲 太甲帝元年,依隐作依训一篇,又作陈述政教所当为的四命,又作坛汤之法度的 除后,依训是指依隐训会太甲如何学养自己,并传授其教化百姓的种种原理源 则,四命乃为政的典章制度及施政的种种禁忌经语 从后则系汤王所留下的种种加盐义行法度典范 太甲为第三年,昏暗不明,抱怨百姓,不遵循汤的法度,而且乱得拜行 一,隐于是把他放逐到同宫去,他自行代理国阵,接各方诸侯 太甲帝在同宫住了,三年,改悔过去的错误,深深责备自己,努力向善 一,隐于是就把他迎接回来,把政权归还给他 太甲帝修得利行,诸侯都归服殷朝,百姓因此也都安宁,一隐 为了加免他,就做太甲婿三天来包养太甲帝,称他为太宗 太宗死后,他的儿子沃丁纪律,在沃丁的时候,一隐死了,就把他葬在国 帝沃丁葬以天子之礼,孟子称为圣之认者就丹于是顺从一隐的行事做沃丁一篇来,称颂一隐 一隐是商王朝的开创者陈汤的最主要的助手,他不仅以施宝的职责辅佐 几位商王,而且曾把陈汤之孙大甲放逐于同宫进行教育 因此,依颖不仅是商王朝的一位著名的政治家,而且也是我国上古时代一位著名的严师 一经研究十一,陈永宏 第十二节,河图九六的由来及其真理 一,河图几偶数的含义 偶数,阴气,地数,未下降 如天风构化,以贵下剑,离心 下气,感化众生,付出爱心 基数,阳气,天数,未上升 如一颗种子种下去会慢慢成长 二,从踏火车的哲理论 一辆火车的缘由 大壮挂九四,珍疾毁王,翻掘布雷,壮鱼大鱼之父 火车为谁而开 须挂挂词曰,有福,光亨珍疾,力设大川 火车为谁而停 随挂团曰,而天下随时,随时之意大已哉 随挂相曰,则中有雷,随,君子已向会入宴席 火车为谁而起 火车为谁而起 欲挂挂词,力见侯,行诗 欲挂团词,圣人已顺动,则行罚轻,而民服,欲之时意大已哉 火车必须勇往直前 昆挂挂词曰,君子有幽望,先以后得 火车必须到达中点站 寄寄挂,六窑单位 火车必须到达中点站,然后必须再回头 井挂团曰,养而不穷 挂曰,往来静静 火车在满旅客必须健全 旅挂相曰,君子以名胜用行,而不流域 火车至每一个段落都要出色 好比一经每一段落都有其道理 火车之漫长 好比干挂来到位计划 三,参天两地之论说 参天都是阳术为天术 家家何谓 两地都是阴术为帝术 家何谓 四,以干体坤体化术而论 淺,三化,坤,六化,外圆内方 天包的,顾家何谓 得不能包天 顾坤为 五,以老阳老阴而论 宋诸夕之论说 魏阳至极魏 教老阳,顾阳取 魏阴至极魏 教老阴,顾阴取 六,以三圣三,二圣三而论 宋少康节 少康节,亦有真数三而议 参天者三三而九 两地者备三而六 七,前相,坤相之论说 干挂有用九,坤挂有用六 乾坤交而眼六十四卦 九六,阴阳,何而生万物 太极合同一报位 神成 加等于等于归零等于十戒 十戒 十世 十指 十殿 十法戒 星号等于合图之天数望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等于 等于合图之总树封卦大眼以日中遗照天下也 和图之中树等于阳极于阴极于等于树尖卦 星号等于等于佳等于天主教之念珠卦等于归位等于归一三法 加等于等于大脑小脑和佛教之佛珠 八,合图与九六元人及三草普度的关系 普度的广义 七月十五普度的含义,佛卦的含义 从地藏王菩萨发七十二愿与普度的关系,闲卦的含义 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与普度的关系,附卦的含义 南海观世音菩萨发十二愿与普度的关系,绝卦的含义 从师尊师母发愿度九六元人与普度的关系 十,结论 吐露他生肝肥自己便是不仁 离他眷属言我清衡便是不义 将他肉体献祭神人便是不理 称言路命应时星山便是不智 舍耳装眉引入陷阱便是不幸 以自成中 济公国佛曰 修道人于末法时期要发大怨心 让自己的心提升到与时帮诸佛菩萨的 心一同否则只徒此生此世之乐托 何以契入真理法海 第十三节,洛书及其真理 一,神规复书及洛书盖说 何图为先天,为替,不亦也 洛书为后天,为右,便亦也 洛书歌诀,带九语一,左三右七,二四位奸,六八位族,五在中央 洛书与九宫 二,洛书名称的确立 细词传约,何出图,若出书,圣人则知 第二章第二节 汉朝孔安国曰,若书者,与至水时,神规复闻于备,有数至酒,与岁婴儿 地之,已成酒类 三,神觍复书之真理 以挂挂词曰,真吉,观仪,自求口实 相曰,山下有雷,疑 居以圣言语,解释 团曰,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名,以知时大与灾 初九,舍耳灵归,观我多仪,凶 得道的归,报以西言,主敬,去丝,守渔,守渔,守土,弃制 实施舒展脖子 给我们的喜事及应用 木有氧氏培养,水有氧氏续养,人有氧氏滋养 钢代以氧无知智,宽裕以氧无知量,严冷以氧无知操,果断以氧无知智 民众以氧无知智,神明以氧无知清,克己以氧无知品,内涵以氧无知德 圣人有氧而氏养性,贤人有氧而氏养心,君子有氧而氏养性,凡夫有氧而氏养生 四,神规复苏与红犯九仇的相互关系 五,论红犯九仇与大眼术底的相互关系 五行五,五世五,八正八,五纪五,黄集一,三德三,基于七数真五,福集 十一,合共五十 六,论红犯九仇与大眼法及天道关系 论语子曰,参呼,无道义以贯之 曾子曰,唯,此初 门人问曰,何谓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终述而予以 离人,离人第四 论语子曰,四也,女予予未多学而实之者也 对曰,然,非女 曰,非夜,予予以贯之 七,为灵工第十五 七,与数理的关系 五十未品,四九未用,细词传曰,大眼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第六,六章第二节,四十有九的义者何则为五十 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能物之者,非圣则贤 七七不易方症,七七便易方症 七日埋伏,七是循环术 光谱有七个色带,因有七个阴阶 化学有七个重负,水放七日有小微生物 电子轨道有七层,回教风起七日见阿拉真神 一个礼拜有七日,上帝造天地七日 人出生七七四十九日魂魄始圈 念经要七人,七便易往父 归空七七四十九日魂魄全灵 道家练七星见,北斗有七星 佛拜师七位,七日开悟 牛郎会之女在七夕,彩虹有七道 亦有七正,夫妻有七年之痒 七先生,孙悟空八卦如恋七七四十九日 便活眼晶晶 佛出生踏七朵莲花,讲经四十九年,行起七家 人体的细胞七年幻一字,开门七见识 八,结论 寄功佛佛曰 百川会海,中归一元 只要真修真犯,仍亏天中不负 再为来鱼龙百变得到 局中,还是坚守自己的使命与责任 一条解脱的路 王志明 一,前言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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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陈蒙天恩施得加倍 识破天经一集点醒了 突破成愿请勿迷经之法明白了 就这一条解脱生死至故的路 乘如蜜蜂能飞起来 人当效法之 师尊于,修道修心 修乃在于一颗心的解脱 修道主要,是为解脱 凡成神,凡成及凡禅 本事很难解 心中那条绳子,需用无形智慧剑来斩 断成神,脱离因果律之束缚自由自在 不能脱离因果律之束缚乃,错用心,用错神 二,识透我本来清净 不得清净因素,意尽上不得征功夫 指图于表香上 痴心难超三界 妄想必坠深渊 六足于菩提自信本来清净 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不能觉悟因迷惑,迷惑不能了解 而生死轮回中不得解脱 神有缘神,食神之分 食神居心,古之一家为思想在心 食神动能牵引缘神 圣人常清净,以原神应悟 原神居道,今知学者为思想在脑 原神动横便为食神 凡人多思多虑,以食神诸事 食神深情,妄念凡多 为情而并为生死轮回之种子 学道之人不识真,只为从来认识神 无始结终生死本,吃人换作本来人 原神生智,真诚不二,乃成千诚佛的的根苗 要改变自己塑造自己,需要从生,心得道条理和谐 三,乐托成圆,马祖道一语 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名污染 但有生死,造作趋向,皆是污染 王爵一族语,有心循明明不明 初得此龙入彼龙,自知自觉无成垢 不过,那只还在泥水坑 应该要万元放下 四,解父的自在 解脱,离戏自在,绝对解脱 二,障永离,烦恼障,所知障 拎,三,渞恨拳,剑思,尘沙无名 障,障碍,复必之意,障害念盘,毕提,遮害初民,之烦恼 障有二 烦恼障根本烦恼的障碍 以我职位根本 作用特征障碍至涅槃之一切烦恼 所知障执着于所证之法 而障必其真如根本至 以法职位根本 作用特征障碍至菩提之一切烦恼 或迷而不解 只身心脑乱之状态 妨碍一切觉悟的心之作用 或有三 见思或 见或一根对法成所请之诸斜见 迷于三世道理之烦恼 思或五根对五成而起之想着 迷于现在是理之烦恼 沉沙或死或无数无量之多 远超过恒河沙术 迷于戒内外恒沙尘之习气 无名或于一切法魔所明了 迷于中到第一异地之烦恼 应从六根尘上来解脱 喜乐的心感心之药 忧伤的临时骨哭肝 解脱是跳脱一切的牢笼 可以轻松自在无挂碍 我们皆知五欲皆空六成悲 那如何求解脱呢 道信四祖问求解脱 道信年十四里祖曰 愿和尚慈悲 其以解脱法门 祖曰谁妇孺 曰无人妇 祖曰何更求解脱乎 信言下大悟 为习乎疑问上流如何解脱的心胸 成君解父从谁起直说 无身是石头 五祖济云 有情来下种 因地果还生 无情亦无种 无性亦无生 师尊慈叙 人生看得开则得失可淡 我见放得下则真指可除 生死时的透则无实可求 责任担得起则圣业可办 五解父之法 做中学上求佛道 为学日益 付卦 付见天的知心 等于 一阵阳法门 使之人心 达至天心 学中做下化众生 未到日损 包挂 一层层的包掉 咱们的习气毛病 一些老菩萨前辈 历尽人生走过来 都会有一种想法 趁此时还有点力量 能做多少就算多少 为什么 身心无挂碍 是紧握幸福的有缘人 透过天命名师的意志 揭发了生命的奥秘之价值 真正的自在解脱 求道者从此安顿身心 不再为明相所付 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烦恼 成劳如此修行定成佛道 翻开每一位道 亲生命之夜 见证 看到上天慈悲的展现 看到求道以后的人生蜕变 会命提升 看到三宝的力量 不可思议 看到老的光黄 常伴左右 能顿物生命无常 时是智慧的开端 了解世间一切为我所用 非我所有 本不需执着 一念之间 学会放下 而非拥有 当你想要拥有一切 即是失措的开始 人因为想有而苦 若母有苦从何来 家有黄金用斗量 有钱难买步无常 任何盖下千千舍 一身难过二张床 你会说就是因为一无所有 才要鼓励去追求梦想 让自己美梦成真 人因为想求而苦 若母求苦从何来 人要奋斗 才不会让别人看不起 人要发挥其能力 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人因为想要而苦 若母要苦从何来 六 放下何等自在 譬如 学会放下心中 挂爱 就能世事无碍 学会放下心中 执着就能通全答辩 学会放下心中 贪念就能知足常乐 学会放下心中 傲慢就能虚心求教 学会放下心中 恐惧就能心安理的 学会放下心中 学会放下心中 极度就能欣赏别人 学会放下心中 憎恨就能宽恕别人 学会放下心中 烦恼就能一切自在 能学会放下而得到更多智慧 这才是不简单的 七 结论 一条解脱的路 行尽世间天下路 唯有修道不路人 六 祖余 菩提本无数名敬意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浪有高有低 水一样是谁 人有苦有乐 心一样是心 领导者的行持 编辑部 一 前言 修办道路上 每一位修道 学道的同修 皆有一个使命 能够不断发挥自信的光 灰 每走过的路 皆能够尊尊善用 使同修们 互相勉励把道办好 雇一位领导者在 任何时候都在表现 同时能够在职务上有效的分配 也能够推荐贤良来担任工作 充分表现团队 充分表现团队精神 时间经验是不断的累积 不断的自我提升 领导者的表现 要怎样在日常生活中流露 修办道中 因过去的一些可能不好的因缘或环境造成在半道中有所偏差 一 此必须加强理念 导正目标不失方寸 如何做到 无前人曾说 言行举止都在 领导 是生命的表现在日常生活里 大家的集思广益 今日涵盖以下几点领导者应有的认识及行持得物 二 领导的目的与特质 领导之目的 研究领导学 非揪道 悟道 产道 亦非学习修行法 而是遵循于确定之目 标识后学进道 以至于成道讲求如何诱导及提携后学 使其深发信心 破除迷 这样 尊师重道与忠诚合作 而今进步已也 领导之特质 领导之性质 是在获得后学之信任与遵从 故应以公正 热忱 谦和 等品 得 对待后学 使其有得其所灾之感 并获得精神上之满足 此所谓以得 福人 后学自乐而从之 今进步已 领导有二计 不可凭借权力 大道无权 何来权力 静修 静修中 礼 其其之以得 有此且格 是也 不可以专凭恩惠 修道虽以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但绝非专专 但绝非专凭识 识小恩惠 以及取人心者 恩惠非不可施 而印出自慈悲 以方便 事实行之 不然将使后学 养成依赖心理 以为的会议是修道 应有之好处 而为力是图 一旦求会不得 将 退到不尽 事实之也 领导之性质如此 故领导之能力 绝非天父遗传 而是可由研究 锻炼 应用 与经验中养成之 凡性道不宜 智力相当 精神健全 经验丰富 有向上心者 居可免学而得之一 三 领导者应拒之素养 与责任 领导者之素养 孟子在 孟子静心篇中说 人之有得会树枝者 横存乌称极 孟子说人之所以 有得会树枝 往往是在 于艰难困苦中 培养出来的 身为修道 是必须具备有得行 会觉 聪明 而且以智力施行种种方便法门 因才施教来 启发后学 时下领导到物推展的人 必须要有启发修道的智力 也就是必须具备 得会树枝的修位 否则 道物必定会散漫 流产而破裂 以下略举述点 谦虚对上负应虚心 对下欲该迁和 盖迁能受益 虚可容物也 自我的 序上尽 后学意乐从我 胸襟 忧优人之忧 乐人之乐 可培养清明 慈悲 博爱 可拉短距离 亦可 得人心 公平上天无亲 为得是否 后学无论富贵 贫贱 应一世同仁 平等待遇 如强日可有别 应是因才施教 因能提拔 连结浅财出入 来清去白 公物购置 事一则一 居子只可以财发生 其能以身发财 如有不连结 小则自败 大则耽误大众 口才虽于居子 以德化人 行不言之教 但适当之文学 道学配以良好之 口才 为后学解疑破获 补其善否 但应技巧言吝啬 机智位领导者 不但要有相当智力 以胜任己责 且应灵机应变之志 欲试求其上下以满 喜茶事事后之反省 上方交办或负责到物应办之事 完成否 最后学之 其八教导得法否 善则一之 不善则隔之 领导者之责任 天不言的不语 道之要处只有由人产之 是所谓人之天之也 但绝非一两人 或个别之事 勿求道体之一贯 才能促使道物之鸿展也 为达此非分层负责不能 为公而基层之领导者 谈主 人才 小组长 领任等办事人员 虽有双重责任焉 对上 上包经理对附属道物 附有经营处理之责 然而数大必分之道物 壮大必须分择 故分设单位小组 提拔小组长 领任以执行小组单位之道物 故对上应付完成 所负于任务之责任 则成上演 对下 心道 心出 进道 对道 既不知高下 于点传师 一末之深浅 唯一用 姑娘修道之价值者 于旧道 领导亲办事人员等之接触而 顾基层领导者不但要条件 够表现好 且要能克尽职责 实时为后学解疑 破破 循循善诱 亲而心知 使其发心学 修 行以求其能自立自达 则起下也 四 领导要则九条 领导者的自知自觉物之本末 不灵清重 老字曰 众未清根 敬畏造军 是以圣人终日行 不灵自重 虽有荣观 厌 处超然 奈何万臣之主 而与生清天下 清则诗根 造则诗君 重等于道心理 根 清等于色身相 知也 诗根者是在相上 受了物障 敬等于灵性理 君 造等于气至气成 失君者是在气上 者了气障 自重等于运道心刻 己复礼 允知觉中至中至和 道等于圣人终日行 不灵自重 如等于道也者 不可虚于理也 佛等于行动坐卧 念念不灵这个 明辨色身与灵性的大小 孟子曰 体有小大 有贵贱 无以小害大 无以贱害贵 养其小者为小人 养其大者为大人 克服人心与道心的微微 人心微微 明欲 称赞 嫉妒 权柄 地盘 地位 功果 贪益 恶劳 忘 想 执着 道心微微微 度众 成全 家访 清明 开荒 祝道 尊师 众道 参班 讲 道 以恶扬善 忍耐包容 为经 为一 与直觉中 经等于经察 以克之 克之物 静 克人心之为 亦等于专一以赴之 赴之物中 赴道心之为 空中等于黄中道理 玄关俏 止于智善 时中等于君子 时中 智中 智和 法中等于君人 晨中 父子自孝 与国人交止于性 变化气质 为中和 修行人的锻炼 就是变化气质 气是暴力之气 力竭的总账 直是粗俗之直 今生的染污 如能气变中 直变和 就是中和之道 中者天下之大本 和者 天下之达道也 这是坚持信心的出发点 解脱苦恼的总关键 变化气质 要靠自己 必须能自反 并不是听别人的说讲 所能为力的 我们想度视化人 必先要化字 即 然后化人才有功效 先要化除修位上的悲观 悲观者以人心表现 其心 态势 消极刻薄 侥幸浪漫 怨恨 残忍 猜疑 嫉妒等 不良的习气 我们要养成乐观的 天性做事 乐观者以到心表现 其心态势 积极敦厚 奋发赌时感谢人 爱信赖 效法 等进取的悼念 与信心 我们要发挥 道德真 理 必须建立 基本的新的观念 要改革力气 恶习 增进上下 不容 其重要的关键 就在 铲除自身的污染 使自身干净 道物就干净 尽心去做 道物 就好 不尽心去做 道物就退落 修道就是修心 心好对事情 就能成成实实的 坦坦白白的 说实话 伴实事 散发自己善美的德性 广布于四方各处 那真事相 知蓝身于幽灵中一样 不应无人而不方 圣人情道化百姓 虽然下名不知其德 也成就圣人了 结论 资众民居 克己赴礼 领导者的立身立心 贵身天下 宠乳不惊 老子曰 宠乳若惊 贵大患若惊 何为宠乳惊 宠为上 乳为下 得之若惊 失之若惊 是为宠乳若惊 何 为贵大患若惊 无所以有大患者 为无有生 即无无生 无有何患 顾贵以身为 天下者 可以祭天下 爱以身为天下者 可以托天下 宠乳若惊 仍赞一生 美不自圣 因为生恐人 不知我的地位 仍骂一句 弃 得要死 因为我的地位 有面子问题 像这样称 宠乳若惊 的人 因为自己无主 见于立场 所以不得不 把外人的批评 看重了 换言之 若人对道的修养不够 内 心虚 所以主事上 也不得不随环境 而转移了 贵大患若惊 有等人为求 此生之享受 而纵情自欲 有等人为求 此生之苟安儿 推翻免耻 还有等人 把自生之生死 看得太重 因求生之心理 超过一切 那么人格 与品德临到考验时 也就没勇气 做正确的抉择了 主观思想 以爱生以爱天下 贵生以贵天下 以同体悲 无缘辞来爱护众生 不分彼此 一视同仁 客观条件环境之顺秘 不经其心 道情虽有变化 不便初衷 结论 贵生天下 重补不经 出家跑天下 舍身醋大同 领导者的理想 与修位 为妙玄通 七若善位 老子曰 古之善位 逝者 为妙玄通 生不可食 夫为不可食 故强位之荣 欲若东舍穿 游若魏四邻 典若克 患若兵将是 敦兮其若腹 旷兮其若腹 混兮其若浊 为等于细为 道的实践力量 能达到极细为的地方 虽小事亦不疏漏 妙等于善美 无论做什么事 都能做到 中肯 终结 无过不及 尽善尽美 选等于选远 所表现是 知善美行为 虽可看出 一灵半爪 但无法 猜透前化力量 还有多么选远 通等于通达 博师而能济重 一切慈悲施舍 能行成道德力 贯通万书 无识 不知无事不通 善未逝者其若 欲若东舍川 等于应逝 处世皆悟 小心谨慎 壮四尺一份桌 其时三思克负 游若未四灵等于圣独 闲居独处 居谨心念 好似四灵 有人试止 养成装 静 不敢放肆 眼若刻等于持生 静退行止 严肃仪表 活向出外做客 兵兵有礼 永不备 轻事 患若冰将事 等于心境 勿来善意 事过善事 有若冰雪 遇热溶解 光明累 若不知不存 战战静静 如灵深渊 如履宝球 敦兮其若普 等于保真 居心发情 朴石敦厚 旧向木材原谱 不弃不造作 不偏不刻薄 矿兮其若谷等于容物 气量宏大 宽阔胸襟 旧如宽矿山谷 能容诸物 不 迷成欲 混心其若浊等于除世 何光混俗 不怒锋芒 不存优越感 不自我意识过重 恰似浑浊不清的水 却含软化洗净的潜移默化效果 结论 明刻理想 加深善位 领导者的习明天职等于贵师爱资 救人者物 老子曰 圣人常善救人 故无弃人 常善救物 故无弃物 世卫习明 故 善人不善人之师 不善人善人之姿 不贵其师 不爱其姿 虽至大名 世卫要妙 习明章帝念期 常善救人等于人各有性 性皆天父 不因他坏 不因匿己 常存救他心 常慰 设法 常给机会 原智必行 故无弃人 不止不弃他 尚能旁改他人 而他意会 自动纳入土化行列 常善救物等于人各有常 物各有用 不嫌他笨 不嫌物轻 常存其化 人尽其 才物尽其用 其实才实用其漏 故无弃物 才 不为他不弃 尚能鼓舞他人 共发善心 贡献所长 善人 不善人 不善人之师等于心 常存 好学上进 凡有常 于我者 皆为我师 而效法之 如 孔子之师 向佗 顺之 闻善言 责败 故能成其大言 不善人 善人 知资等于智常 暴行 道 即是 凡法 借 并于我者 皆属 我之 而 嫉妒之 此先知 觉 后知 先觉 觉 后觉 之道 而得 所由生 所由成 孔子曰 君子生 造之 以道 欲其自得之也 自得之 则居之安 居之安 则滋之生 滋之生 则取之 左右逢其远 不贵其师等于不能见贤私其 不知受导教 而其之于贤者 不爱其师等于不能人民爱物 不知善用成得资源 虽之大迷等于表面看来 似有小聪明 视之变聪 其实在大处却是迷之圣者 要妙等于这世大道能够习名 人类能否步入大同最重要巧妙之处 结论 成先其后 业尽天直 领导的原则自然同化 何而不留 老字曰 西言自然 飘风不中朝 咒语不中日 孰谓此者天地 天地上部 能久 而旷于人乎 故从事于道者 道者同于道 道德者同于德 诗者同于诗 同于道者 道义乐得之 同于德者 得义乐得之 同于诗者 诗义乐得之 信不足 有不信 自然章意念三 道者同于道同道相谋 义名其礼 义信其道 得者同于德同德相助 增其范围 弘其事功 诗者同于诗 诗于道德者 先缓和之 不知继续沦落 然后慢慢提升 使有 所得 同于道者 道义乐得之 不知心然相容 由切磋而过实意 同于德者 得义乐得之 已然相近 有仰望而更立静 同于诗者 诗义乐得之 欢然就叫 自省过非 逐步改善 信不足 有不信 智慧不充实 立场不坚定 信心不充足 自己对道还没有 正确的认识 那么你若与诗道的人相接近 这定然又要出何而后流了 换言之 你若不明真理 立场恍惚 自己自信心尚且不足 善恶之叛变还在 由于不觉时 那么别人对你当然也是怀疑 他们绝不会坦诚的相信你的 故唯有 先把自己修整好 才有办法解决其他 假若这一点做不到 自己本身是尚且没有 完善 那么就不必再讲其他了 故凡是从事于道的人 欲使人人皆有乐得的 事先充实自己的信心为罪要 结论坚信自己 然后使用年字诀 何而不使留 领导的方法 亲之欲之 亲其受解 老子曰 太上不知有之 其次亲之欲之 其次未知 其次武之 辩 到章一时期 古今领导的方式 大分有四 太上不知有之等于 智德高超 自然记住而顾知 暗寒其发而顾觉 即大德敦化 事也 亲之欲之等于其高一者 亲近他 使他淋漠春风而愿接受教化 为之亲之 教 导他 使他有能力行善 当其行善而有实际 又须预其善行 使其续行 亦可奸 作他起 己晓得川流视野 为之等于虽有立场 智德却平凡 张某神秘感 使其莫测高深 装出威严香 使其敬畏望从 加以限制 不使胡思乱世 即于明政策 事也 五知等于 借功济思 乱用人力 可使即使 不合择气 种种威胁 道权考人 及写心考道事也 亲之欲之之方法 亲等于恋念后学 亲近后学 也时后学愿意与你亲近 其等于其开法界 使其有新的希望 教导方法 使其有能力办事 受等于给予行动 使其历练 受其圣业 助其成就 欲等于循循善用 助其节节成功 隐恶良善 使其得到精神荣誉 解等于困穷患难 心尽苦闷 在所难免 及时未逊 解疑破破 护其过关 领导者的条件 是人永三达得 人等于慈悲济世的心怀 人以为己任是也 领导不以人 所领导的团体 将非善团 领导道物不以人 领导一定不会成功 智等于开荒产道的智能 接受过良好的人才教育 与讲员教育 历练过 开道与讲道 然后能顺理诗人 成为成功的领导者 永等于牺牲奉献的精神 与任劳任怨的毅力 死而后以事也 牺牲小我 以身作则 勇于担待 伟大的包容量 均是造成向心 领导成功的条件 发挥至人 勇 然后能成就领导 达成德业 顾名三达德 领导的前瞻广开生意 博师记重 广开等于开发的地方要宽 人数要多 生意等于化人的分量要深 法界要远 孟子曰 圆圈混混 不舍昼夜 迎科而后尽 放乎四海 有本者如是 博师等于施舍的种类多 数量多 范围阔 而且有几籍人 推广行愿 记重等于施舍的结果 能使大众得道救济 大道得以红斩 领导成功的保证信心 信味道员功德武 常养万物诸善根 除灭一切诸疑惑 视线胎发无上道 子曰 人儿无信不知其可也 大车无异小车无悦其何以行之灾 老子曰 信不足有不信 便到章义时期 在上者信实不足 在下者当然没信心跟从 领导者对道若还存着无疑 对三 宝还没有信心 对天命还有疑问 对师尊 师母老前人尚不能信赖 就不够资格 作为道中的领导者 如果对上述几项有无比的信心 则言行动作将会表现制成的 圣性 其表现一定是行人济世 为人群造福贵 行人之道就是牺牲 牺牲精神与物质 牺牲生生家生命 以效命于道场 人者也就是信义的招注 唯有养不愧于天 福不作于人 然后才能取信于人 结论 老前人曰 我信道真 信礼真 信天命真 但最可靠的是我那无比坚毅的 信心 故一切的一切 其结屑即在我的信心二字 不论时多少 不分尽多 九 如果你的心中还无法形成那无比坚毅的信心 则空有其屑将无法结屑 不为无法领导以成圣也 不为无法领导以成圣也 世将无弥菩萨过江 自身也难保于定上天堂也 五 领导道物应注意之事项 今后我们在道物推行上还需要注意下列事项 推行四时 称时言时他时公时 除此老前人在道德心之话题集 修行人要说实话犯实事 注意四道 心道口道生道实道 其修四欲 得欲等于至终 主尽存成 宴居通天的主一个禁字 纯真荣中号存一个成字 除世何举 明武伦行八德负责任守纪律 理事中规 理事有原则绝似无事末 佩意众很结 但国宁静 但国明智 智在平天下 宁静智远 远何忧无疆 智欲等于允闻 智度善性 赦千千法 度万万人 成全发心 清知 新知 引发充天智 受业令机 欲知欲知 成就善功德 解惑护父 解疑破惑 导其正经济 护念父主 引进菩萨道 体欲等于欲物 以身作则 身体力行 以为法愿 几利利人 几达达人 无畏勤劳 身操心欲 任劳任怨 勤奋精进 生命旺盛 圣人欲称 孝圣人之职欲 法老子之中日行 不灵自重 全天修行 众圣清凡 舍身半道 任人责重 此意道远 群欲等于至何 调和人际 我活在群众中 必以五轮调和于群众 群众活于天理中 必以天理调和人际关系 成上旗下 努力以为前辈器重 以为后学敬爱 以为同辈乐相交 见到成道 四海兄弟 见到成道 道者同于道 得者同于德 并欲不费 五教同源 之压同根 既觉举费 并欲不费 六 结论 深蒙远虑 几利利人 我们必须策划 必胜的谋略 不使外灵来袭 对于盗贼的乱道 应当严加防范 要使大家都知道 盗贼惯用的手段 他们是欺骗贪 贪妄 敲诈 敲诈 恐吓 他们那会有什么 目标 那会有什么路线 那有什么威宿可言呢 简直是一团骗子 专门蒙哄愚痴 的人罢了 他们专门 假借先佛的训与味号照 用来实现骗人的勾当 圣佛早曾训 是说 假的险 真的已 盗盘的混乱 目前已到了真假难辨的地步 如果没有真修实学 恐难度过这 一关 想要度过这关 我们唯有 十八聪明睿智 时常反观自照 运用灵智庙会 如此 才能自立立人 自达达人 如孟夫子在 孟子静新篇中说 日月有名 荣光必照烟 流水之为物也 不银磕不行 居子之志于道也 不成章不达 可荣光的地方 日月必定照明 有苛坎的地方 流水一定已满 才会继续往 前流 居子之立志修道 也必定是己立立人 己达达人 然后才能成就制道 修道 修道是亦有的认识 礼仪章 一 前言 我们人活在世上 有灵魂的存在 是世界公认的 人生下来老娘就 恩赐灵魂 人才能够活下来 而我们人类只知生生父母 不知生灵之母 大家是否想 拜见生灵之母 如果是 那只有认真修道 异图 因为老娘私子心切 特别僵道 将在果宅树民 让世人缘佛子先的 而后修功果 圆满后就有机会 返回礼天归更念 我们大家既然已得到 就要遵照师尊师母 训事去认真修道 并全力以赴 此对修道有关知识 提供同修参考 虽然有些不值议题 但常被忽视 特别提出来语 浅浅大德共免之 后学才书学浅 尚有疏漏之处 或所言有所失当之处 尽请诛 为浅浅大德 不令指证 以力精进 不胜改道 二 修道士应有的认识 普度的意义 古时候在清阳旗和红阳旗 道士将在君王圣贤之家 并仅能单传独寿 求道 事先修而后的 修行者必须抛七里子 千里宝明师 万里求口诀 为了事求明师 指点本性 你的示范功费之效 借你修炼自信 早日明星见性 就可可得正果 而 金白阳旗的三旗末节 因老娘大发慈悲 将到将在果宅树民 允许世人在家出 家可先的儿后修 并可以夫妻子女同修 可说是一事修 一事成的千古粮 金 我们千万要珍惜此粮金 好好修办道 以报答老娘的红恩 三宝真传的宝贵 第一宝玄关窍 是通天门户也 子曰 谁能出不由故 何莫由思道也 因此无人之灵魂 灵性必经此正门进出 若由其他七孔出去 则将投入四身流 道轮回 如能由正门出 必能回到无极理天面 第二宝口诀 是通天神咒 此五字真言 是回领天之开门口令 是老娘将武 教合一之精华浓缩之神咒也 第三宝是和土 是通天神印也 即通天之手印 是回领天之信物 无人灵性 下半时与老娘约定还乡之契约 三宝是历代祖师相传之心法 除让道轻了解自信外 也是修心两性之妙法 在身可逢凿准备 此后提供灵性返回领天之通行证 是道轻之无上至宝 应该劳 济于心 三宝是求道时有点传师所传授 将来百岁年老灵魂由正门而自然拖出 尸体 不会僵硬肉体如棉 如功得圆满就免受四身六道文归之苦而得正果 后学在常 荣集团总裁张荣八先生的自传读过他的母亲过世后 全身也软软的有如安然睡觉 一般后学也未如置信 之后后学母亲一零二岁过世意印证如是如安详的睡 绝一般没有僵硬 年月日夜成前人工果圆满成道一事如是 此外三宝也可令道 清逢凶化极之力甚多应见于篇幅不便一一每举 从知到三宝之宝贵后就独信 道真理真天命真 于是认真学道修半道所以特别提出与大家共勉之 并心望各位道轻易能认同大家共同努力以赴 求道的目的 六祖谈经语 五祖向诸门人说 世人生死世大 五等终日只求福田 不求 出离生死苦海 自信若迷福何可救 五祖问六祖会能欲求何物 六祖答 唯求做佛 不求余物 我们求道的目的是求明师一旨 可以事半 功倍的找到自己失落的灵性生命 来修心两性 早日明心见性 脱离生死苦海 超脱六道轮回之苦 释迦牟尼佛语 人人具有佛性 人人可以成佛 人人无法成佛被业失所 蒙蔽不知自有佛性 人之所以坠落六道轮回 亦是你知故犯 由此可知人类本 来军具备佛性 也正如地藏王菩萨迅事 佛在灵山莫远 求灵山指在乳心头 人人有个灵山塔 好向灵山塔下修 我们既然知道自己是佛子 则应该更加鼓立效法 盛贤先佛来修道 以期望早日能成道返回即月旅天 享受逍遥自在的先佛生活 要遵守佛规十五条 因老娘爱子私子心切 恐怕修道诸佛子无规则可循 至难以返回无极故家 相而混战所道至实类罪之故 早定定佛规十五条 据以提供修道人功行实践之规则 而今三期末节 灾煞瓶将 非天道难就残灵 老娘恐修道人 未能以利 利人 同达彼岸 至始坠落之户 岔下先佛神圣 披蓄垂鸾 难记其数 凡无同 修应体怀老娘知大恩大德 合力共行 促进大同天下早日实现 多言读道学 并且学而实习之 俗语说 活到老 学到老学是无止境的 现代是知识爆发时代 我们要 多方面学习才不会落伍 白阳时期是儒教复兴时代 对道学的研究比较普遍进行 我们一贯道是以三宝的无字真经为基础 以五教合一的精华为辅 如四书五经 金刚经 道德经 清静经 及新经等等 未到清不可或缺的 研读经书 论语 学而实习之 不易说乎 我们不但要联读 有空时要时常复习才不会忘 调子曰 温护儿之心 可以为师语 时常加以温习 每次的读后心得量 必都不一样 必有进步 甚至将来可以为师语 要多参加开班听到 以促进早日明星见性 参加开班在佛坛上 可承受先佛的佛光浮照 可增进个人的灵光 无人活于世 必有灵魂存在 此灵魂是一种灵素 灵光 入世日久 为气领所居 物欲所备 如不加以修炼 会减弱灵光如乌云遮住阳光 使不能发出光辉 如三字经云 人知初 性本善 性相近 习相远 苟不叫 性乃迁 有爱如修心养性 所以 要学如三字经所欲 欲不拙 不成器 人不学 不知意 要多参加开班接受 佛光浮照 多听道理 以俏法先佛行功利得之行义 待功果圆满 促进早日明星见 性 期望早日成道 一贯道清不适求佛庇佑 平安天福寿的 求道是由明师一指传给三宝 就可获得灵素 增强灵光 由此得知生死门 从此可找回失去的灵性生命 就可得天助而示范功倍的修道 并非要求福报的 应该要效法古时的菩萨先佛苦修一般 从自身做起戒甲修真 别无洁净 并要行 功利得以解冤业消业障 甚至经常会拜博恋自信以增灵光 提早明星见性 使能 返回故家乡 要多行功利得经进道恒 并只问各云不问收获 修道是要修心养性 学习圣贤先佛的道恒 以利将来成道返回礼天 宗四 生六道轮回之苦 所以我们到修道 学道 要实践菩萨般的道恒 我们要遵照师 遵指示 修道修心 半道尽心努力以赴 多行功利得 并且做到难行能行 难忍能忍 物以善小而不畏 恶小而畏之 俗语 积少成多 所以善小 也会变大善 恶小也会变大恶 要三思而后行 我们行善不施 以积善而忘报于天者 无福 施恩而求报于忍者 无德 故 不求可得什么果位 而期望得到福报 如有此想法 则功德会缩水 前功尽弃 应该持着只问根云 不问收获的心理 才能得到应得的功德 记得美国甘乃迪总统有一句名言 我们不要问政府为我们做了些什么 应 想我们为政府做了些什么 因为是白吃的午餐 我们时常忏悔求佛慈悲 养成做佛的坚定信心 我们人类罪过很多 所以必须时常忏悔求佛慈悲又可消夜 论语于曾子 曰无日三省无声 为人谋而不忠呼 与朋友交而不信呼 传不惜呼 如 果我们能够时常忏悔 可以清洗心灵 使成为纯洁的赤子之心 则离佛不远于 在六祖谈经内记载六祖求道的情形 五祖问辱何方人 欲求何物 会 能达约 弟子领南新州百姓 远来礼师 为求做佛 不求余物 他虽然不识 自默默勤修 领悟力又强 结果传承了五祖圣夜荣获六祖的祖师地位 因此我们 要有坚定的信心 坚强的念力 挤达达人 功果圆满 使能回领天面 要明白因果之存在之后好好为成道而全力以赴 俗语云若问前世因今生受者事 若问后世果今生做者事 俗语 诱语 中瓜得瓜 中豆得豆 就是说世上没有白痴的午餐 古今中外圣贤 有那依未不劳而过圣名 其无不费尽汗类心血 因命未修道或尽职责 贡献己能 而今我们享受丰富的物资生活 也能够修道 是老娘大发慈悲降到余火宅时 有今天能够在家出家 所以更要珍惜效法圣贤来勤修 使有成道之一天 六祖 义语 菩提自信 本来清净 但用此心 直了成佛 我们自信既能清净 余 能悟成圣贤 因此特别提出来提醒大家 共勉并全力以赴 白阳期的修道事 可以一世修 一世成 要把握良心 古时候的修道事 是事先修而后的 是属于剑修法 而今白阳期的修道是事先的 而后修 是属于素修法 在白阳法门下修道 因十指三期末节三草不度 不注重 禅作 诵经念佛 上帝浓缩武教经典 由师尊赐给天下至宝三宝来精修 病清 口如素 行功度重就能为重要课程 此外要知道命无信而不立 信无命而不义 我们是借假修真 故人道 天道圆满 上天就论功赏赐果位 是今世修道 今世成道之千在满逢之良心 希望各位特别珍惜 并好自为之 求道四大难得 中华难生人生难得大道难逢 名师难遇 无人既然四条件皆备而万幸 得道应该珍惜此千在满逢的良机 未修办道全力以赴 借以报达老洪恩 不要怀有人定胜天的错误观念 近代科技发达一日千里 人类可登上月球 甚至到太空旅游 无不适电子科 既发达之代表作 皆是呈现人类头脑之无限进步 后学从日本汽车杂志看到一则 报道于日本军中从事研发意念 控制的第五代电脑 装置于战斗机飞行员的头顶 上只要看到敌机有此念头 就由此意念控制机关枪发出子弹 距离美苏量 国义有此研究 今最后阶段仅在离我机之正确判断 以免物机会有机而已 一 科技如此进步神速 于是产生了人定胜天的错误观念 五教何边于天父的母 天地之所以对人也 天以生之 得以养之 故天地 之与人 由父母之与子女也 故人定胜天之说 由如子女对父母之不孝 及人对 天之不敬之与也 俗语说 人的作为 有天在监视 人有多能干 也不 只得天一化 其有事实证明 九二亿南投大地震 即赛落马台风等水 火风 以及战节 比比皆是 人不能胜天的力震 人有善愿 天必从之 人有善念 天必佑之 我们到清凡事 要养成往好的方面 去设想的习惯 否则想到不如意的事 越想 越烦恼 如想到不如意的事 应立即停止想它 而改想好的 或立即找工作做救部 会去讲它 我们到七跳 要养成处处以慈非为怀 并且要时常有行善的愿望 则上天 必祝你达成愿望 如时常有行善的念头 则欲有危险 则欲有危险时 上天必会保佑你逢凶化 即 如无恶念 仅存善念 仅存善念 则其信念 念力之作用 必能如愿以偿 心想事成 则成道有望 一贯道的宗旨 最后目标是世界大同 我们到七跳实现此理想 应该从敦青木林的小处做起 之后再走入人群推而 广大 我们就是一贯道的马贤族 不要忘记师尊的叙事 即修道要修心 半道要 尽心 大家一条心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善尽己能 目前台湾到清几净宝合作 泰是走向各国开荒 加强道路的时候 由此使能改善全世界的天时地理人和 消灭战争 提升精神生活 使各国人民能过着享和安逸的生活 促进世界大统治 日才能期待 日才能期待 环境会影响人生 静珠者易 静默者黑 三字音云 习孟母 则灵处 子不学 断基住 由此可见环境 对一个人 的成功影响很大 据说 孟母因孟子小时候 受住家环境的影响 三千后在学校旁住 下来才学好情于读书 使有入圣之一天 因此环境影响一个人的成败之据 俗语 说 静珠者是 静默者黑 所以我们到清敦清目灵即交友 义要有所选择 以热心道物者未有 使可互相勉励 为修道 伴道而无 知足常乐 真其现在 未到物尽力而畏 我们修道士的生活 不要重视物质生活 以简单不素 重视精神生活为主 使能无忧无仇 并知足常乐 俗语于知足者贫贱易乐 不知足者负贵易忧 毕竟今生今世 今天是最年轻的一天 光阴是不会倒流的 我们要珍惜今天 快快乐乐为我们的事业及道物 尽情尽力而畏 先天功果后天定 上天计算人一生的功果是在凡间 俗语于举头三尺有神秘 人类生鱼 世间为人处事 一切行动作为 甚至头脑所想 均有神在头顶上监视并记录 功果 有如一部电视剧 将来回老家后 累计功果于仪乡底清算 之后再判刑打 入地狱 四身六道轮回 或留住西天极乐世界 峰会受火享受神仙逍遥生活 所 以身于凡间为人 必须乐于行善 便物作恶行为 特别提出来共勉之 人道圆满 天道自然可成 我们修道有先天与后天 二道要并修 三字经于 父子恩 夫妇从 凶则有 帝则公 长幼婿 有余朋 君则敬 臣则忠 此时亦 人所同 凡婿蒙 虚假 九 人类的一生要遵守此时意 并融入一般生活中 就是后天的修位 此称为 人道由此开始修 人活在世上 为人处事 要合乎法理情及天理 我们做人子 女做人父母 做人夫妻 做人孙子女 是农工商各尽其职 人道 就可圆满 此外在先天方面 多听道可明真理 有佛光普照 帮助明心见性 有 要尽心修半道 并多行功利得尽修道士之责任 带天宣化则离道不远 自然天道 可成以 三 天道之宝贵 道之可贵正如六祖所云 唯求做佛 不求余物 此曰 朝文道 细死 可 由此可见道之宝贵 并且列代祖师及礼天千佛 不得到天道三宝而修成 正果的 众生得到有四大 及人生男的 中华男生 名师男逢 三情男 而今十职三期末节年 道将果宅庶民 四南便畏四义 十世祖上基德 三生有幸 而今无人得道太容易 导致不觉得道之可贵 三自经云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敬 其相远欲不拙 不成器 此即无人修道之基准 此曰 敬诸者是 敬末者黑 知道理不可不慎 英雄 道会改变人生命运 诗余千般百徒皆成空 唯有修道不误人 凡人一心 向外寻佛 拜佛 却不知自身即是佛 四 解语 自以下列三首诗作为解语 是修道成道的三过程 希望各位明白其立一师尊 叙事 修道修心 半道尽心 以此为自己的事业全力以赴 择离道不远 一 学里穷圆悟信天 道传火宅深圆度 隔之其会修心窍 言后勤修效佛先 二 本来念慕无一物 万物虽然本来真 火不能烧真空体 水不能盖真人生 三 持斋素食莫持炎 利益无穷计长篇 句句真言来劝告 行功机愤可成千 道学用语词汇十二 另一章 八功德水 具有八种好处的水 集一 沉浸 就是水澄清洁净 没有污秽 二 清冷 就是很清净凉冷 没有温浊烦躁 三 甘美 就是水的味道 富有甜味 四 清就是水的性质 清浮柔 五 润则 就是滋润滑则 有益身心 六 安和 就是安宁和平 沐浴其中 安稳舒适 七 除患 就是喝了这种水 不但可以止渴 还可以去饿 八 八 增益 就是喝了水 或者在水中沐浴 可以增 常人们的善根 上述之八功德水 充满于极乐世界的七宝石和虚余山与七金山之 尖的内海中 八功德水下 观无量寿佛经所说的十六观之音 即观想西方极乐世界八功德水 知乡的行法 八大自在我 具有八大自在的真我 即能是一生会多生 是一成生满大千解 大生清远道 现无量类常居易土 诸根护用 得一切法如如法相 说一记一经 无量节 身便诸处犹如虚空 八人 四法人 与四类人 合称为八人 四法人 是苦法人 即法人 灭法人 道 法人 这四法人 仍可印证欲见的四地 四类人 是苦类人 即类人 灭类人 到 类人 这四类人 仍可印证色界无色界的四地 以上八人 可以正确的断除三界内 得见或 八人八至 苦法人 苦法至 苦类人 苦类至 即法人 即法至 即类人 即 类至 灭法人 灭法至 灭类人 灭类至 道法人 道法至 道类人 道类至 以上 以上八人 八至皆因观四 圣地而生 故事无漏的法人 法至 八相 指佛来此世界 成道时所示现的八种相 其中 至 至 至 有八相 至 至 是 至 至 至 大乘所说的八项是降兜率入胎住胎 出胎出家乘到转法轮入灭 小圣所说的八项是从兜率天下脱胎出 生出家降磨乘到转法轮入灭排 此中大乘有筑胎无降磨小乘有降磨无筑胎 八段见八段五篇条 八段五篇比丘与比丘仪的巨族界分位八段 集一波罗仪意味断头是集 众罪二生残是残命意必呆众生行忏悔法而就知 三不定是嫌于罪 罪性尚未确定也 四尼撒其波一提意味舍舵舍是指犯罪品物 吸引舍与僧 众舵未犯罪应舵地域 五波一提意味舵或单舵意与前通 六提舍尼 未可向人忏悔之罪 七众学未比丘映学的剑 八敬正未灭习正论 六四 八段中不定众学灭正三段 何谓突吉罗突是恶吉罗是作 只生口二液 恶作之意如是则八段变成为五篇 资江巨族界中比丘二百五十界 及比丘尼 三百四十八界属于此八段及五篇者 分别列表于有 八海见九山八海条 八道对生死的无常无乐无我无尽 指定无常乐我尽者是凡夫的四道对面 盘的常乐我尽 指定为无常无乐无我无尽 是二圣人的四道 这两种四道合起来 九世八道 八教画法四教五画一四教合称为八教 画法四教是三藏教通教别教 原教因此四教是教化众生的法门 故名画法画一四教是顿教建教秘密教 不定教因此四教是教化众生的仪式 故名画一 以上八教都是天台宗所立 八犯八种的犯因 即不男因 不女因 不强因 不因 不清因 不拙因 不雄因 不慈因 八肝又做八肩即八肩度 八气即比丘尼的八波罗仪罪 波罗仪华一味断头 又亦做气 亦死是犯了死 罪的人 就会被摒弃于佛法的门外 八智 四法智与四内智 合称为八智 见四法智与四类智条 八贵 华眼经是七处八贵的道法 所以称为八贵之经 八慢 八种的交慢 即如慢 慢慢 不如慢 增上慢 我慢 斜慢 交慢 大 慢 八轻 八正道法轮 八正 三问宗所说的八部中道 建八部中道条 八贵指四相四果的圣人 八舵比丘尼的八波罗仪 八交 八种的交慢 交慢就是池才傲物的意思 因其气海好像鸟类的灵高势下 所以八交配以下列的八种鸟 一肾状交 如吃鸟 二 性交 如消鸟 三 腹交 如鸟鸟 四 自在交 如旧鸟 五 寿命交 如乌鸟 六 聪明交 如雀 鸟 七 行善交 如鸟鸟 八 色交 如鸽鸟 八福田 佛 圣人 和尚 授业本师 蛇鸟 授业时教授 威仪的阿蛇鸟 僧 父 母 病人 佛 圣人和僧属于静天 和尚 蛇鸟 和父母 属于恩 生田 病人 属于悲田 如果有人能够恭敬恭养上数之八种人就可以得到无量的福报 所以 叫做福田 八福深处于佳师的论说一个人修福夜市祈福的多少而决定他投身到以下 的八种地方去及人中富贵 四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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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立天 叶摩天 兜律天 化乐天 他化 天 半天 八圣 只生魂成的四相四果 集八圣 八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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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名八正道 剑八正道条 八十 八十 眼时 耳时 鼻时 舌时 身时 意识 莫那时 阿赖耶时 佛教的为 实学 法义 心 分八十 字列表说明如左 八十天 所有世间法和初世间法的一切种子都收藏在第八十里 遇到远 九 会发生陷情 像是田地放下了种子就会生出火来一样 所以叫做田 八十 心王 心王是能愿外境的精神主体 为律知的根本 也是时的自信 此心 王涵有八种时 即眼 耳 鼻 舌 身 意 莫那 阿赖耶等时 故又明八十心 王 义和圣堂活动概况 编辑部 一 活动 月日学界四年教育研究班 月日心灵成长一 月日秋季班 月日学界四年教育研究班 月日人才在教育清少 月日大状元读经会考上午 月日小状元读经会考上午 二 活动概况 月日二天二夜举办年大专高专成长营如图一致四 月日举办读经老师在教育 编后午 编辑部 一首大仙城前人结缘圣训中将其一身均作交代 从小生活困顶 使自己以求到物之推展 更助和老前人建设玉石山 敬中指手对于义和圣堂 诸到亲一多其许 勉励大家真修实练 以八德自检点 以智慧拖难关 并劝大 众人能红到悲到红人 要克己复礼 虽能舍去财产 但毛病脾气不改 三读盘 患多苦往 虽有福报功德却须 上天要有功德 方能回天交职 望大家与以为解 义和圣堂大道场 须赖大众多顾时 帮忙打亮成全后辈 大家团结力量 战战 经经伴末后 才能助师尊师母 完成普渡三朝之大实力 成前人的话 常开示众人时和尚 和尚不识人 是提醒半道人才 在日常生活中 就要谨言慎行 以做到亲之仿样 以免一贯弟子之形象受损 人身因受因果业障 左右一身 平复贵贱 或福果报 是无法控制于己 俗语 前世修来今生寿 若问候身世 今生作者是 又云 人有善愿天必从之 人有善念天必有之 无人修道事若能依照 往里是常昏德之开示 顺尽心怀 感恩 逆境欢喜接受之心情来修道 并能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则尽道理 一经最重要的是和图 和图指生 落书指死 和图代表先天 落书代表后天 和图顺数为 逆数为 顺数为阳数加加等于过于不能加 所以 阳数用来代表 秘数为阴数加等于过于也不能加 所以阴数用来代表 师尊师母发愿度九六元人 一则度九十六亿元灵 二则度九六元人 六知音 知众生 上渡和汉心斗 中渡善男性女 下渡地律鬼魂 正是和图九六知哲理 第十三节 落书有齐歌爵位 带九旅一 左三右七 二四位奸 六八位足 五 在中央 和图有十个数 落书有九个数 先天至后天时化未久 其时不见 此乃显珠 人葬珠用的妙礼 落书之由来乃于地在落河所发现其神规 此正是上天的巧安排 河图之龙马出现在黄河 为先天也 落书出现在落河 为后天也 正是一阴一 阳之未道 行进世间天下路 唯有修道不顾人 是一条解脱的路 修道修身 伴道尽心 三字经于 人之初 信本善 信相近 其相远凡人 若能万事放下 修 心念性 不受凡尘污染 而恢复赤子心 则必有了道成道之一日 修办道的领导方法与企业界领导方法 大同小异 为其目的与责任不同 修 与道的领导者要能明白其伟大的使命 能够不断发挥自信的光辉 尊尊善又厚学 并以身作则 其修半道之言行举止 均有领导作用 要紧延盛行并表现日常生活 终 并要心怀活菩萨般的慈悲 其领导要则有九 一 领导者的自知自觉物知 本末 不离轻重 二 领导者的立身立心会升天下 从辱不惊 三 领导者理 想与修位为妙玄通 七 若善位 四 领导者的习名天职贵师爱滋 九人整物 五 领导者的原则自然同化 何而不留 六 领导的方法清知遇知 清起 受解 七 领导者的条件制人有三达德 八 领导的前瞻广拍生意 博诗计 重 九 领导成功的保证信心 是领导者要切记的要则 如能完成其重大实力 则并能几利利人 几达达人 则成道有余 物足于 是人生死世大 如等终日只求福田 不求出离生死苦海 自信若 弥 福何可救 九 但是众生总是被开田吃三毒所蒙蔽 导致具足的自信贝 污染不能清净 甚至四相我直不能排除 其心动念不能显现清净心 真智慧 九 无灭诸烦恼 如能勤修菩提自信 恢复本来清净 但用此心极能直了成佛 有缘求道的一贯例子 就要遵照师尊师母叙事 修心两进 学习圣贤先佛之 道恨 以由脱离生死 免受四生六道轮回之苦 要修心两性 明心见性 使能见如 来 最重要的修成佛菩萨的候选人 说得容易 要实践择非意识 必须一步一脚 应按部就班 遵照诸先佛之行动力 得知言行举止 来请修使能达成 凡我道清切记 先天功果后天定 无字三舍无声多忏悔 人道远满天道自然 可乘 修按道在日常生活中 多利用三宝传修炼自信 更要参加开班听道 在佛坛上可蒙受先佛的佛光鼓照 可增进灵光 可得示范功倍知晓 借以促道 一事修一事成 要法莫良机 使有机会完成师尊 交付之促进世界大同之 伟大使命 万法留心生 如能去除贪甜吃 常保罗堂参半 增加灵状 善知识 去除我 直诸恶莫做众善共行 多向人微笑 知足常乐 欲人 是充满感恩的心 并懂 得放下 当下即是净土 注印大德方明 一 现今部分 福慧人士五本 苏宗二五本 福慧人士五本 苏恒彬二五本 胡美清五本 李嘉修二五本 王苍贤五本 李嘉宇二五本 周玉霞七五本 廖氏豪一本 二化多处金部分 阳德香二五本 玉珂葫 玉珂葫 宅 13. 义和双月刊 第十三期目录 年月 义和圣堂介绍 八卦与九龙八凤之图像的含义不达 经典背诵专栏 选考科目中庸正式编辑部 先佛圣训 新加坡新宜圣堂圣训编辑部 理事长家言 人生重视生死路王坤德 成前人的话 世间才世间用了物 历代祖师介绍 第十一代祖师商汤王子 道学研究 一经研究成永弘 真主人当家编辑部 如何是天堂如何是阴山简文青 十二因缘供奉城 三草普渡编辑部 拿出真智慧能灭诸烦恼编辑部 修道与持斋的关系里一章 道学用语词汇里一章 先佛圣歌 期待在相会编辑部 义和圣堂活动概况编辑部 编后语编辑部 注印大德方明路编辑部 义和圣堂介绍 布达 八卦与九龙八凤之图像的含义 一楼大殿之天花板的中央固制着 外方类圆之红木框造型 又配与后天八卦图 九龙八凤穿梭其中 使之由福西圣地流传至今 已历五千多年的文化传承 一经八卦的庄严与宝贵性增规不少 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 甘南昆北天南地北天地地 为 这句话产名了先天八卦的方位蓝图 而佛堂当今已干卦与正卫之弥乐祖师 陈定位同样是后天八卦排列四序说卦传 递出呼正其呼续 相见呼离 致意 呼昆 说言呼对 战呼干 劳呼侃 成言呼梗 细词传 习者圣人之作一也 将以顺性令之理 是以立天之道 约阴与阳 立地之道 约荣与刚 立人之道 约人与义 因为佛堂是应时和运天道降世 明师传道之场所 又此位更适先 后天同位之地水师挂之位更加显示自古以来到流师传 明师的宝贵 细词传 细词传诱 细语 益之为疏也不可圆 为道也与谦 便动不拘 周流六须 上下无常 刚 柔相逸 不可谓点要为便所示 一经之八卦被灵监视为屈及必凶宝平安之吉祥 信物 在很多传统的习俗当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迎娶新娘之女筛里画有八 卦之图像 象征着保护新娘之纯洁与喜气不被外来的凶煞所让 所以当新娘子在 结婚前先怀孕是不能使用八卦的 总之八卦也是皇道即日之维护者 如要建造传统是三合院的大错政厅的主梁上必定要安置八卦以正宅光明 八 卦图像的奥秘很少人能解得开 那是未得道的关系 因为八卦是福西圣地养则官 向于天 负责观法于的观鸟兽之文与的之仪 竟取诸生远取诸物一化开天时 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 以类万物之情 也就是上天借着和图五十之中数天一生 水的天成之将道远显天之明 令于福西圣地大道的珍贵在于佛佛为传本体 诗诗密附本心 因此八卦是上天籍和图洛书最早显像于世间上象征到的性物之 评级 只有机缘成熟求乐道才知道 所谓任你聪明或严厉 不欲明师莫强猜 先天八卦昆卦在北方 而佛堂甘卦之正位是明乐祖师刚好形成大臣卦之一天 太卦序卦传 太者通也 也由余的天太卦之太运的来临时来运转使得 我们这一群白羊弟子们得天独后成为天之交子竟能得闻这道 的寿明师指传信里 心法 在得道的当下明师唱点 说末后依者席未言 明人在此处一般 渔夫 时的还乡道 生来死去见当前 石破天经的窥探性命之源头 树圣子私在中庸 一言君子之道备而已 夫妇之余可以余之焉 及其其智也 虽圣人亦有所不知 焉 夫妇之不孝可以能行焉 及其智也 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 天地之大焉 人 由有所害 故君子与大天下莫能载焉 与小天下莫能破焉 非是圣人不知道过 不敢焉 而是上天降到之时运所使然 而现于佛堂中对风取代了后天八卦之干卦 的方位莫然中阐述着一段戏剧 产与之天机 我们都知道民间记忆不待戏否当有 神仙或重要人物出现时 常以用一句三花聚顶功灿灿 五气朝原对化干营养 二气属先天 勒物真机不欲须又有后天八卦之被卦的方位 也融入在白阳八卦之干 卦的方位中一经干到变化各阵性命 这也说明了圣人做一经化八卦 无非是要值一抹 后的众生在无意之中体会自信之光辉 卦在圣不增在南部解历经交易便亦中又能 相干卦之相曰天行见君子已自强不习 而九龙八凤之龙是辟遇到的化身 凤凰是文明的象征 龙马附和图是文化的 渊源相传顺位天子时凤凰曾飞来 周文王十名于其山 古时凤凰和图乃是天 开道运的预兆而不是关乎个人的祥瑞 然而龙非凤五不只是祥瑞的象征 更有 这道场中所产述原胎儿女在位降临 满间时以无极皇柱的无极宫是以穷江玉叶 是成龙化凤所以九龙八凤之布置 也是在以御佛堂即是无极宫 经典背诵专栏 选考科目中庸正式 第一章 天命之畏性 率性之畏道 修道之畏教 道也者 不可须于离也 可离非道 也 是故 君子戒圣乎其所不独 恐惧乎其所不闻 莫见乎以莫显乎为故君 子圣其独也 喜怒哀悦之未发 未知中 发而皆终结 未知何 忠也者 天下之 大本也 何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 至忠和 天地未焉 万物欲焉 第二章 自成名 未知性 自名成 未知教 成则名以 名则成 成者 自成也 而 道 自道也 成者 物之中实 不成无物 是故 君子 成之为贵 成者 非自成 己而已也 所以成物也 成己 人也 成物 知也 性之德也 何外内之道也 故实错之于也 成者 天之道也 成之者 人之道也 成者 不免 而终 不思 而 的 从容 中到 圣人也 成之者 则善 而不 知之者也 为天下之 成 为能 尽其 性 能 尽其 性 则能 尽人 知 性 能 尽人 知 性 则能 尽物 知 性 能 尽 物 知 性 则可以 赞天地之化欲 可以赞天地之化欲 则可以与天地参与 其次至趋 趋能有成 成则行 行则者 者则明 明则动 动则变 变则化 为天下至成 未能化 至 成之道 可以前之 国家将心 必有真详 国家将亡 必有妖孽 见乎时归 懂 乎四体 或福将至 善 必先知之 不善 必先知之 故至成如神 第三章 子曰 鬼神之为的 其圣以乎 视之而福见 听之而福闻 体悟而不可疑 使天下之人 摘云圣福 以成祭祀 养养乎 如在其上 如在其左右 十曰 神之格思 不可度思 神可设思 夫为之 显 成之不可言 如此夫 天地之 道 伯也 后也 高也 明也 幽也 久也 伯后 所以载物也 高明 所以父 物也 所以成物也 故至成无习 不习则久 久则真 真则幽远 幽远则 伯后 伯后则高明 伯后配得 高明配天 幽久如将 如此者 不见而张 不动 而便 无畏而成 天地之道 可一言而静也 其为物不二 则其生物不测 京夫天 丝朝朝之多 及其无穷也 日月星辰细烟 万物复烟 京夫的 一搓土 之多 及其广厚 宰华月而不重 正河海而不屑 万物宰烟 京夫山 一卷石之 多 及其广大 草木生之 秦寿居之 宝藏心烟 京夫水 一勺之多 及其不测 圆陀交浓于憋生烟 或财之烟 施云 唯天之命 于目不已 盖曰天之 所以未天也 于乎不显 文王之德之存 盖曰 文王之所以未文也 存亦不 亦 故曰 苟不至德 至道不明焉 故居子尊得性 而道问学 至广大 而 敬京为 及高明 而道中庸 温护而知心 敦厚以重力 第四章 子曰 君子中庸 小人反中庸 君子之中庸 也 君子而时中 小人之反中庸 也 小人而无忌惮 也子曰 中庸其至以乎 民先能久矣 子曰 素隐行 怪 后世有树焉 无福位之以 君子尊道而行 半途而废 无福能以义 君子一 忽中庸 顿世不见之而不悔 为圣者能知 子曰 回之为人也 则忽中庸 得宜善 则劝 福音而福失之以 子曰 人皆曰与之 驱而那诸苦惑陷阱之 忠而莫知之辟也 人皆曰与之 则忽中庸 而不能其悦手也 子曰 顺其大之 也语 顺好问而好茶而言 隐恶而扬善 直其两端 用其忠于名 其思以为顺忽 子曰 天下国家可君也 绝路可辞也 白任可道也 忠庸不可能也 子 路问强 子曰 南方之强语 北方之强语 义而强语 宽宽 宽容以教 不抱疑 道 南方之强也 君子居之 任金阁 死而不厌 北方之强也 而强者居之 故 君子何而不留 强栽脚 忠利而不乙 强栽脚 国有道 不便塞焉 强栽脚 国 无道 至死不便 强栽脚 子曰 好学近乎之 力行近乎人 知耻近乎有 博学之 审问之 圣思之 明辨之 笃行之 有福学 学之福能 福错也 有福 问 问之福之 福错也 有福思 思之福的 福错也 有福便 便知福明 福错 也 有福行 行之福度 福错也 人益能知 及百知 人实能知 及千知 果能 此道已 虽余必明 虽柔必强 凡事欲则利 不欲则费 言潜定 则不结 事 潜定 则不困 行潜定 则不救 道潜定 则不穷 或生而知之 或学而知之 或困而知之 及其知之 一也 或安而行之 或令而行之 或勉强而行之 及其 成功 一也 第五章 此 此 曰 道 其 不行 此曰 此曰 道 其不行 已 此曰 道 之 不行 也 人 人 知為道 而遠 人 不可以為道 施於 罰科 罰科 其則不遠 直科以罰科 逆而失之 由已為遠 故君子 以人 治人 改而 此 中述為道 不遠 施諸景而不怨 亦勿施於人 居子之道四 求未能一焉 所 求孤子 以是父 未能也 所求孤臣 以是君 未能也 所求孤弟 以是兄 未能也 所求孤朋友 先師之 未能也 雍德之行 雍言之謹 有所不足 不敢不 免 有餘 不敢靜 言故行 行故言 居子胡 不造造耳 居子之道 譬如行遠 避自耳 譬如登高 避自卑 詩曰 妻子好和 如骨色情 兄弟季兮 和樂 且丹 以耳世家 樂而欺討 子曰 父母其順以乎 居子之道 悖而已 夫婦之虞 可以與之焉 及其之也 雖聖 雖聖人 雖聖人 亦有所不知焉 夫婦之不孝 何以能 行焉 及其之也 雖聖人 亦有所不能焉 天地之大也 人有有所悍 雖聖人 故君子 天下莫能采焉 與笑 天下莫能破焉 施云 冤非利天 余月余冤 燕齐 上下查也 居子之道 造端姑夫婦 及其至也 查督天地 居子肃其位而行 不 怨乎其外 肃富贵 行乎富贵 肃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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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居子无辱而不自得焉 在上位 不灵下 在下位 不圆上 正己 而不求于人 则无怨 上顾怨天 下顾尤人 顾君子居亦以四命 小人 勤显一脚 行 子曰 设有似乎君子 施诸正午 百求诸其身 子曰 于而好自用 见而好自专 深乎今之事 返古之道 如此者 灾及其身者也 誓故居上故焦 未下故辈 国有道 其言足以心 国无道 其莫足以荣 施曰 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 其词 其词之位于 第六章 此曰 子曰 顺其大笑也语 得位圣人 尊位天子 尊位天子 富有四海之内 宗妙享之子 孙宝之 孙宝之 顾大德 必得其位 必得其路 必得其名 必得其寿 必得其寿 顾天之生物 必 因其财而毒焉 顾灾者赔之 轻者赴之 施曰 佳勒君子 献献令得 以名仪 人 受怒于天 保佑令之 自天生之 故大德者 必受命 此曰 无忧者 其唯闻王姑 以王继位父 以武王位子 父作之 此数 之 此曰 此曰 武王周公 其达孝以乎 夫孝者 善寄人之志 善述人之誓者也 武王转大王 王继 文王之序 依荣依 而有天下 身不失天下之显明 尊位天子 父有四海之内 宗妙享之 子孙保之 武王末 受命周公 成文武之 得 追王大王 王继 上四先公 以天子之礼 斯里也 达孤诸侯大夫 即是庶人 父为大夫 父为大夫 子为是 藏以大夫 既已是 父为是 子为大夫 藏以是 既已大夫 其之丧 达孤大夫 三年之丧 达孤天子 父母之丧 无贵见一眼 春秋 秋 其祖庙 乘其宗器 涉其长衣 见其时时 见其位 行其礼 奏其乐 敬其所尊 爱其所清 誓死如誓生 誓亡如誓存 孝之至也 所以叙滓 所以叙朝勿 也 叙觉 所以便未见也 叙释 所以便闲也 屡愁下位上 所以改见也 变毛 所 以叙齿也 交涉之礼 所以似上帝也 宗妙之礼 所以似乎其先也 名乎交涉之 理 地常之意 治国其如是诸掌孤 第七章 大灾圣人之道 阳阳孤 发育万物 俊极于天 悠悠大灾 理仪三百 威仪三 千 待其人而后行 非天子 不义理 不制度 不考文 虽有其味 苟无其德 不敢做理月焉 虽有其德 苟无其味 亦不敢做理月焉 上焉者 虽善无真 无 真不信 不信你服从 下焉者 虽善不尊 不尊不信 不信你服从 今天下车 同会 书同文 行同轮 子曰 无说下礼 其不足真也 无学因礼 有诵存焉 无学周礼 经用之 无从周 故君子知道 本诸生 真诸树名 考诸三王而不谋 见诸天地而不备 执 诸鬼圣而无疑 百世以四圣人而不惑 执诸鬼圣而无疑 知天也 百世以四圣人而不惑 知人也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 私修身 不可以不逝亲 私逝亲 不可 以不知人 私之人 不可以不知天 是故君子 动而是为天下道 行而是为天下 法 言而是为天下则 远之则有望 敬之则不厌 诗曰 再彼无恶 在此无舍 树姬素燕 已有忠欲 居子未有不如此 而早有欲于天下者也 第八章 挨公问政 子曰 文武之政 不在邦策 其人存 则其政举 其人往 则其 政习 人道理政 地道理数 夫政也者 普鲁也 故为政在仁 取仁以身 修身 以道 修道以仁 仁者仁也 轻轻畏大 义者以也 尊贤畏大 轻轻之杀 尊贤 知等 理所生也 王天下有三众烟 其寡过以乌 天下之达道五 所以行之者三 约君臣也 父子也 夫妇也 昆帝也 朋友之交也 五者 天下之达道也 知 人 永三者 天下之达德也 知思三者 则之所以修身 之所以修身 则之所 以至人 之所以至人 则之所以至天下国家以 凡为天下国家有酒精 约修身也 尊贤也 清清也 敬大臣也 体群臣也 子树民也 来百公也 永远人也 怀诸侯也 修身 则道立 尊贤 则不获 清清 则诸父昆地不愿 敬大臣 则不炫 体群臣 则是知报离众 子树民 则 百姓劝 来百公 则财用族 容远人 则四方归之 怀诸侯 则天下位之 摘民圣福 非离不动 所以修身也 去禅远色 见获而贵得 所以劝贤也 尊其位 众其路 同其好物 所以劝清清也 观圣认识 所以劝大臣也 忠信 众路 所以劝士也 时时保脸 所以劝百姓也 日审月事 祭禀称事 所以劝百 公也 宋往迎来 家善而今不能 所以柔远人也 济绝世 举费国 治乱时为 朝聘已时 厚往而薄来 所以怀诸侯也 在下位 不或乎上 民不可得而致已 或乎上有道 不信乎朋友 不或乎上以 信乎朋友有道 不顺乎亲 不信乎朋友 以 顺乎亲有道 反诸生不成 不顺乎亲以 成生有道 不明乎善 不成乎生以 凡为天下国家大有酒精 所以行之者一也 先佛圣训 编辑不得以身兼舍的游心捐 施恩十分内及与善结缘 入法空三体积辅有无边 到城第一度彼岸及眼前 无奈 工厂祖世也奉 辞命至心依以寇 荣在问爱徒们可道在心中 布施是普遍好意心有余力的知能 布施是举手投足身体工艺的践行 布施是随起契机言与赞叹的传颂 布施是钱财救援济若福清的宽宏 布施是路到接地上中下沉的途径 布施是方便法门量力而为的行功 布施是基本善又凝聚向心的带动 布施是跟唐入世修学进步的开宗 布施是一本万力界凡两圣的作用 布施是完美自己成全他人的圆容 布施是消冤解灭有形无形的转送 布施是福报来源会光激发的过程 布施是有舍有得多舍多得的感应 布施是异化你命我转我运的公平 布施是高兴付出心甘情愿的余共 布施是此岸彼岸不可间断的沟通 布施是不想有我在做布施的注重 布施是布施是布施有他受我布施的身影 布施是正菩萨道六度万行的内容 师尊老大人白话词绪 这段路走得苦吗 这条路走得累吗 这段路走得艰辛吗 这一段路徒儿受惊了吗 这一条路徒儿受烤了吗 用功夫吧 以不变应变 以静制动 这条路徒儿受烤了吗 丝这个地方徒儿创意吗 eyes love someone発的时候 这条路徒儿越走得常常远远 偶尔是需要委曲求权 徒儿们别来如样了 平时就用了بة创意 做吧 又参加一次班会 是报了一个名 还是学到一份心 又聆听一贯真理 是记住一句话 还是向道一念真 又天人一场共犯 是看到一尊佛 还是知道一责任 又时间一年过去 是佛堂一定道 还是悟道一亮身 徒弟们 为师问了四句话 徒儿可听懂为师有何体点 报了一个名是表面 学到一份心是重点 记住一句话是表面 向道一念真是重点 看到一尊佛是表面 知道一责任是重点 佛堂一样道是表面 悟道一样身材是重点 徒弟们得到三十年以上的举个手 徒儿们得到二十年以上的举个手 徒儿啊 得到十年以上的举手 哪个徒儿得到五年以上举手 举手不是举给为师看 是举给自己知 道灵乐久 更要能深入到的精粹 而不是表面应对 道灵乐久 更要能提高心静 低心得赔 徒儿修道半道久了 往往忽略了 佛规的庄严 礼节的殊胜 徒儿修道半道久了 往往忘记了 出发心的可贵 天真的行为 就好像今日徒儿坐在这 听真理 是有心 但够不够用心 为了这一场 劳师动众一番的奔黄 是诚心 但有没有开心 道 若修的忧愁 伴得压力 那就是有问题了 问题出在哪儿呢 问题出在功夫不道 任理不清 为师生怕徒儿啊 任劳又任怨 到头来是颠倒错乱 为师更怕徒儿啊 无怨又无悔 到头来找不到衣归 徒儿要记住 修道这条路 中 小 人 意识根本 不渴望 是精神的方向 不渴望 九四个字 那半道脚步如何走呢 经典在深奥也得从前进做起 今日为师要讲的最浅的第一步 不诗 写上 何谓不诗哪 徒儿说说 师尊老大人请数位班员回答 不诗二字容易 要同讲出其真实意 难哪 两句就没了 修道不是在文字上讲道理 是在文字下物真理 那道理是什么呢 道理是迁移迷昧的方法 真理却是亲身体验的功夫 徒儿都得到五年十年了 可有往心地下功夫 不诗虽是简单的动作 简易的明白 但是徒儿深入了吗 学到没有侥幸 踏实了才能稳定 相信在座徒儿都做过不诗 是吗 班员答 是 或许徒儿不诗过十遍了 或许徒儿不诗过一百遍了 但是徒儿们哪 是不够的哪 不诗是六度万行之一 万行者 不是行一万次 而是不退转 徒儿想想自个儿心到心的时候 所行的故事是多么的自然发心啊 徒儿想想自己老到亲了 所行的故事是多么规定 所行的故事是多么规定而反应啊 百途呢 百途呢 一场班会能在如此庄严的佛堂举行 百途哪 是自然的发心啊 还是规定而反应呢 百点传师答 自然发心 若无真不诗 在庄严的佛堂也只能融下一个众生 那个众生叫做我 若真不诗 这佛堂里能存在多少众生啊 百途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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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真不诗 这佛堂能存在多少众生啊 百途哪 算一算 百点传师答 无数的众生 百途哪 算一算 百点传师答 八十九 老师只能说 不止哪 百点传师答 无数哪 四来一盘 百途里这吧 在座徒弟们 好久没自然发心故事了吧 恩 徒儿们哪 好久没自然发心故事了吧 班远答 是 今日徒儿到这边不失了吗 不失了规定的餐费 是否哪 徒儿们 好久没自然发心故事了吧 班远答 是 今日在为师面前表现表现如何 提各功德相出来 在座徒儿准备准备中途哪 写黑板 白途过来 端着 乾坤徒儿记着哪 此时此刻是自然发心故事哪 徒儿 徒儿听懂话吗 班远答 听懂 白途收集收集 写训文 师尊老大人批圣训 白途哪 绕几圈了 重新再一圈 白途回来 靠过来 徒儿 徒儿们都做了不失吗 徒儿都做了不失吗 班远答 做了 是被规定而反映 还是自然发心 班远答 自然发心 是被规定而反映 还是自然发心 班远答 自然发心 在徒儿行不失的同时 受左右两边影响了吗 班远答 没有 在徒儿行不失的同时 受数目字影响了吗 班远答 没有 太多了吗 班远答 没有 太少了吗 徒儿行不失的同时 想想这钱会用到哪去了吗 班远答 没有 为师不讲钱 为师讲不失 为师不看树木 为师看徒儿的发心 三分澄清 七分感应 七分澄清 十分感应 这是真理 看到徒儿自然发心了 那这钱还要回 不要回 徒儿自个说 这钱还要回 不要回 班远答 不要 明天一点的时候 徒儿再来决定 要回 不要回 记住 在一点的时候 做决定 要回 不要回 徒儿啊 在一点的时候 做决定 要回 不要回 班远答 不要回 在一点的时候 才做决定 要回 不要回 徒儿听明白吗 白徒那 把箱子交给成徒 要回的就要回 不要回的就盖 佛堂去 明天一点 的时候 徒儿再做决定 这钱要回 不要回 徒儿啊 好不好啊 班远答 好 什么是故事 训文念一遍 从第一行开始演 徒儿知道了吗 徒儿明白了吗 修到 末修表面 从粗浅的 也可以深入 徒儿说 徒儿说是不是呢 班远答 是 今日一个举动 就那么一个心眼 只两个字 就能彻彻底地告诉徒儿 悟到有多深啊 徒儿 徒儿记住了 徒儿记住了 一点的时候做决定 这故事要回不要回 好不好啊 带会训文细解答 写上 影词 假 曾图那 符号 负责好 一点的时候就决定吗 要回的 要回的要回 不要回的 盖佛 堂去 别爱徒 反天交命 诗云即时自免 夜经于情荒于西 行尘于思 毁于随 劝君即时加自免 寒冬独立一枝梅 理事长家言 人生重视生死路 王昆德 古德云 我本不欲生 忽然生在世 我本不愿死 忽而死其至 庄子卫 死与总结道 方生方死 方死方生 简短的话语 除了见得两者是觉悟的智者外 同时都表达了对生死轮回的无 奈 道尽了全天下人共同要面对的课题 以及心中的困惑与痛苦 记得人生 落 在五拙不尽的红尘中 有着生 老 病 死 求不得 爱别离 愿憎恨 古因是 圣等八大苦 真是苦不堪言 越老越能体会各中三昧 所以若能选择不来人世间 当然是最好读过了 待业往生 似乎是铁的因果定律 人有否觉得权利吗 当母亲怀胎 当母亲怀胎十个月之 中 是问喜滋滋的父母有没有征求过胎儿的意见 是否愿意被生 是否愿意当自 记得孩子 如果胎儿有同意权 选择权 恐怕世间便没有穷困贫贱非为者 因为 大多是要选择含着金汤匙来出生 情愿身为父有权贵子弟 可少奋斗打拼好几年 呢 但人有这个最基本的自由选择权吗 因而呱呱落地 四在诉说者不愿 得无奈抗议 有人以自杀了结残生 不正是对人生的苦痛与生而无选择权作无 焉的抗议 忽然生在世 人生而苦 生而不自由 便是此生注定的了 何以我本不愿死 只因此是全部的无 人在苦中挣扎奋斗所振的的 名为财富 权势等 得来无益 看着新生子孙的诞生 认定是自己生命相果的 传承 这些都是自我生命价值意义的展现 即之可以苦中作乐 即之可以自我安 为得益 一旦要面对死亡而完全放下 全部归零 归空 再也看不到自我这一 身所努力的结晶 怎生舍得 怎生甘愿 怎能不惶恐 不畏惧 所以一般人洗身 而常生不死之余之痴刑 有生便有死 似乎是铁的公平定律 人有否觉得权力吗 死神会询问将往者 痛不同意 痛不同意吗 厌语于未曾助身便先助死 大献一道 严罗王注定三根 死绝不留人或五根 半刻不延迟 一点都不通情 甚至远往生何处何者 也 不是人可以随意做选择的了 忽而死其志 有生便有死 死而不自由 也是 此生注定的了 此生不论是欢天起地 或是惊天动地 一切都将转眼成空 不论是难来为往 亦或是东风七袍 终归黄粮一梦 终在生死轮回道上流转 无有出奇 所谓 行尽世间天下路 唯有修道不误人 白羊修道是信寿信礼真传 天坊华号的 俯抽离 有道可修 可办 有超脱生死轮回 离苦得乐 成圣成佛的大好机缘 岂可不好好把握 思之 免之 从一贯到总会训起转载 成前人的话 世间才世间用 乐物 俗话说 金钱非万能 无钱却万万不能 钱财在世间非常好用 很多的 方君需要金钱 大致国家建设 国与国间之往来 小致个人生活所需 十一 住 行等等 均要仰赖它 金钱虽然很重要 但并非绝对 人生除了金钱之外 上有许多东西 营养不品 想要买 回健康 但也无法买到完全的健康 这就是人生 这就是人生 钱财 钱财只要够用 能用以养生 照顾家庭之所需即可 能 养有健康之身体 行友谊社会 利益大众才有意义 因钱财对人的诱惑也成了 上天考验白羊修士的最大利器 多少白羊修士就在才考这一关 考得东倒西歪 很多人因此而退缩 这是多么可惜呀 陈钱人常以世间财世间用 来与同修们雇眠 钱财世人世间用得到 回归之后是无法带去的 所谓世间用 即将有限的资源 做无限的运用 建造道场 让大家有个安心修道之处所 能充实法资粮 将宝贵的大道能传遍万国九州 拯救神明的原佛子 均能回老母的怀抱 历代祖师介绍 十一 王子 第十一代祖师商汤 商汤姓子氏 惠吕建都于豪 安徽豪县 是英王主鬼的儿子 身高九十 白白的脸孔 脸型上肩下广 头发浓密 脸颊的两旁 尝着秀美的虚然 看来却 时事已表堂堂 气概不凡 商王陈汤 善政清明 每年多次出许 访问明末 探求林间极苦 设法改进 一天 震荡风和日历 百秒共鸣 群兽藤月之际 商王陈汤来到医的 看见脸 人陈群布置陷阱和罗网 不枉的人喜气洋洋 高声祝道 从天来者 从地来者 从四方来者 都进到我的罗网中 无遗漏网 商王陈汤于心不忍 便向前将 网解除三面 只留一面 并改祝道 想到左边 便到左边 想到右凉 便到右凉 想上去 便向上去 想往下来 便往下来 不要活命的 便入我的网中 列人文后 大胃感 懂 这段网开三面的佳话 终于传遍天下 由于汤王 诗秦仁正 再加上有贤相 伊尹 仲徽的辅佐 使国是日渐强大 天 下归心 这一来 终于起下 结王的不愿 下赵秦拿汤王 御将之关于军台 信经 伊尹的奔走 准备了大批的国宝 金氏 青铜 白玉 真丸 美女 一半献给劫 王 一半献给劫的宠臣赵良 得赵良的疏通 方将汤王给放回来 据说汉水以南 有很多小国 听说汤王的人的已经广被告了秦寿身上 大家都心悦臣服 纷纷来 归父汤王 一下子就有四十国之多 可是下节还一点也没有觉察到存在他身边的严重威胁 还照样昏天黑的得完 耍作乐 任情无畏 他甚至把公园里养的老虎放纵到热闹的市场上去 看人们惊 害狂奔以为余乐 城下如果有敢于见证他的无形乱围的 他马上就把他们定罪 重一点的就赶掉脑袋 后来定罪和杀头的人多了 汤王听了心里难过就派人 去辜掉这些无辜的受获者 下节恼怒汤王这种行为 认为是故意收买人心 拆他的台 便听了禅城赵良的献祭 下道赵叔用了一些表面上好听 叫人不起疑心 的话把汤王赵到京都来 等他一来便不由分说 把他关在下台的重拳里 下 台市下王朝特地修造的一座监禁重要囚犯的监狱 又叫军台 地方据说在京河南 羽县南部 重拳又叫种拳 可能是监狱里的的下水牢 汤王一来便把他囚禁在 这里 像他这样的 各养尊处优的贵咒 何曾吃过这种苦头 差一点就给弄死了 后来总算汤王国里 来了人 带来大量的财物和宝贝上上下下打量使用 下节也是爱财宝的 剑钱 眼开 居然没有考虑后患 就轻易的把汤王释放了 汤王回东方后 积极教化万民 并与其得责赶化边疆的 故国及婚屋 软硬间 诗 使之口服心服的归入汤王的领导 应在此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形下 终完成了令 使上使命 陈汤革命 调明罚罪 将一代暴君下节放逐于南朝 经安归朝县 众百姓于劫王被俘后 不但感谢汤王解明道玄之功 并纷纷要求陈汤能继承 陈汤 陈汤 既然 要求陈汤再选一位 仁君天子 不敢造赐 然今 全国民意调查的结果均一致推举陈汤为王 陈汤在万民拥戴下便难念为王 改 国号卫商都于博 陈汤自他的先祖器到他曾经发次迁都 到商汤才在博这地方建都 因为他的先祖器的父亲叫帝库德 曾建都在博 汤为了追思先旺 所以就从商丘迁到博 来 汤王刚登上天子的宝座不久 接着就是大汉七年 江河里的水都晒干枯了 石头和沙利都快要晒融化了 人民都叫古连天 求你老是求顾下来 使官补了衣 客说应当拿人来做牺牲 才有下雨的希望 汤王说求你原是为了人 明假如定要拿人来做牺牲 那就让我来吧 于是身穿粗布衣服 手里拿了衣 树白毛 坐了白颜色的车子 用白马拉着 到英明族神社所在的地方 桑林去 亲 自向上帝祈祷 请求降临 人们抬了三足顶 打着旗帆 奏着音乐 走在前面 汤王的马车 跟随载后 面慢慢的走着 一路上就高声朗 送着求你的助导文 到了桑林 汤王下车走向 神坛默默的向神做了一番祈祷 说了一些我一个人有罪 不要连累万民 万 民有罪 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等等的话 然后用剪刀剪下他的头发 又剪下去 得长长的指甲 一起丢在神坛前面的火堆里烧掉 这表示他为了人民不惜牺牲 自 几 可是剪法断找这种牺牲 在一个做天子来说 是很难得的 像汤这样能够 关心人民痛苦的帝王 真称得上是一个贤望了 所以当他把头发和纸杆丢进火堆 里去烧掉以后 据说请客间四海的云都聚集猛来 千里的雨滑滑的倾盆而下 七 年的大汉在一朝之间就消除得无影无了 汤王及地位时 年以八十有七 更积极从事农业改革 使农产品产量大增 古仓引脉再加上青铜器的制造成功 使器物更普遍使用代表国家重器的顶 亦应运而更具规模了 商汤传传国六百四十四年 一经研究十二 陈永宏 第十四节 魔方阵及其尽得修业之关心 一 魔方阵的研究 戏词传约 戏词传约 参五一变 错综其数 通其变 遂成天地之文 及其数 遂定天 下之相 非天下之至变 其数能语于此 第九章第三节 戏词传约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 亦知序也 所乐而完者 谣之此也 是故 君子居则观其向而完其词 动则观其变而完其战 是以自天佑之 及不利 第七章第五节 二 诺书三三方阵的做法及其含义 不义 天武居中不变 象征者行上之道 不二法门之礼 故称不义 得此中武之道者 即能负起奸善天下之刃 达公与天地合其德 与日月合其 明与四十合其叙 与鬼神和其其凶的大人境界 辩义 若书天武以由内而外 由一本三万书 由行上之道演化形下之器 由体 至用 故称便义 得此道者 虽不能成大人 圣人 真人之境界 但亦能达宿位而行 以尽人道 知任 以成忠孝之人 此即佛道未成 先结善缘也 三 由若书方正论 五五方正的含义 及天道的关系 与佛家之关系 佛陀留万字 为佛记 暗示成佛之道 如是我闻之处 南海古佛闻身 就苦十方来 十方去知显也 子竹灵中观自在 白莲座上线如来 世尊于 我友正法眼葬 涅槃妙心 石香无香 唯妙法门 不立文字 教 外别传 父主摩喝家夜 佛陀身于无忧树下 得道于菩提双树下 成道于佛罗双树下 佛在灵山莫远求 灵山只在五星头 人人有个灵山塔 好向灵山塔下修 灵山寺 五逢塔 三宝殿 七宝石 班洛门 菩提路 设立塔 与耶教之关系 圣经一书曰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 跟我走着 不配做我的门徒 新约马 太福音第十章三十八节 耶稣对门徒说 如果有人要跟从我 就得舍弃自己 背其他的十字架来跟 从我 新约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四节 有关于十字架的记载 不胜梅除了上述两章节外 尚见于其他章节 请参阅新约全书 与回教之关系 他们彼此说 你们只停留时 古蓝经 与道教之关系 称玄观俏 丹经中之名词 五行山天地临根玄聘之门重要 之门 与儒教之关系 称为明德之地至善保地率性之乡 方寸保地大中之地 黄中通理中央正位 道义之门临台神明 又曾子曰 拾目所示 拾手所指 其言呼 大学第六章 孔子曰 时事之义 必有忠信如秋者焉 不如秋之好学也 论与功也长 第五 孔子曰 谁能初步由故 何莫由私道也 拥业篇 四 结论 继功活佛曰 三界十方的诸佛菩萨与众生 都在为此一次弥勒应运之普度 因缘而庆幸 尽其悲愿全力的为三草收缘工作而努力 而主导这项大因缘的幼哉 人间完成 徒儿啊 你们这群白羊修士应善 去寻找片刻的宁静与安详呢 所以 为什么现今各宗教能够大行其 道 都是因为在这个科学尖端的时代 每一个人的内心都非常的贫乏 并又迫切 的渴求能在精神上得到疏解 因此 宁静与安详变成了现今人类的渴望了 如果你们想得到宁静与安详 在座有人当老板急的就回去试试看 补果园 公对你埋怨说老板不加薪水 或是员工跟你有劳资纠纷时 你就多用一些爱补趣 关照他 给他鼓励 以鼓励来代替责备 为师相信 大部分的人绝对不会跟你记 叫薪水 也不会跟你有劳资纠纷 也就是说 大家都希望减轻压迫感 而你平时 却不断的要他去开发市场 要他去受训 那么 他活在这个充满压迫感的环境里 一定会感到非常的不安 相反的 如果你给他一些爱补 一些鼓励 一些鼓励 那他绝对 会为你拼死拼活的为你尽忠 你们相信吗 如此 彼此间便减少压力与冲突 您 静与安详 不就自然的显现出来了吗 这您静与安详的人际 自己关系是需要用心灵去教会 与感受 而不是用全数去指派 或往来的 所以 有时候你们也需要让自己清静 清静一下 而进入佛堂听道就 是足够让你的良知 良能觉醒 让你的自信之论 让你的主人翁做主 徒儿们可知道 禅师他天天在参禅打坐 是在做什么呢 他是天天在问自己 的主人翁 主人翁 醒醒否 有时候你们看禅师好像疯子一样 其实他是在 问自己的主人翁 主人翁就回答他 醒着 醒着 一下子又问说 以后不 要忘记哦 记着 记着 所以你们每天都要问这几句话 主人翁 醒醒否 以后不要忘记哦 记着 记着 唯师希望能借着这些话 开启你们的智慧 参禅也是在收拾念头 随时用主人翁来唤醒自己 就不容易被怪在这些声音 车水马龙 交响乐 掌声所迷惑 我如善真 真人善路 辱若不行 过不再真 我如良因 知病与药 辱若不服 过不再因 大家在这个团体当中 好好的修行 浅浅们提供你一个良好的环境 就当闪 握良机 虽然医生有良因 也有赤脚医生 但最主要的是得看自己的选择 而你们今天既然遇到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就要好好反省过去的种种贪 甜 慢 疑 去接受佛菩萨之善愿的引导 由此案走向彼岸 懂吗 今天大家都得了同样的病 也就是第一号杀手 这个癌症 生死就是你们的 癌症 对不对 只是有的来得早 有的来得晚 就是生生死死的轮回病 三 十年 五十年 七十年的岁月 如果这一段岁月过去了 你还能够回忆什么呢 那岂不是个难挽回的生死之癌吗 所以说 是梦 是梦 世间就如同一场春梦 而梦总是会醒的 人世间的无 常病不可怕 可怕的是人在无常当中而不自觉 不知道要怎样去超脱 生病病不 可怕 可怕的是你自己不知道已经病了 然后慢慢的由第三期转到无常的末期 是不是 如果你人在原地踏步 那么无常就永远如影随形的跟着你 庄子有句话 天是棺材盖 地是棺材底 走了三千里 你我还是在这里 想一想 想一想 是不是很难脱出无常 因此 我们先要认识无常 才能够由无常走向 安乐 认识了无常以后 那么你们想要超脱出去 旧的要深信佛的愿力 深信自己 是业力的众生 才能跨过这个生死的人海 解脱无常的束缚 你要绝对相信到真 理真 天命真 菩萨所发的愿 绝对是真的 把你整个生命交给菩萨 那么当你 灵命中的时候 才不会感到无助 现在你在你的当中 由菩萨给你引导 慢慢的你就能够自信自度 你就可以 找到自己的那个真佛 那个真实的生命 为师的爱头脑 人是你的佛 佛是物 众生 徒儿们现在是在你的当中 所以才必须借着善知识 来为你开导 借着 你自己的主人翁 来告诉你随时要醒着 不可以再做梦了呀 懂吗 如何是天堂 如何是樱山 简文清 一 前言 感恩的心 天堂樱山存乎一心 心可做天堂 亦可做地狱 佛经于 一切万法皆由心造 三位砌砖师父 砌砌砌强弃一栋佛堂 二 天堂乃道德之通 天堂代表祥和宁静 愉悦清静 是世人唯一选择责的地方 欲望天堂 这条路唯有道德可行 道乃德之体 得味道之用 体用兼害互动有始至终不退 转 而天堂自现 在修饭道中如何接受更多的磨练 考验 集体症 透过十二音源 六度万行 通过种种考验 使令误入 进而来了解生命之真实意 而咱们的心思动念实证 是邪是对是错 乃决定我们的去处 因为天堂果位乃是人坚定 成功果实乃努力忠诚 三 道之所在 庄子 道在疲败 道在瓦砺 道在实义 道本无行 却成全一切行 道本无乡 却成就一切乡 故有生成造化之机 有运转乾坤之能 明慧正见 明辨是非善恶 不存仁我 故使两位武士的真执 风动与翻动 实质思维 对实境的体振和老前人一生犯道精神 出口正语 口出清凉语 待天宣化以迷入物 善与恶语 举止正眼 修道人应有的内涵 作为道清的风范 守身正命 以道位最高标准的修持 居子死守善道如莲花出污泥而不染 作为精净 作为精净 道物 道学 道心在面对多种考验中成长 立心正面 心净则佛途径 念姿在姿 二六时中不离道 修持正定 行一切处亦不着一切 要有大将之风 纵然面对考验现前 亦能维持道心部 退转 四 德之所施 德乃道之用 道虽无形而能显 如四季日夜 修道人为一大事因缘而来 必有所作为才是 立 我很有爱心 爱无形无相违从行动表现周前人于心加坡办 道 有意求道人的发心修道非止口说 要能置心一处 我所不败 任理实修 道真理真天命真 修道不能施真 尊规守举 佛规理结 是修道人的守则 开光禅道 既往胜之绝学 开万世之太平 宏观的道念向道各地开荒的浅显大德至最高 敬意并效法他们修办道之精神 三师并行 不施能舍才能除贪念 舍身济世 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离苦的菩萨愿力 一心一意味道望区 认明协政 博学之 审问之 圣思之 明辨之 笃行之 不知力不以为君子 忍辱负重 为达成功前再大的苦也要忍下来 因为春天不远 不但改过 有过则改 如了凡似序 子路闻过则败 知耻尽忽有 五 阴山改弃至之爱 阴山 代表 黑暗 痛苦与无奈 如云云众生的佛性 皆被无名烦恼所欺负 弃柄居物欲弊 清净经 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 未有忘心 弃之所致 背离忘心 违反良知 不信因果 我行我素 不受施力 实心用事 自我自专 形同迷人 八邪居心 明修战道 暗渡成仓 有目的之修道 良心被欲心所轻 一记退缩 如 狐疑不信 不信则退 朝勤勿处 道心不坚薄弱 亦受外道不过 舍本诸墨 不求实际 指众外在 朝三 目四 七师 灭祖 七上 弘下 为反道归 反道败德 道中之罪人 为规 破戒 戒律如法律 六 执之所限 人 人 因习惯而养成的一种特质 习惯有好有坏 先天不足 后天可不 若再不补 因山事后 反怨败德 被盗而行 为反初初心 明知故犯 明知山有故 偏向苦山行 明知故犯畏之罪 贪邪气震 不能坚持道念 气本如墨 舍前气后 不遵前提后 自障又障人 潜财不轻 三轻之一 不负己任 人能红道 而道非红人 邪说诱人 不依正法 自专自悟 送发力事件 为十倍母 天时应欲 不及时把握时机 违反真理 因山背后凄凉 七 结论 八正道 十五条佛规 提醒我们 圣读的真功夫 修办的真实意 以人心和天心 谈经语 菩提指向心 密合劳向外求学 听说 因此修行天堂 只在目前 十二因缘 供奉成 一 前言 何谓因缘 一事成因 当尽染缘 因缘相续 生死无尽 故约知 十二因缘 每一阶段都是果 现阶段果 必为上阶段的因而来 称为果源于 因 由此阶段之果 为又变成下一个后果 之前因 又制造后果 如此产生的关系 叫做因果关系 促成因果关系的 桥梁旧事源 故有因果就有因缘 二 任是十二因缘 十二因缘又名十二有之 或十二缘起 是说明有情生死流转的过程 滋将时 二因缘与三是因果列表简数如下 假假过去是二之音 无名或过去所造音 行也 以现在事物之果 十 名字 六入 处 守 并 现在事三之音 爱过 去 现事所造音 有也 丁 未来事二之果 生 老死 按上表 由无名向老死转言 这便是在生死界中 无始无休之流转门 如果既知当事之苦 而灭其作业之我 既知未来生 老 病 死之苦 于现在事 则不作其因 这便是终成法之还灭门 修得知己果便是辟之佛也 三 自将十二因缘简数如下 无名 生于过去是之祸 烦恼根本复必智慧 失却真理 无名就是不明 无智慧 乃一切烦恼的总称 由最初一念望 让必本绝鸟 明 于真空时相里 我所明了 因而忘生一切执着 此为无名 行 因无名弥见所犯之作为 亦由过去是之烦恼 所作之善恶也 行事造作义 以心为主 生为从 心以贪嗔 吃饭 以为我的反应 然后产生 身口意的行为动作 便构成造业的事实 当起心动念时 皆被无名伴助 因此美 一个行为动作皆是造业 十一过去是之夜而成现世受胎之余念 十九是夜时 藏入八十田中 是人生的总抱主 此时随夜受报 未过去 夜力所趋 携持所造之善恶种子而来投胎 明色 有神时约明 有行直约色 在母胎内六根上位聚足之活动也 明色明指心时 即神时出头胎时之位 色指形体 即父经母血混成之肉 团 由于一面爱染投入母体为名 懒父母是白二体而成胎位色 因为出头胎时 六根位成 时心不能显发其了别功能 但有心的名称 没有心的作用 所以不 称为心 只称为名 出头胎时 形体位全 五官位聚 不便称身 故诞称 色 此为因胎出名 还没有完成六根的一个阶段 六入 六根以聚足 将要出胎之争后 六入即六根 在母胎时个月的中间 由明色渐渐成长到六根完备 于出胎 后对六成竞有互相摄入的作用 故名六入 处 出胎与外界开始接触 至二三岁之间 还未明了苦之感觉也 处即接触 根 成何何而成处 指出胎后六根与一切外境之接触 当小孩 二三岁时 天真淳朴 六根对境 但其单纯之知觉 没有增爱的分别 此为六根 交际一切外境的一种作用 受自外界所受之苦乐渐渐有感 约在十四五岁之间 受即领受 领受所处之境 根境相对于为顺二种境界上 生起苦乐二种 感觉味之受 当四五岁至十四五岁时 年纪稍长 知识健胎 知道接受一切境界 对于饮食衣服玩具等 都有所求 具能分别好仇 维护深攀爱之心儿 此为对 境所起的一种情绪 对境分别苦乐之感受 爱 约在十四五岁以后 生起种种强盛爱欲 包括相对之分欲 爱及贪爱 与所对境 能起贪爱 当十一 二岁至十七 八岁时 年将成 人 欲望济开 对于五成欲敬 心生贪着 为尚未广便追求 文中虽单举爱字 其时亦含增自在内 所谓欲顺境时则其贪恋之心 欲逆境时则其憎恶之心 慈 未对境所起的一种贪恋爱欲心 取 因爱欲之赤胜行持诸敬寻求所欲或是因增而生之舍事 取即忘取 追取 二十岁后贪欲转胜 于一切尽 广为追取 文中虽单举 取字 实即亦含有舍字在内 所谓欲可爱之乐 尽则念念贪求 必尽心竭力以求 得之后以 欲所增之苦尽则念念厌离 必千方百计以徒舍之而后 此为爱染 欲尽的一种需求 前之无名是过去或 今爱取二之为现在过 同时又为未来因 有 因未取之烦恼 生起种种之夜行 造成未来之果 有吉业 有因有果之味 由前既因 爱取 生后既果 生老死 业令 迁引 因果不亡 遂也成三界轮回的事实来 换句话说 由爱取二者所驱使 而 去造作种种有漏之夜 已敢为来生死之果报 前行止过去夜 今有止现在夜 虽属现在 却未未来生死苦果之因 此为所受业力 感报的一种因缘 生 因现在之过夜 而受生未来之因果 生即受生 以现在所造之夜未因 依因感果 必招来是受生 再四生六道 中受生 此生之一知通因通果 若对前之爱取有三之而言 则属未来受生之 果 若对后知老死一知而言 则属未来感果之因 此为未来受报的一种活动 老死 至未来是 由受胎出生以至于老死 其间之留过作业 而遭未来之苦果 也 老死及老衰和死亡 诸根衰败 叫做老 生坏命中未知死 既有生就不能不 死 则四大患驱 自然从少至老 无常转变 必至于死 如然相相似的 渐渐消云 调 想有生 不死 常壮不老是 绝对不可能的 老死本来二世 何故何谓一知 因为 老不一定有的 如一般腰伤者 则不立此阶段 故与死何谓一知 死为未来受报 的一种结果 总之 无名是一切烦恼的 总头目 行事生死的创业者 实事生 死的责任者 名字 六路是生死的夜报生 处受爱 取世生死 的犯罪者 有事生死的沉醉者 生老死是生死的受刑者 十二因缘的 名义 大约就是这样 四如何修十二因缘法 无名是起因间断因 莫作心疆 四在修原力 缘对境修除 若于转处不留情 凡心勇处纳家定 才能在五八六七果因转中 转十位置 三曹普渡 编辑部 一 前言 自古以来 每逢人心返常 随之行成劫运为 信上天有好生之德 孔殃及善良 便暗中降到度贤良 如果只是有劫而无道 则天理就必混淆 善恶是将同归于 静 或则降到而无劫 是为善恶不明 良有不分 欲识难判 由于这般的错行 是问世人还肯向善归正吗 师尊曰 非道不能整善性 非劫不能锦于完 所以天 道的显路 多降在劫难之时 劫在民处显路 道在岸里传 所以真道非十步降业 经十三期大道降世 大开普渡 拯救有缘人 今天后学就以三曹普渡 来跟各位 研讨 二 何谓三曹普渡 三曹即天曹 天神界 人曹 世间人界 地曹 的富贵魂界 也 普渡 普者 普化 普遍 广大也 变化三界也 天地人界 渡者 引渡也 有苦海之此案 引渡极乐之彼岸也 三 普渡之应有 与道降火宅 道是非时不降 非人不传 现今天时 已到末节年 人心不古 为己之利益 人伦道德 荡然 无存 人与人互相猜忌 互相争斗 造成社会动荡不安 国与国战 真不习 成为人间大地狱 因此上天慈悲 为挽救天下苍生 到降火宅 特命计 公国佛 岳慧菩萨 长道 盘大 开普渡 使人间善性 各个能得到 修道 脱离 劫难 四 普渡三草 与人生 初开普渡 上天老定力 渡生 不渡死 后来 成蒙三观大地 地藏古佛的 肯齐洪恩 才获准阴阳齐度 才有 三草 普渡的成立 太上无极混缘 真经约 上可渡 和汉心斗 弃天诸仙 成大罗 中可渡 人间生灵 云云苍生 脱轮回 下可渡 的府幽民 恶鬼畜生 可超生 上可渡 和汉心斗 弃天诸仙 天曹 过去修行之事 炼弃之客 因为遇上天 开恩普度 不能超弃入理者 以吉弱 干忠臣 孝府 猎女 劫妇 义士等 虽然这些人 可生畏弃天之神仙 然不得天 道仍然在气数中 难脱轮回之苦 不能返本排缘 现逢三期末节 大开不度 故弃天诸神仙 到处筑道 横宫立德 或常随先佛道 圣堂归 完注书 或到处显化酒 苦 至公元果满之时 就找徐前世有缘之人 担任以保囚的天道返回离天 永托 轮回 但是弃天神仙之度 法教为凡难 经举一例余下 以前南部有位极虔诚的道卿 一天晚上他梦见一位王爷 托梦给他约我前 是与你前世有缘 望你能度我求到 起初这位道 侵犯性犯疑 但是接连数日梦 竟都一样 于是他就请示点传师 点传师说 这是你的前程所感 理当度他 可是神仙并无肉体 一点疾能直超三件 返回无极理天 故度神仙之功得废要狠 多前 这下可难倒了这位道卿 因为他的家境并不富裕 其有余额超度此先 为 此大位烦恼 点传师慈悲未怀 不忍见其忧虑 便联合几位前程的道卿 一起分担 这功得废 可是这晚王爷又来托梦 曰 我要求道只能有你的力量度之 因为我 的缘分只结于你 这位道卿就问他 我家境贫寒 那有能力度你 王爷说 你还记得吗 数年前你曾借钱给李某 他如今正要到香港谋生 正想排钱给你 你速去取之 这位道卿于是自日立刻到李某之处 果然正如王爷所言 他的钱 后 在奏上家中少许的钱 正好足够 最能顺利的超度了此王爷 此后 他没有 显然 皆能得王爷相助 因此行道也极为顺利 这是他 虔诚所致 终可度人间善男性与人潮 天降真道 就是要将此唆佛世界化为佛国 是要将人之私心 贪心 争斗化 为公心 平心 有良心之人 因此唯有将天道推行于天下 才能起人之心智 有 智才能分辨是非 使人人归回良心善性 这样才能度化女周遭之亲朋好友 使人 人皆可求道 所以度人是大家之责任 因天不言 地不语 唯有人方能待天传道 顾孔老夫子约 人能宏到 非到宏人 也是大家行功利得的大好时机 圣哲人约 真理这一件事情知道的人就有责任弘扬 更何况四海之内皆兄弟 我们同位一只子 同胞兄弟姐妹 省伦苦海 我们应当发挥慈悲之人 爱精神 出援手 出援手以度之 因为唯有求道 修道 才能使每个人得到最幸福之人生 下可度地狱幽幽并 命伟魂的曹 人生在世 孝替魏本 孝有甚凡之别 世俗之孝 生世之以理 死寂之以理 顶多是尽到为人子女者之心意而已 却不能消去父母生前之过错 使他们超脱 轮回 超生了死 故此孝只能视为小孝 如有真心做孝子 自当追思父母生我欲 我之功劳 恩众如山寺海难以报答 更硬度之使能脱离轮回 而欲超伐父母者 则非修道不可 在道中行道建立功德 以至其家就可超伐父母 父母之亡灵已经 超伐即可天仿卦号 地府除名 而归于礼天堂 天佛愿自修堂 今百日修炼 恢复纯阳之体 然后再由上天派三观大地 暗宫定果 但其果未需与前身之修 养及子孙功德为标准 亡灵经百日修炼后 若经济功活佛恩准 则可到佛堂结 原批序说明地律行法轮回之苦 如何超脱 如何非生极乐 享受欺福 以及生前卫办理经厨之事 灵中未经主明之言等 这才可为超伐亡灵确实之验证 以下 可举一例提出说明 鬼魂求道或者超伐之事加以说明 助超伐有以下几项 孝拔父母书拔至七祖 替拔兄弟姐妹 结拔丈夫妻且 此拔儿孙其女 一拔师身亲友 以上所令 我们就可知道求得真道及修道行道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 尚可 超伐祖先 下可福音儿孙 先佛慈悲开示 这依次三奇事 惊天动地 不管先或是 佛 到庄下是 重新建立三奇功 一功定果 不管人或是先 未到而办 仍然是 不差一 特赐品连 不分以前是先 或佛或神 不分前是人 或鬼或处 这一次 三奇节 重立其功 皆可成先圣佛 返回礼天 五 结论 在此白羊末节之中 天道将士三草普度 上天此非令老师 既功活佛 岳会无 萨将士普度众生 日夜不分 牺牲物力 财力 人力为三奇 收缘之事 分波 我们 正逢此时得此天道 也应尽己之力 为了众缘人 为了祖先之超伐素 修道 半道 行功利得 财富富今生为人也 最后以一首祭语 跟各位共勉 时至天运风云起 三草普度逢时经 经得三宝情修炼 超得祖先因孙儿 拿出真智慧能灭诸烦恼 编辑部 一前言 佛陀正悟时 一切众生 具有如来 智慧得相 但因妄想 执着而不能 正悟 二 实性中 具足真智慧 祭 既约 光明智慧根 照见心法见 欲求真实性 一切魔所见 伦颜言经 知见力之即无名本 知见无见 思即灭盘 一名解脱 六祖 不见一法存无见 大四伏云遮日面 不知一法守空之 还如虚空生闪电 此知知见偏然心 错任何曾解方便 辱当一念 自知非 自信灵光常显现 心经 观自在菩萨行身 翻若波罗密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观心至心时 因烦恼习气太浓厚 才观不进去 这叫观念 我心浮躁 不安 定 烦恼如明力量大 所以遇到什么静 就转什么心 自在就不自在 简 照见 既而常照 照而常定 就是自信的本体显现 内观其心为常照 外观其心为常定 简 五欲 色受想行时 五种不同因缘组成的如能照见五蕴皆空 用本体制 会光 会光 内照自见 使五蕴变成空体本性 由空体本性 使五蕴皆空 使缘其性空 一切苦恶自然就消失 惹悟自己的本性 你就打开自己宝藏库 不论是隐还是显 他那光明灵通的 本性就出来了 三 妄想是智慧的大帐 我们的真如不守自信 随缘结成妄想 妄识 妄念 妄心 刹那不停 胡思 乱想 被五欲裁 色 明 时 睡所束缚 结成诸烦恼 而不能证得 神识都是缘的引导 如果神识找不到缘 神识就回归自信 那就是全妄皆真 神识变成真的 真的就是佛 简 如时神欲缘就要转组缘位住缘 要转实位置 六组 转处不留情 真 的智慧就出来了 妄想 是一种虚妄不实才产生妄想 因为妄想似梦 所以称为梦想 如众生 迷失 认为诸法皆真 如果你透视一切都是佛性 那你的妄想就会变实性 见天是佛性 见地是佛 性 完全都是佛性 没有一向不是佛性身的自信充须空便法界 初步修道时 心动就是妄想心 就是生死心 不动是清静心 如果修道大福 萨静见 心静是清静心 心动而对一切事物分别时 也是清静心 并不是妄想心 它完全是清静心 简 不断摆思想 对静心竖起 这两句话就是真旺不分 真的却是旺 旺的 却是真 真旺合成一个心 对静心竖起 也是一个心 不断摆思想 也是一个心 你说是真心 但妄心在做事 你说是妄心 但却真心 做主 这里没有妄 没有真 但妄在里面 真也在里面 做事是妄心 不动是真心 四 执着是智慧的锁链 执着是自己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执着是自己拿绳子绑自己的身 世间最沉重的枷锁是我执 所谓我执自信被战 执成病 执成魔 身心动念及关于法体 比如咱们修办到要做什么职位 要执什么位都是病魔 都是离开修道本体 欢说我这个人救世的人 觉悟的日子非常的遥远 简 佛陀语 四乡无法除 我之无法破 法之无法灭 那怎么见无来呢 固执的人用不着被他都被口舌 失败的教训会叫他回头来找你 凡夫折乡 心逐尽有 常与不绝 一切万法由心生 心生万法 立化众生 为万善行万善 而不知万善 是迷 理念 简 凡夫迷昧 皆执着于一切须 而不失望 而不真的假相障 由于心有所住 而起心动念 于是产生善恩别心等等 五 结论 六 足于 以大事者 佛知之见也 是人外离这乡 内离于空 若能于乡离乡 于空离空 即是内外不明 若勿此法 一念心开 是未开佛知见 即是断见思 或断成杀祸 断无名祸 这就是大彻大悟 何来诸烦恼呢 修道与持斋的关系 理念章 一 修道人为什么要施斋 修道人以慈悲为怀 也吉人得之心 推己吉人之心 以此行道就是修道 而施斋 而施施时 不伤害悟命是人的实践 基于此理 不吃三宴 是阴其阴气 灼气厚重 时候令人淫欲望胜 会冲散会根 难得清净 此外上有五荤 葱 酸 酒 献 取 因五荤 又称五心 中带有心 辣 慧 含有极充分之刺激性 熟吃能使人以我焚身 生但又亦使人增高欲念和甜慧 而蒙蔽智慧 增长于吃 妄动无名 造诸恶业 必要戒除否则人道以及外宫圆满 内果亦难成 自提宫 三观经宫参考 是人杀生害命 罪姬如山 若不早日某心回头 清净斋戒 惨 悔改过 则三灾八难 其劫难脱 诸一三 验天验飞鸟之类 得验走兽之类 水验水族之类 诸二 无名不明白道理 愚痴的别名 诸三 三灾水灾 火灾 风灾 八难水 火 刀 冰 汉 烙 鸡 井 等八 种灾难 二 为什么不能吃肉类之医学根据 根据医学研究报告 不论什么动物当被杀时 必会产生 惊吓外 又会产生 怨恨之心 由此在体内产生毒素 并分布于全身 故吃下其肉 及吃下寒毒之肉 于我们体内 而我们每天不断吃下其毒素后 日积月累 我们体内也就有毒素排 不出去 尤其是近来家 其间以寺廟两大 其被人体亦有害 久而久之 其毒素酒 在我们五脏内发生作用而产生疾病 故为了健康我们还是借吃味妙 滋江南海骨 佛圣序列出如下宫安草 其一 奉劝世人早吃斋人性悟性一处来 忍心杀时同胞肉将心比心时可爱 其二 肉自是两个人迷人不知大口吞 有人识得其众意 原来即是人吃人 三 因牙齿判断 人类是素食动物 根据医学研究报告 人类后羊的牙齿视频的 与牛马羊的牙齿相同 因牛马 羊都是吃草的素食动物 所以人类也是属于素食动物 其中牛马的工作最辛苦 工作不但要吃力又要耐力 其二种力量是人类不能相抵并弱的 后学从自由时报 看过报导于网球及马拉松赛之世界级选手 在比赛前一星期就要吃全斋 否则 耐力不足 不能胜任全赛程 其耐力有如牛马 必须依靠如素 四 持斋的好处 素食的好处很多 只有自己吃素才能晓得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滋将其好 处列出几点以供参考 可培养自华 可行功利得 身体清洁 先佛异于护佑 不至遭入劫胸 可增好智慧 可使我们的本性美得离开业障使自己灵性光明 脱离因 脱离因 果报应 身体健康 延年益寿 增强耐力 使本性原名 可积卓阳青 辅 名字姓 及成仙正果也 顾应早日持斋行功利得 早脱离苦海 以断轮回 五 对持斋要有信心 一般人对吃斋没信心 认为会营养不良 古时候仅有酱菜可吃有此可能 而 经科学发达素食品甚多 不会营养不良 如牛马羊每天吃草醇吃素动物 人类有 谁能与之相比利器 故素食药有信心 绝对不成问题的 以后学为例 民国古食 今年时想吃素 是吃了一个多月 因有无力感而作罢 其原因系没信心及值夜环 尽所致 近日提起此事 是具有点传施慈悲告知 因为素食消化好 容易饿病非营养 不良 只要感到饿时吃些点心就可补足元气 可是从民国年退休后 持施慈悲 无该现象 由此可证明与信心有关 自对持施药有信心的提供一首诗作参考 立愿持施至药监修真养性效前贤 宣扬药义原人度正果成仙作品连 六 人类本应吃施 古今圣贤皆是 三次经云 道良书卖属古此六古人所食 马牛羊鸡犬使人所食 因此古人早说人类本应吃施 何况古今圣贤 无不经口如素 所以我们修道 适应即刻素食清口 尖心修道 更何况上帝赐给我们那么多的五股 豆类 蔬菜 和水果 有足够的营养来维持我们的健康 鱼肉类之营养在蔬果类亦可取得 修道是以慈悲为怀和病 一定要肉食呢 一 皆非情走兽都有灵性与性命 岂可无缘无故为了满足自己口腹之欲 而任意宰杀 生灵 七 武教圣人也提倡素食 武教圣人 教人修道 无不以如素清口 为首要课题之一 资将其经典各举 一例介绍一下 佛教最提倡素食 其第一戒就是戒杀 戒杀就要如素也 范刚经养 若佛子一切不得食断大慈悲佛性种子一切众生建而舍去 事故一切菩萨故 得食一切众生肉食肉的无量罪 道教以轻尽灾宿 道教以轻尽灾宿为众 玉皇普渡经允 施舍贫穷疾病 持灾戒杀放生 此皆宝伐明序 修身立命之说 儒教当时孔子未向道不公开吃素 但孔子吃素最严如轮雨第七篇所 与子之所圣灾未首 又从孟子偏雨 孟子曰 见其身不忍其死 闻其 身不忍食其肉 皆可证明儒教也是提倡素食的 耶基督教创世纪一章念九三十节云 上帝说 看哪 我将遍地 上一切结种子的蔬菜 和一切树上结有何的果子 全赐给你们做食物 置于地上 的走兽 和空中的飞鸟 并各样在地上有生命的物 就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 回教回教是不食猪肉的 其实依可兰经之原意 即是猪肉不食 也即所有的肉类不吃 而其后学区解味猪肉不能吃 食为圣意 以上是五教圣人明确指示 世人早日戒杀 亲口毒素 以早日正果成道也 自将五教圣人提倡素食之师提出公参考 五教真传以产明精心系纠快前行 持栽素食清原性素素劝修向道成 八人类所需求之营养素食仍然足够提供 有人担心素食会营养不良 那是多余的顾虑 其实素食不但营养丰富又可 预防多种疾病如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及癌症等 在医学上是不可质疑的事 十 若长期素食使人延绵易受 是不可否认的长寿命绝 人类需求的营养素 包括糖类、脂肪、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和水等六大类 除水取之不进步列入 讨论外 其余五种营养素在素食中都拥复的来源 第一科学营养素资料界 绍养素 糖类五股水果为主要来源 脂肪普通五股 豆类及和人等含量最多 不亚于肉类 蛋白质股类与豆类 麦芽和骨芽的蛋白质较动物的营养价值更好 牛奶 则较低 矿物质盖 牛奶较多 有些绿叶蔬菜含量也高 零 羊奶味最好来 鸢 有些骨类的含量也甚多 铁 米 或加养分的骨类 绿色和黄色蔬菜外 如桃 梅 杏 葡萄等含量亦多 点 钠 钾 绿 硫 铁 铁 海带 海藻 海藻 紫菜等 食盐中亦有加入点的 钠 在盐中和牛奶中含有其成分 钾 蔬菜 骨 类及水果中含有足量 绿 可由盐中供应 柳 牛奶 豆莢和坚果中可得 美 骨类含有 维生素 维生素钙A牛奶 生绿色或生黄色的植物食物含量丰富 维生素主要来源为骨类蔬菜和水果中也含有牛奶 豌豆 蚕豆 蚕豆 黄豆 及花 生意含有 维生素最多的是牛奶 其次是骨类 腌碱酸酵母和花生含量 最多全力的骨类一多 马铃薯 豆莢和其他若干种绿叶蔬菜也含有 维生素C水果和绿色蔬菜含量最多 维生素D牛奶和麦角中含有 阳光更是维生 素D的必需品 维生素E麦芽油 棉子油 骨牙油及其种子的黑牙式主要来 鸢如绿叶蔬菜 坚果 豆莢等含量亦多 一般植物的含量比动物多 维生素 K如菠菜 卷青菜及甘蓝菜等绿叶植物 以上人类所需求的营养素 骨类 蔬菜及水果中均有所包含 只要各餐配合 得宜 没有营养不良之顾虑 并且长期素食又有延年益寿的绝好良机 何乐而不 为呢 为了我们的健康 为了能多待天宣化 以及早日返回不家乡 特此提出于 大家共勉之 九 一贯到吃斋称为亲口的意义 在摆养法门修道 因普度不注重禅作 诵经念佛 以亲口如素行功度重位 目前的重要课题 亲口就是谨慎口舌 不乱言 不忘语 无毒舌 无会语 不说 虚词 诈语 不忘谈人是非之外 更不识五婚 三宴 以污口复 不杀生害命 以害身心 须吃清淡芳香之食品 不食昏心之物 为之亲口 亲口的原理明白了 希望大家细修而奉行 资提出西方无量受佛的训事以公参讨 其一 修道尖心口要清身心和衣尽光明 此行共产 四行共成超凡节附会谣食为情 其二 明白情修小道行之因众果报 青恩人间浩劫能超脱精细 仪师行国 混 十 节语 修道是除修心养性行功利得 内宫外王兼修外 要以慈悲为怀病众去语境 心身促进灵性光明 脱离因果业障 断离轮回 法相面 素食如前述 世界级 运动选手 在比赛一星期前不吃斋 则不够耐力胜任持久性比赛 正如牛马井吃草 即可不分日夜耐苦工作 况且素食可延年亦受罪 适合无人借假修真 吃肉的含义为人吃人 修道人皆富具慈悲心及爱心 为何不发挥爱心断 除杀戒呢 并且素食忧于肉食好几十倍 何乐而不畏呢 资对修道亲口如素 提供加紧精进之鼓励师两手如下 以共勉之 其修心素食药偏养养性 尽规真乐草然 自在元灵光要献宫原果满正经莲 其二如今修道罪名聪宿时持斋炼性功 正法重光阳四海瓷周到处整弥同 道学用语词汇十三 例一章 人 欲界中的友情 为六道众生之一 思虑最多 因过去世中曾修中品善之一 故今世照感人道之果 人生 人的身体 人体的身体是由色 物质 受想形实 精神 五蕴组合而成 八王子 杂明 法华经续品 曰其最后佛位出家时有八王子 八之斋 八戒的别名 八分斋戒与八之斋同 八妄想 八种虚妄的思想 即自信妄想 差别妄想 射受机具妄想 我见妄想 我所妄想 念妄想 不念妄想 念不念具相为妄想 八灾患 八种能够防害禅病的灾患 即悠 喜 苦 乐 取 寺 出席 入席 等八法 节末来临的水火风三灾是属于外灾 而此八灾患是属于内灾 谁能构度 绝此八灾患就能够成就色界的第四禅定 则外三灾无法对他为害 因为外三灾 不能到达第四禅天 八被舍 又明八解脱 见八解脱条 八师 明树 未杀 道 邪 淫 妄语 饮酒 老病 死 佛师 此八法而修 道业 八为无 八被舍 八神变 见八变化条 八不重 天重 龙重 夜叉 华裔勇见鬼 甘踏婆 华裔香神 阿修罗 华裔飞天 加楼罗 华裔金赤鸟 锦纳罗 华裔飞人 摩罗加 华裔大 莽神或大腹形地龙 由于人类的眼睛不能见到这些八不重 所以又叫做明重八 不 又因为八不重以天龙位最殊胜 所以又叫做天龙八不 或是龙神八不 八不鬼重 似天王所率领的八不鬼重 吉甘踏婆 昆舍舌 灸盘查 华裔问心 薛力多 华裔恶鬼 朱龙 傅丹纳 华裔恶 华裔恶 华裔恶剑鬼 罗沙 华裔解极鬼 八除入 八胜处的别名 八胜处的禅定能除去烦恼 故 故约除 禁观射入 故 约入 八解脱 又名八被舍 及八种被弃舍除三界烦恼的细腹的禅定 一 内有色想 观外色解脱 为心中若有色 物质 的想念 就会引起贪心来 应该观想到外面 种种的不清净 以使贪心无从升起 故叫解脱 二 内无色想观外色解脱 及心 中虽然没有想念色的贪心 但是要使不起贪心的想念更加坚定 就还要观想外面 种种的不清净 以使贪心永远无从升起 所以叫解脱 三 净解脱身作证据足主 一心观想光明 清净 奇妙 珍宝的色 叫净解脱 观想这种静色的时候 能 够不起贪心 则可以证明其心性 以使贪心 以使贪心 以使贪心作证 发生作证 幼她的观想 已经完全圆满 能够安住于定之中了 所以教具足主 4. 空无边处解脱 5. 时无边处解脱 6. 无所有处解脱 7. 非想非非想处解脱 这四五六七的四种解 脱都是无色界的修定人 各在其修定的时候观想苦、空、无常、无我、使心 愿意舍弃一切所以叫解脱 8. 灭受想定身作证据足助 灭受想定又明灭尽 定为人若有眼耳鼻舌身之五根 就会领受色身相畏处之五成 领受五成就会 生出种种的妄想来 若有灭除受想的定功 则一切皆可灭除 所以叫灭尽定 8. 八肾处 八种能以八肾之圣剑以便舍弃贪爱的禅定 因它是以八肾之圣剑的义 处所以叫做胜处即内有色想观外色少胜处 内有色想观外色多胜处 内无色想观外色少胜处 内无色想观外色多胜处 青胜处、黄胜处、四胜处、白胜处 八肾处、剑八备舍条 八游行即八正道 因八正道是圣人所游行的处所 八境界又名八境法 八尊师法、八不可阅法、八不可过法等 简称为八境 因为都是规定尼众恭敬比丘尊重比丘的事 所以后人称之为八境法 一、百岁女 要离出下比丘族 二、不怕比丘、不放比丘 三、比丘尼不得举比丘或比丘的 举比丘尼过 四、比丘尼俱足见 须在二部僧中受 先于尼僧中作本法 再求比 丘僧未知受戒 五、比丘尼犯僧残罪 应在二部僧中颤除 六、每半月须求比 丘教戒 七、不同比丘同住一处结下安居 也不得远离比丘住处结下安居 六、未辨 厉请求教戒复 八、安居圆满 应求比丘为比丘尼作见 文、遗罪的三种字字 自由举罪 八页印 八页莲花所开放的印香 以及阿弥陀佛的图印 八页院 及胎藏界的中台八页院 建八页连台条 八页九尊 建八页连台条 八页中台 建八页连台条 八页连台 及胎藏界曼陀罗的立医院中台 中央是大日如来 四方的八页释法 生、开夫华王、无量寿、天古雷音等四佛 以及普贤、文书、观音、弥勒等四佛 萨、何为九尊 这是三密相应的时候 无人的肉团心所开夫的像 八页莲花 密教对须离山的称呼 八页肉团心 密宗教人类的心脏做八页肉团心 因为它的形状好像一朵和莲花 八十二五我 八十是眼时、耳时、鼻时、蛇时、生时、异时、莫那时、阿赖耶 十即一心有八个了别作用的时 这了别作用是达染之见 要转八十乘四种清净 智才是清净正智 即转前五十位臣所作智 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 第七莫那时 为平等性智 第八阿赖耶时为大元晋智 能转八十为四智 便可破我法二直、短 或正真 故称为八十二五我 八十体 以所有八十的体性都是一体 这是为时宗的意义 八十体别 所有八十的体性个别不同 这是为时宗的正义 八重法 三三位 四禅定 四无量心 四无色定 八被舍 八胜处 九四地定 十一切处 八种诗 八种的不诗 集随至诗 不畏诗 报恩诗 求报诗 齐仙诗 西天诗 要明诗 未装言心等诗 八种别解脱戒 比丘戒 比丘尼戒 正学戒 沙尼戒 沙尼尼戒 幽婆赛戒 幽婆一戒 尽住戒 八种圣法 受持八观摘戒的人 可以获得八种殊胜的功德 即不堕地狱 不堕恶 贵 不堕畜生 不堕修罗 常生人终出家 得道 知律之上 恒生犯天 知佛请 法 得福提 八种谬 性谬 分别谬 聚谬 我谬 我我所谬 爱谬 不爱谬 非爱非不爱 谬 义和圣堂活动概况 编辑部 一 活动预告 月日学界四年教育研究班 月日国语 其会班 半天 月日冬季班 月日学界四年教育研究班 月日年终悔过班 神圆山 月日年终悔过班 花莲 二 活动概况 月日举办学界四年教育研究班 月日举办心灵成长音 月日举办秋季班教育 编后语 编辑部 师尊老大人的训事 学到最浅基本的第一步是不失 其重要性 是路到之间 梯图境 是方便法门量力而为的行功 也是一本万力界凡养圣的作用 是此案底 按不可间断的沟通 也是正菩萨道六度万行之内容 等共列出念条 另提示了四重 点即学到一份心 向道一念真 知到义责任 悟到一样生 并且要无人记住 修道这条路 中效仁义 是根本不可望 又训事 修道不是在文字上讲道理 是 在文字下物真理 布施是六度万行之一 万行者 不是行一万次 而是不退转严 古燕云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并仅庆生不庆死 可见人世喜生厌死 而浅陷入六万年的六道文回的人生苦海中 而不知其所以然 一般人皆以罪生梦死 过一生 可是智者不然 会探讨人生几何 物足于 世人生死世大 如等终日 只求福田 不求出离生死苦海 自信若迷 福何可救 谁不求富贵权势 名利 但是这些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世间物 强求不得 师尊于行进世间 天下物 唯有修道不勿人 而今无人身为白羊修士 既已得到可超生了死 离苦得乐 乘圣陈贤全是修士在人间的修为 何乐而不畏呢 其忘不修士为修办 道全力以赴 提出共勉之 成前人 一手大仙 常以世间才世间用来与后学们共勉 因为金钱 因为金钱非万能仅使用于十一柱形足够即可 我们修道人 我们修道人要多参翻 朴素寡欲 知足常乐 不 可享福殆尽 若经济能力许可多 不失以克业力 失尊于 不失事消冤解涅有行 无形的转送 无形的转送 若存万贯家财留给子孙 从善淫流则必有福报 否则祝其种恶因 必受天浅 古时候某国王逝世后 赤其成谜 他出殡时在棺木两侧钻两孔将其双手 伸出棺木外面 已逝死后两手空空什么都不能带上路 古燕鱼 世上为人如蜜 风飞向西来飞向东彩的百花成蜜后 被人取去一场空 以上是世间才是 兼用的最好写账 若书之代用为魔方阵 魔方阵阳述分为方阵 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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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强妙 得是方阵 五位皇中道理 得其中道方之奇妙 放之则弥六合 卷之则退葬于密 有心人找其至宝乃如乳之中体 徐之为贤人 物之为圣人 可不胜乎 人生于世如同一场梦 而梦总是会醒的 师尊敘事 人世间的无常并不可 怕可怕的是人在无常中而不自觉 不知道要如何去超生了死 所以我们要时常 参翻物道 由真主人当家来认识无常 那么想要超多就要深信佛的愿力 深信自 己是厌力的众生 使能解脱无常的束缚 并深信道真 理真 天命真 把命整个 生命交给菩萨 于是当我们念临命中时 才不会感到无助 而跟随菩萨法相念 上天堂入地遇世在一念之间 佛经云 一切万法皆由心脏 凡无修事若 能坚守十大愿及十五佛归前 为修半道贡献己能全力以赴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使人心和天心 恢复赤子之心 则必可明心见性而上天堂 若善而不作恶 小而可行 即无恶不作 则下地狱有余 十二因缘又名十二有之 或十二缘起 是指无名 行 行 识 名色 六入 处 受 爱 娶 有 生 老死等十二之 包括三是因果 中而复始至于无穷 五 明是烦恼的总头目 行是生死的创业者 实是生死的责任者 明色及六入是生死 的夜报生 处 受 爱 取是生死的犯罪者 有是生死的沉醉者 生及老死是生 死的受刑者 是说明凡尘有情生死 流转的过程 全世界经有益人口 是人为贪求富贵 名利及权势等物质上的享受 我所付 用其籍来求取 导致人心复古 败坏伦理道德 以至抢 盗 拐骗 杀伤等人祸 不断 有所谓人不遵照天理 天不按甲子 等天灾的便层出不穷 因今时值 白阳旗三旗末节 道节病将 老娘为拯救九六元胎佛子 普渡三草 神人会 将大道下降火宅 特命寄功活佛 岳会菩萨掌道盘 使三草能够得到 修半道 脱离劫难 待将来公元果满百香念 资猎出太上 无疾问原真经未佐证 约上 可渡何哈星斗 弃天诸仙成大罗 中可渡人间生灵 云云苍生脱轮回 下可渡的 辅幽民 恶鬼畜生可超生 白阳修士若能一层子之一日 三省无声之字 借信条来检讨忏悔 权力从事 修半道 并遵行观圣地君所欲 孝替忠性人之本 礼义连持人之根 而且多 不失行公乐愿 闭门几利利人 几达达人 则离道不远 凡无修士若能遵守佛归行公乐愿 则离能乐天之命 乐善好施 不执着 无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则离能远离无名 返回赤子之心 离能灭诸烦恼 根据医学研究报告 人类的牙齿形状是属于素食动物 亲口如素的好处甚多 不再列出 人类吃鱼肉是做肉强食 在工作上的用力与耐力 如上述 世界给予 动选手仍然必须靠素食来取胜 修士要明新建性 脱离因果轮回 是必修课程 此 将为什么要素食之原因 提供观世音菩萨一首诗参考 奉劝世人早吃斋人 信物 信一处来忍心杀时同胞肉 将心比心时可哀肉 自本是两个人迷人不知大口吞 吃他半斤还发两算来 还是人时人 自将桃园名胜编录部分经文 以供参考 禽兽一切皆信命 无故自始改生灵 一切化身皆活命 何苦强功补往需 祝印大德方明 廖氏豪一本 王瑞玲二五本 王柏阳二五本 福会人士国安五本 福会人士五本 甘秀秀近平 甘秀听 一 第十二 其住应大德苏宗庆 务职为苏宗 二 邹御霞务职为邹御霞 特此更正并致歉意 14. 义和双月刊第十四期目录 年月 义和圣堂介绍 三楼门庭文物摆设之含义中门对联不达 经典背诵专栏 选考科目论语选读编辑部 先佛圣训 新加坡新宜圣堂编辑部 理事长家言 道观古经得朝日月王昏德 历代祖师介绍 第十二代祖师太公望王子 道学研究 易经研究成永宏 修行者的人生观编辑部 自戒信条 百孝丹 忏悔方案杨德胜 明善付出 动中尽成书奉 业力语解脱邱嘉宏 人生的真理编辑部 真善美人生成书 道学用语词汇里一章 义和圣堂活动概况编辑部 编后语编辑部 注印大德方名录编辑部 义和圣堂介绍十一 不达 三楼门停文物摆设之含义中门对联 中门之左边是大慈 大悲 大智 大习 大怨 大忠 大孝 大义 大德 合道 中门之右感 是智道 智德 智忠 智正 智晋 智智 智虚 智灵 智成佩天 别说是要解析这九大九智要合道佩天 恐怕连一大都不智 常言道 画是有形之诗 而诗则是无形之画 西方哲学家女才曾说过破 覆辙里的一句名言 参透为何 才能因应如何 后辈们还敬意由心想起 构思对联的前辈者之名思感言 每一大一致中都象征着先佛菩萨之愿力 只要 面对照此诗句而发愿效法去实行者皆是菩提可证 礼徒在其 义和圣堂在三草普渡的大时代里是扮演着陈载九六元胎儿女返回故家乡 无极理天的一艘白羊瓷洲大靠船 而我们先从义和圣堂最原始上上天所恩赐 得谈明义和天谈来谈就不难发现他的宝贵处 所以师尊老大人曾于佛堂 是先佛的欢喜地 是三草普渡的事务所 是众生性灵的加油站 佛堂是天堂的界 少所 是学佛的改良所 成道的修炼所 西方功德的加油站 众生性灵的救济站 培养品德的大学校 毕竭的众福地 先佛的欢喜地 舍念的清净地 佛堂为什么是诸佛菩萨欢喜来的地方呢 因为在这里可以引导众生灵新建信 认理归真 这不就是谈经基缘品会能祖师所言 诸佛世尊 唯于一大事因缘故 出现于世 一大事者 佛知之见也 上天无极老将道 普渡九六元人之灵性能够反本还乡 诸佛菩萨为了这一大事因缘到庄下凡大方祝道 原德帝君一层言 天到普渡之因缘 再昭明众生 以承诺之心 因此一和圣堂就是为这一大事因缘而诞生在这娑婆世界中 然而九之大悲大志大行大愿大中大孝大义大德和道 九至世至道至德至中 至正至今至圣至须至灵至成佩天 当中每一大吉每一志都是诸佛菩萨所共同拥有的愿力及体正 只是以弥勒祖师之大慈先开序幕 大八慈心九转十身不退转 五元大慈同体大悲 其实这九大愿力所凝聚的目标 都是要众生九六元人 求道 知道 修道 行道 而成道 何道 而透过九至之八心体正使元人其登彼岸佩天 八万四千之法门中就有一法式这么说的 妄师本心 修诸善法式明活也 六祖谈经形有品 不识本心 学法如意 若识自本心 见自本性 即名丈夫 天人师 佛 因此九大九至和道佩天 无非是让九六元人指指见性 见性 成佛 如远离建性法门那来带五至若不能超脱这生死苦海怎言何道佩天 又想 其师尊老大人慈悲之一段话没有到过北京只依图画解说北京风景都不是 究竟 愿有愿佛子同修正提携 共同为此一大因缘禁点棉薄之力让此生化下完美的据点 经典背诵专栏 经典背诵专栏 选考科目中庸正式 第九章 众你祖树树遥顺 献章文武 上律天时 下席水土 譬如天地之无不耻改 无不 复仇 譬如四十之错行 如日月之代名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 小德川流 大德敦化 此天地之所以未大业 为天下至圣 未能聪明睿之 足以 有灵也 宽裕温柔 足以有荣也 八强刚毅 足以有之也 斋庄中正 足以有境 也 文理蜜茶 足以有别也 浦泊渊泉 而时出之 浦泊如天 渊泉如渊 渐儿 明末不敬 言而明末不信 行而明末不说 誓以声名 洋溢乎忠国 诗集满末 周 车所至 人力所通 天之所赋 天之所赋 得之所载 日月所照 双目所对 凡有血气者 莫不尊卿 故曰佩天 唯天下之城 未能经伦 天下之代金 立天下之大本 知天地之化欲 敷衍 有所已 尊尊其人 鸿鸿其冤 鸿鸿其冤 浩浩其天 苟不顾聪明 胜之 达天得者 其熟能 知之 诗曰 以井上种 恶其文之者也 故居子之道 黯然而日章 小人知 道得然而日亡 君子之道 赞而不厌 简而闻 温而领 知远之境 知风之字 知为之险 可予入得已 施予 浅虽浮已 异孔之招 故君子内省不久 无恶于智 君子之 所不可及者 其为人之 所不见乎 诗曰 相在而逝 尚不愧 于乌漏 故君子 不动而静 不言而信 诗曰 奏假如言 实你有真 事故 君子不赏 而明劝 不怒而明 微于俯悦 诗曰 不显为得 百辟其行之 事故 君子赌功而天下平 诗云 与怀明得 不大声以色 子曰 深色之鱼以化 明末月 明末也 诗曰 得有如茅 茅有有轮 上天之载 无声无嗅 质疑 选考科目论文语选读 学而逆议 子曰 学而实习之 不亦说乎 有彭自远方来 有彭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运 不亦君子乎 有子曰 其为人也效益 而好犯上者 先以 不好犯上 而好作乱者 为之有 也 君子物本 本力而道生 孝帝也者 其为人知本语 曾子曰 无日三省无声 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 子曰 弟子入则孝 出则替 谨而信 犯爱众 而亲人 行有余力 则以学 问 子曰 君子时无求保 居无求安 敏于事 而胜于言 就有道 而正焉 可谓好 学也 为正第二 子曰 为正已得 辟如北城 居其所而众心共之 子曰 道之以正 其之以情 明免而无耻 道之以得 其之以理 有耻且格 子曰 无时有无而至于学 三时而令 四时而不惑 五时而知天命 六时而 耳顺 七时而从心所欲 不于举 自下问笑 子曰 色难 有事 弟子浮其劳 有九时 先生传 曾是以为笑 呼 子曰 无语回言 终日 不为如鱼 退而审其思 一族已发 回也不渝 子曰 是其所以 观其所由 查其所安 仍焉搜哉 仍焉搜哉 子张学干物 子曰 多闻缺疑 圣言其余 则寡由 多见缺带 盛行其余 则寡归 言寡由 行寡鬼 路在其中 子曰 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 大车无意 小车无悦 其何以行之灾 八义第三 临放问理之本 子曰 大灾问 理 与其奢也 宁简 丧 与其意也 宁期 既如在 既神如神在 子曰 无不于记 如不记 理人第四 子曰 不仁者 不可以久处约 不可以长处恶 仁者安仁 知者利人 子曰 父与贵 世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德之 不出也 平与见世人之所恶也 不以其道德之 不去也 居子去人 居子去人 恶乎成名 居子无忠实之间为人 造四弊 于是 颠配并于是 子曰 我未见好仁者 恶不仁者 好仁者 无以上之 恶不仁者 其为人 不使不仁者 加乎其身 有能一日 用其力 于人以乎 我未见力 不足者 盖有之以 我未知见也 子曰 朝文道 细死可疑 子曰 事智于道 而使恶依恶使者 为足与异也 子曰 曾子曰 为 子初 门人问曰 何谓 也 曾子曰 夫子之道 终述而以 子曰 见贤私其焉 见不显而内自行也 子曰 是父母己见 见智不从 又敬不为 劳而不愿 子曰 父母知年 不可不知也 亦则以喜 亦则以惧 公也长第五 子贡曰 夫子之文章 可得而闻也 夫子之言信于天道 不可得而闻也 言曰 记录事 子曰 何谓言而至 子曰 子曰 愿称 马 衣 清求 雨 朋友共 必知而无憾 言曰曰 愿无乏善 无失劳 子曰 孔曰 愿闻子之 智 子曰 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 少者怀之 拥言第六 哀公问 弟子孰未好学 孔子对曰 有言回者好学 不迁路 不二过 不幸短命死矣 今也则亡 未闻好学者也 子曰 回也 其心三悦不为人 其余 则日悦至焉而已 子曰 闲灾 回也 一单时 一瓢影 再露相 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 闲灾 回也 子曰 谁能出不由故 何莫由私道也 子曰 直圣闻则也 闻圣直则是 闻至冰冰 然后君子 子曰 知知者不如好知者 好知者不如乐知者 凡时问之 子曰 无名之义 禁鬼神而远之 可贵之义 问人 曰 人 者先难而后过 可贵人义 子曰 知者乐水 人者乐山 知者动 人者静 知者乐 人者受 载我问曰 人者 虽告之曰 仅有人焉 其从之也 此曰 何谓其 然也 居子可视也 不可现也 可欺也 不可望也 此贡曰 如有博师于名而能记重 何如 可谓人乌 此曰何事于人 必也 圣乌 遥 顺其 犹病诸 夫人者 己欲 利而利人 己欲 达而达人 能 尽取辟 可谓人 之方也 已 数 而定期 子曰 莫 而时之 学而不厌 惠人 不倦 何有余 我哉 此曰 得之不修 学之不讲 文义不能洗 不善不能改 事无忧也 此曰 智于道 聚于德 依于人 犹于义 此曰 不奋不寄 不菲 不发 举意于 不以三于反 则不复也 此为言冤冤 用之则行 舍之则残 唯我于耳有是夫 此路曰 此行三 居 则谁语 此曰 抱骨平和 此而无悔者 无不语也 避也凌世而聚 好 谋而成者也 此曰 饭疏时 饮水 驱躬而整之 乐意在其中 不亦而富且贵 于我如 福云 此曰 我非生而知之者 好顾 命以求知者也 此曰 此曰 三人行 必有我失焉 此曰 擇 其擅者而可可知 buck 此以四交、文、行、忠、信 此曰 人远乌哉 我遇人 私人至矣 此曰 若甚与人 则无其改 亦未知不厌 惠人不倦 则可谓云耳依 此曰 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期期 先佛圣训 编辑部 持重端心得理性正原则 戒御归意识礼节约性格 守刚文常识肢体用处和 道种第二度根据果改革 无奈 六四祖皆领 旨在至心一以后 避爱图门安宇 持戒是思想纯正自我写举的发端 持戒是念头控制欲望减少的维砖 持戒是深情普实行住坐卧的规范 持戒是轻摘蛋速断因故灵的根源 持戒是守到妙方静静三读的信念 持戒是终植布阿改邪规正的尊严 持戒是从凡到简有有至空的力量 持戒是修法粗细功夫真假的中间 持戒是凡俗从容胜怀广大的条件 持戒是财富当前置心不动的豁然 持戒是感情正常男女清朗的照见 持戒是拿捏分寸佛归礼节的完全 持戒是约束有形解脱无形的法辩 持戒是自我要求自在归一的平安 持戒是初学入门老道入定的层面 持戒是自内而外可浅能深的因缘 持戒是保守性理推动真理的视线 持戒是撇开不止非假刻意的内涵 持戒是本分之上道德之中的实验 持戒是正菩萨道六度万行的大观 万古奇缘化开绝后空前 远山里观止一线 千般真去止观完未无限 进水处注入永泉 万行天意一度进戒是线 云海中浮身碎变 千在南风直到天色再见 星空外依旧明天 千江有水千江月雅 万里无云万里情 世大到我身行 逍遥其中日月何成名 来往时到未平 调记把根留住 引词 驾百天教命 师尊老大人白话辞讯 只要坚持再累也能把课听完 只要坚定再考也能把道苦传 只要坚信再难也能把持誓愿 只要坚决再便也能把心牢栓 是不是呢 之前的修行路 徒儿们可有把心把持住 在这两天的班会里 徒儿们可有把心把持住 在必班之后的未来 徒儿可能把心把持住 往往徒儿的把持只在一瞬之间 往往徒儿的把持只在一天两天 往往徒儿的把持或在一年两年 有几个能把持在二六之间 不离方寸宝田 正谈诗念一遍 又穿上一色白衣是表示着个体 还是表现着统一 又进行一贯仪式是表示着排场 还是表现着礼仪 又这请一身礼服是表示着天命 还是表现着道气 又单当医生使命是表示着工作 还是表现着休息 修道与学习 休息 徒儿啊 维师又问了四个问题了 相信这一次 徒儿是听懂维师有何提点了 维师一样是强调着 外做事内受持的区别 维师一样是强调着 外在虚实 内在真实的真实意义与价值 维师希望的 试图而不再刻意 只停顿在表面上的做功课 而要在内地里的下功夫了 白阳末期最大的出入就是内圣与外王不能平衡 看看道场一片片似很真实 但是想想每个徒儿的内在可有扎实 看看佛堂一动动酷似雕梁画动 但是想想每个徒儿的修持 是否只做到外在的行功 而内在是空啊 当心念弥昧 怯怯要以戒为师 当心树不正 怯怯要以戒为师啊 徒儿要戒圣自己的身 莫静左道旁门了 徒儿要戒圣自己的口 莫让是非造谣了 徒儿要戒圣自己的意 莫要清拙骨脑了 维师常说 不明理 焉修道 记得昨天维师对徒儿说了什么主题来着 班员答 不诗 今日维师说十戒 何为十戒 为师父教徒儿解释 但愿徒儿修持 好不好呢 班员答 好 恭请下 再请 今日为师说十戒 不教徒儿解释 但愿徒儿修持 周图那 带为师各发一科 写讯文 都有了吗 徒儿们都有功了吗 班员答 有 徒儿们把心静一静 听为师几句叮咕 今日为师说十戒 今日为师说十戒 但不要徒儿解释 只要徒儿修持 徒儿答应说好不好呢 班员答 班员答 好 现在在徒儿手上都有功 是不是 班员答 是 为师要批训 让徒儿把功吃了 这是第一个丁尾 这是第一个丁尼 为师要批训 要徒儿把功吃了 第二先吃皮再吃果 这是第二个丁尼 先吃皮再吃果 第三要吃就吃得干净 徒儿都是青上人才了吧 班员答 是 要吃就吃得干净 吃剩一颗心 就吃剩一颗心 徒儿听懂话吗 班员答 听懂号 开始 师尊老大人批圣训 徒儿停止使用 这一场为师强调什么主题呢 班员答 十戒 第一个丁尼 为师批训 徒儿吃功 这是做到了十戒了吗 还是徒儿守住了道 第二个丁尼 先吃皮再吃果 徒儿做到了十戒了吗 还是守住了道 说吃就吃了 第三个丁尼 要吃就吃得干净 徒儿吃干净了吗 十戒的真理 关键在于心 心向道 是道 心十戒就十戒 宫 宫放下 时代不同了 徒儿们修道的时代不同了 众所谓有什么 半道科 学化 但是自心本性是一样的 但是自心本性是一样的 是保守的 就像此时此刻 不管是为师以天然法相视线或是进功或佛之相 但是本性本灵是一样的 徒儿啊 是一样的 徒儿也要一样 无论在圣在凡 这颗十戒之心 要保守得住 保守得好 本 灵是一样的 为师看看徒儿都有一颗柔软的心 当徒儿唱着为师送给徒儿的圣歌时 那个 当下何须持戒呢 那个当下的心多美呀 心是持戒的根本 把根扎稳 脚根站稳 哪怕风吹雨打呢 哪怕鬼放呢 哪怕他人说轻不轻拙不拙呢 徒儿说是不是呢 班员答 是 最后为师再送给徒儿几句话 一起抄下吧 师尊老大人批圣叙 带会徒儿供继续吃 吃得干净 吃剩一颗心 徒儿听懂话吗 半道共同努力 修道是自个儿的事 持戒也是自个儿修持 自古没有圣贤先佛 含含糊无成道的 自古没有先真菩萨 随随随随随随便便正的的 持戒是一门大功夫 是徒儿们最弱的一环 因为持戒是无时无刻的 是一步小心的 是一步留神的 一切的主宰就在心了 徒儿在守道的同时 也做到持戒了吗 徒儿自认听并持戒的同时 有道吗 徒儿们好自为之吧 都站起来 写上 引词 驾百天交密 李氏长家言 道冠古经 德昭日月 王昆德 边按本文为王李氏长余 一贯到世界总会 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 中贺词全文 接替一贯到世界总会于西元二六年九月面四日在台湾高雄六归神威天 台山道场所举行的一贯到世界总会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 对于世界总会促 使一贯到走向国际化与学术化等各方面的努力付出 献上无限的敬意与赫尘 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 感谢天恩师得利用 过去诸位老前人 前人辈们凭着无比坚韧 牺牲奉献的 开荒毅历 以及和丹师尊 师母慈悲苦度三朝的大愿力 自西元一九四六年以来 在台湾度过了无数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的官考 直至西元一九八七年中华民 国政府宣布一贯到合法化后 才于西元一九八八年 邻国七十七年成立中华 民国一贯到总会 正式开展一贯到历史性的一页 这世大道将士奉天成运 机缘成熟 运势使然 到冠古今 德昭日月 白杨旗帜 飘扬九州 在各族见到 畅老前人 前人被门合得同心的努力开创之下 西元一九九六年 在美国洛杉矶 成立了一贯到世界总会 十年来 低下鞋类汉字 卖着稳健的步伐 一步一 脚印的走出一片更宽广的天空 可喜可贺 回首过去 沾望未来 一贯到走得浩然坚定 光明坦荡 无怨无悔 福西已降 道统心法迈迈相传 信李真传 苦传于是 至今历劫不衰 甚而更 加发阳光大 若非道真 理真 天定真 何能如此 圣人老字有余 道者万物 直傲 善人之宝 不善人之所宝 顾立天子 至三公 虽有捧必已先四马 不如坐静此道 大道是天下万物 为名所指的大殿堂 是善人实现理想的大物 台 是不善人生命不再飘零的指规处 纵使人世间被及天子 三公之尊贵 想及 避欲四马之富贵 亦不如坐静此道 得及其安稳舒适 快乐无忧且长久 无怪乌 至圣先师孔子要说 朝文道 细死可遇 而亚圣孟子也随后说出 天下命 愿之已道 正是先圣后圣 其回亦也 所谓救世为平一贯舟 欲跳 脱身死轮回 欲拯救成密苦海的天下苍生 大道是故二的法门 而大道的尊贵 也唯有真修实炼 冷暖方能自知 现今正是真如复兴的时代 一贯道便是要透过中华文化的振兴 以达成真如 复兴的时命 强调的是儒家入世的观念 四维八德刚常伦理 仁义道德博师济重 等精神的老师 强调的是儒家知其不可而未知的态度 凭着强烈坚定的意志 力战胜险恶环境的精神展现 因此 既旺除了已举办学术研讨会来彰显真道德 玄妙意里外 更应提倡人人读经 演习经典奥义 真正实践体验于日常生活修饭 之中 以达到己利利人 己达达人 修饭道立得兼备的终极目标 除了共享合法 化得修饭便利外 更应以坚定信念 以斑过妙智慧 效法过去一贯道诸圣诸贤无 为无惧 人考步道的精神 携手协力突破接踵而来的层层文字道盘考 原成一乐 家园的实现与师尊 师母普度收缘的神圣使命 祝福一贯道世界总会会晤红展 各位浅贤圣凡如意 从一贯道总会训转载 历代祖师介绍十二 王子 第十二代祖师太公望 太公望本性将迎上自紫牙 道号飞雄 周朝东海许周人 乃经金字将士 祖先为遥时代的四月诸侯之一 因曾驻与治水有功 被封于旅这个地方 故后人呼其名曰旅上 又当魂王得玉江上之计 其壮如鱼得水 雀跃万分 在禁师宴上当场宣布 周知先祖太公曾经提出的称言 将来一定有一位圣人来到周国 周国及应有了 他就大大的兴旺起来 并殖民这位江上便是周代 先祖太公盼望已久的圣人 吏 即封自卫太公望 在朝廷中尊卫师上 父女长辈 尊师之礼来尽世之 太公望前半身穷困 淹沛 未逢时的苦痛 漾漾备长 他曾在路边卖小吃 在路场做杂工 三餐上不得温饱 虽具过目成颂的智慧 虽经读诗书 熟人战 正韬略 乐悟天地奥妙之玄机 但总无用武之力 封神坊中特演绎出其作事诸多 一连串不顺的故事 真是印了孟子所说的那句话 天将将大于私人也 必先 苦其心智 老其筋骨 恶其体肤 空法其身 行服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 亦其所不能也 甚至连结法之妻都受不了这种潦倒与妻苦 在印了贫贱夫妻 百世哀的宴雨下 主动的求去 将上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孤寡伶仃 只好游 河南的老家 迁移到陕西未水流域边缘的僻壤之地 放下十丈红尘的千禅专心 学到 想不到这一落难 反而成为他生命的重新开始 因为他的欲昆仑山欲虚产 教先诗原始天尊之教化 积三十年的修持 祝原始天尊封神之实物 体振了道德 尊贵 姚街商之天命 成为传承给周文王天命的桥梁人物 当将太宫学到有成 奉施并下山度众时 已是七十二高陵了 陵行前恩施给 了一份锦囊 内中载有称盐一手 一十年来拥破香 耐心守奔且安然 盘兮时 上锤干吊 自有高明宝子贤 辅佐圣君的相父 九三败将获兵权 诸侯会合逢物 生 九八宫神又四年 道本有限有益 当将太宫出下山时的 前十年未到饮时期 以须法君白之翁 鱼为水旁之盘西钓鱼 它的方式很独特 每次锤钓 从用耳 且钓干令燃 离水三寸 其壮则长须漂浮 太近神闲 目不旁观 凝神脸气 偶有乔风骚客路 过无不由然好奇的驻足 与之同定静于西盼范想 道明而合 每问其故 将功 曰 无在此 明虽垂调 我自意不在于 无在此 不过守清云而得路 波音以而 疼香即可居中而取于乎 非丈夫之所为也 无淫在职中取 不向居中求 不畏 锦铃舍 只调王与猴 固于是职的愿者上钩 不愿者回头 有一天 周文王演了一个卦 得够卦 为君臣相遇的吉祥卦 便带 一子帝兵 还四子发日后的武王 往为水流浴 晚上行步多时 呼见前面一曲 清晰 几株扬柳 紧致十分优雅 便随着溪水走去 走了一段 只见前面翘壁身 高 一大片竹林 枝叶繁蜜 清脆可爱 好像没有人机一般 文王问是从 这 是什么地名 仅至这般幽静 是常达到 这是繁古 向来很少有人走到这 里 文王正要寻路再走 呼听水声 从从 由竹林流出 清脆的像情声一般 如 此情状 自然像此铁般的将文王吸引住 聆听了片刻 文王便循着水声 向右转 出 原来倒卖幽泉 由反骨竹从从从留下 关延曲折 一路碰着三十 旧发出称 称从从的音乐声响 十分悦耳 大家沿着泉水 且行且听 文王再向左右道 这水叫什么名字 市场达以这水名叫姿泉 流到前面汇尘水潭 曲折流 入汇水 不久及底达此清澈如尽的水潭 市场又介绍到此潭边有天然盘 石 其状如太师语 盘石可以坐烫 故此谈名叫盘石 文王文言抬头遗忘 但建物远处有位年约八十老公 长须漂浮 手持吊杆 泥水三寸 名神专制 对着 群人的车马喧哗 视若无睹 文王见状 自言自语道 在此的洁清净之圣祭 人独自在子修行 定静安然 非有道之事岂能如此 便止住左右 自己独行 向 面前这位有道以示 行各大礼 打各招呼 此刻 此刻 那位高龄以示 建文王驾到 王 起身搭理 自嫌怠慢 两人几句寒暄 便可甘胆相照 宛如素氏好友 请教其有 观天文 地理 国际名声 所得答案 俱俱得体 切重时要 且观于战争 套略 无 一步经 对其足智多谋 更是佩服之志 文王告诉自己 此人莫非便是我周太 公盼望久以知嫌德之事 岂可怠慢 即刻虔诚求教 尊位国师 并礼聘其回心 其 为布施理贤下士之忠诚 令左右背车 亲自为之推免 左右士之 孔平十步 曾推车的文王 不知是否能胜任而担忧 想不到文王推起车来 步步未尹 见步而 行 在车上的太宫望从荣端坐 毫无愧色 且在文王推免的第一步起 便老生数 这一 二 三 四 当号数升到三百四十一步时 车辩阵往高抖前进 不意间掉进一个大坑洞 文王使劲用力 却依然无法再前进 左右见状 位置脚 驱 却前去帮助 太公望则之 文王急忙赤退左右 做几次的深呼吸后 极简单 的杠杆原理 瀑石未经 终通过了龙洞 转而向东 再度前进 只闻太公望的树 身在起 一 二 三 四 四 但由于方才用力过久过猛 故推车时 手有点 颤抖 文王仍咬紧牙根 努力以赴 左右是 心生不忍 欲前去代替 君备文 王婉聚 更难为的是 路面颠簸得很厉害 当文王再度推至 五百十五步时 终不知 倒地 左右急忙 施以急久 当文王苏醒后 太公望极客下车 双手和董桌一向文王祝贺到 周朝鸿福 圣王鸿福 我周下将 三可博坐八百五十六年 为史上最长之朝代 文王答 礼后敬问其故 太公望到 此乃天命所幸 商代暴君 当到天命以见 礼将交报 我周历代先祖师到 顾德 率先尊天和德 礼当皆续天命 经圣王推车 美推一 不 代表享国坐一年 圣王分两阶段推车 前半段有三百四十一步 后半段有五 百一十五步 合计八百五十六步 故周之国坐已明定八百五十六年 文王魂 言 强坐精神 请太公望在上车 愿为之继续推免 将太公说 天机以谢 天 命传承由此而定 谨谢圣王领贤之德 经将天命交付与辱父子 周虽旧邦 其命 为新 后人即判定周朝必分成前后两阶段西周 东周 而前半段文王之推 车力顺而稳健 代表西周务负民风 国运昌龙 后半段之推车 颠簸不顺 影 了日后国都东夷 王姬缩小 王权不张 诸侯乱阵 春秋战国长期动荡不安的局 是 而文王魏太公望之推免之故事 正代表天命之伟大 先天代表师生 后天择 魏湘君 如此礼贤下世 亦成为后世之美谈 回到西齐的太公望 以八十高龄之身 德高望重 文王拜魏国师 称师上父 并为四子发后之武王 取名媳妇 对象便是太公望的门女 亲上加亲 使得 日后周大业有了开端 周文王之有江上 旧如同城汤之有音影 事无大小都决定于江上 事实义正 明有道之修士 不但有向国之才 亦能临阵指挥 且有将帅之才 文武兼备 他 亦写了一部兵书 叫六涛 攻防治四仪之用 总之江上之对周 其贡献之大 只有后来的周公 可以相比 即前有江上 后有周公 新周灭咒 天命顶格之事 方能依序完成 后人将太公望的一生 以赞美此两手表扬之 四八悟道 修身练性 奉旨下山 辅相国阵 渭水池干 盘膝隐性 八十时来 飞雄入梦 龙虎兴奉 西齐共胜 鲜味相赴 脱孤试定 昼恶且赢 周得龙胜 三十六路 纷纷相近 九三败江 全排盟阵 惠和诸侯 天人相应 三死七灾 缘其果阵 灭咒新周 武功勇绝 又六涛流下乘王业 妙算玄机不可穷 初将沐向千秋叶 罚罪掉灵万古宫 运筹帷超风后 谢领阴阳压老鹏 但武军师未必依 身名指令泰山龙 武王奉天陈玉 革命成功后 风将上渔旗 齐国婴儿大志 不久将上炼驾鹤 西归了 十年已一百四十岁了 武王特为封赐 承接天命得则 享八百五十余年 德州代金业 图第十二代祖师太公望 一经研究十二 陈永弘 第十五节 由二八一位谈西南的鹏 东北丧鹏之含义 一 二八一位图 二 二八一位给我们的启示 扫地必然要欠身 扫地角落最难扫 扫过后一再扫 人有灰尘 扫地十吉令门窗全部紧闭 灰尘仍然存在 三 二八一位与天道的关系 从人像的角度论论西南的鹏 东北丧鹏的含义 从五行深刻的角度论西南的鹏 东北丧鹏的含义 从天文角度论西南的鹏 东北丧鹏的含义 从西南的鹏 东北丧鹏论与天道的关系 西南的鹏 东北丧鹏与未学日益 为道日损之关系 为生存而学 为明道赴见天德之心而学 与道德经的关系 与金刚经的关系 西南的鹏 为学日益及金刚经第三分大成正宗分之含义 东北丧鹏味道日损及金刚经第四分要行无注分之含义 以六十四具相配六十四卦之礼 主讲者 瞻前辈 真如实相 本在我身 颤之于心 痛起同落 同行同坐 同言同问 视之不见 听之不闻 须之不密 取之不得 取之不得 舍之不失 无人不有 无人的有 无人的有 无人不见 无人的见 无人不明 无人的明 无人的离 无人不离 若密真相 反观内照 虚怀若不 去望存尘 内无生免 外无者相 六根不染 六成非诱 心如虚空 不着空见 空又真空 湛然长迹 心成神清 良知良能 活泼天机 不思而得 不见而知 不闻而通 不学而移 万法之宗 智力之本 纯善之观 如然如在 愿朴纯真 单纯无味 朴薄愿全 无智无爱 感而遂通 通而随应 自然而发 而时出之 天真之用 应用无穷 用而不有 去来自由 不出不入 不出不入 动而不乱 静而不断 动静无心 能所聚云 如如真空 本然性向 能物知者 静心归性 圆明自在 西南的彭 东北上彭 与伦与有彭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之关心 有 将有自分 上下拆开来看 即十月 由无入有 所谓十月胎足 有何以为十月 从何而来 简言之 有从虚无之境而来 它是自然就有 彭 即双月 六十四卦经文昏卦 之段词记载 为西南的彭 东北 丧彭 自 即真我 灵光 俗颜木头 嵌点 灵光自引在身中 今的一副现 使坎中 一阳显发而明 顾目的一成字 为灵光本来之相 远 世间之远 即阴阳之隔 天地对照 方 指意中方位之二八 西南与东北 来 八化 即八德 孝替中性 礼义廉齿 为后天之性 道德 经称为德 四 结论 传心法要说 一及一切 一切及一 一切远通一切性 一法天和一切法 一月普现一切水 一切水月一月设 诸佛法身 悟我性 我性同共如来河 吴博士说 一花一世间 一夜一菩提 夜夜是春宵 日日是好日 既公佛佛 佛法牛 我们修道仁义 有让众生 踩着我的肩膀 而成道的精神 唯师就愿和诸佛菩萨一样 以血肉铺成让 众生安安安稳稳修道成佛的路 修行者的人生观 编辑部 一千年 在历代名师的道统中 我们可看出不少大觉者 善知识 苦心孤意的希望长 到能成传其道的人才 这一份替天科选人才的行义 不只是智知者 更是个行者 知行合一 是一位修行者必须具备的 二修行者的人生观 可分位极点 欢喜甘愿的人生观 人活在世间 不如意的是时常发久 应如何去面对 成 但 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 弥勒祖师说 满腔欢喜 笑开天下鼓精愁 哭着 过是一天 笑着过也是一天 何不存着一颗喜乐的心去面对呢 但是除了欢喜做 还要甘愿受 人在六万年来的过去世 到现在造多少业 谁也不敢说 今天既然 待业来到人世间 所有的因果轮回 就要坦然的去面对承担 更要能知命 任命 了命 遭受一次考验 就过一次观 过去世所造的因也就了却一个 乐观进取的人生观 走在红尘路上 有太多的不如意 挫折与困难也唯有 坚持着目标 与理想 才能保持继续前进的力量 所以做人要有圆融乐观的修 今做事则要有积极进取的态度 包容接纳的人生观 尼勒祖师说 大度能容 了却人间多少事 包容 是需要掏空自己 以及放下一直存在的分别心 作为一个修行者 是要从善如流 而不要嫉恶如愁 时时刻刻存好心 说好话 师尊慈悲 学习天地之包容万 物的哑亮 那么你的路才会无限的宽广 通全达辩的人生观 人所以会有那么多的烦恼 常常因为执着非如此不可 如父母对子女 师长对学生的要求一样 圣经说 上帝关了这扇门 一定会 打开另一道窗 无论如何要为自己找出路 找另一扇窗 人生才会圆圆满满 单纯真诚的人生观 世界上最单纯的人是小孩 他没分别心 他没分别心 老子主张 父归于婴儿 要我们反不归真 耶稣也说 如不能回到小孩的模样 断不能 敬天国 在尔虞我诈的社会上 人心事态炎凉而多变 唯有常保持一颗感恩女 忏悔的心 才能找回到自己内心的本真 服务牺牲的人生观 走在道场上 大多数的修行者都知道要行三师才师 法师、吴卫师 这是基本的六度波罗蜜之一 国父孙中山先生也说过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俗语说 师比受更幸福 感谢别人让我们有付出的机会 唯有付出所得到的快乐是长久而持续 而拥有所得到的快乐 它是短 赞的又不容易掌握的 张良大仙慈悲 真正的快乐是无求 真正的享受是付出 慈悲无忍的人生观 老子说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除狗 圣人不仁以百 性为除狗 度人是修行者基本慈悲心的流露 说到慈悲 多数人会联想到父 人之忍 人之忍 其实孔子说过 小妇忍则乱大蒙 忍即是忍耐 也就是不受 七情六 欲的牵制 心中无我 以众生未免 人确实发挥人 几几几几 人秘几几 人秘几几的慈悲 胸襟 三 结论 大家毕竟是凡人 既是凡人 就有喜怒 哀 乐等七情六欲 中庸说 喜怒哀乐之位 八位之中 八尔皆中结位 之和 而我们白羊旗的修行法门 是在家出家 在成不染成 一定要跟众生在 一起修半道 并要全力以赴完成白羊修士的使命 转载文章 自戒信条 百孝丹 忏悔方案 杨德胜 一 自戒信条 真我觉悟 自我反省 自己辩驳 自己改造 自己学习 要认识真我 立志向改 作风 踢疾病 发心愿 另辟一条心得 可生命 真我忏悔 方式分位两层 对母位子当孝 是否真孝 是否真心 有否违背 对己 对人 是否合理 对物 是否连结 对己 是否守见 每月一小忏 每季一大 忏 每年一总忏 真我作风 要舍己祭众 绝不戒众已成己 舍个人 救大众者光明 戒众人成 己者黑暗 如笼络众人为自己示力 或借众人功德做个人脸上的本 有那样思想 的人永远黑暗 真我借律 抱老子的苦 守孔子的举 普世吃苦耐劳 低心洽气 实行做到 必能免了轮回之苦 举世不交 不贪 不忘 不疑 记住这四条 本性自然光大 这才算完全的人 真我生活 要看破世界一切苦恼 不贪享受公粮 以温 粮 公 简 让 为日常生活 穿布衣 吃粗粮 少说话 装憨像 真我态度 眼光明亮 时人时过 头脑清楚 欲试果断 立场坦白 不做 非礼事 不交非礼人 不说非礼话 不花非礼钱 不去非礼地 二 百孝丹 家里上下 一视同仁 不分彼此 上词下笑 互相劝勉 年长的敢话居家字 几座各宝样 各人享福身心 不可猜疑误会 钱才要来清去白 兄弟姐妹各复各 各尽其心 大家欢欢喜喜的和其一团 立其大志 轻有效法 不愧佛家兄弟 姐妹一场 依此遵行的保密青鸿有份 若做隐意不尊的苦恼无边 望家中大笑 实行始终如一 性未根本 无性不立 说了不算 人不赞成 自悟悟人 无路可走 立不住 功德悟了虔诚 再从前马马虎虎不知 认过 回头自私 能不愧过去光阴 有人劝解 得闻过 则喜 先找自己毛病 去了病根 永不再发 才能撑得起完人 人有病多 自己不识不知 自家有病 自家的审查 自家犯过那样的病 治好了自己 才能给人治病 互相讨论 去短流长 有了长处 大家笑法 有了短处 大家相劝 人家说 出了短处 总得感激接受 从此别犯的有恒心 立其大致成其闲人 最有本领的好人 艰难莫满 人都是要强 要恶好看 好人有了困难 理当 相助 等踏实来运转 成其大器 才能一气闲人 有病治不好的人 得让人家明了 别受他的传染 而终身 没法挽回 神 是可惜 有了想过 自当醒觉 急速改掉 心中忏悔 肩点行为 功行实践 不前 成 一切总得清楚 时间短少 先过后功 还可成就 先功后过 亦勾销 前 功敬器 无日可乐 万般可怜 光阴宝贵 一刻千金 过往厉 过清修 宿口 种种大怨 受过一切困苦艰难 堪堪来道成佛 结果的时期 指这一刹那喇 怕离时不透时机 天父带人物要 内外轻易 防范仙佛见察 虚假不识 好高不远 假传词语 夸张好胜 压概欲 切 结党分派 说了不算 口不硬心 懈怠偷安 贪心妄想 称心急激 浪费 悟 猜疑误会 凡胜不分 假公济思 妄言是非 懒权罢是 眼丑丐恶 见解篇 邪 使巧斗志 失礼放荡 乖僻任性 公图名 灭人浅济 七上蓝下 来不清 去不明 各种病根 不是人人敬犯 不犯者亦有之 如犯一二条者 见了这百孝 丹 急速去了有犯者的病 如若不拿它去了损坏身体 自物产生毁之晚 以 注意 注意 去 去病 三 忏悔 慈欲 知悉您等都好吧 这时正在忍耐之际 忘您等忍耐一时 过去这一场 旧善恶纷纷了 这是一个大淘汰 忘您等别看意了 行公了愿的好人虽有劫难 上天准能保护安全 如心口不一的 个人检查个人身心 有过的赶快忏悔静静 八 免无昼夜挂念 要想躲劫难 必须真心赶上天 别没路 年限没有好久了 上天在此不能替人办理全事 个人一事行为 是善是恶到头 上天在给定夺 无 叛名公多过无 千万遵者无说的话实行 是无的盼望此需 对道是否认真坚定 有否伤道 唯道 考道 悟道 对母是否真孝 真忠 真心 真诚 以母心畏心 是否听话 或违背有否 应付蛮后 对先佛是否认清 是否虔诚 是否性静 或怀疑 或怀疑轻事 对愿是否认真 照愿实行 是否违愿 反愿 对己是否故短经常 文过则愿感激接受 有否好高路远 有否好高路远 誇张好胜 懈怠 偷安贪亲妄想 眼丑盖恶 因辟任性 斜思一念 顶倒梦想 曾否知过 忏悔感 过 对人对前人是否敬 对后学是否爱 对前人后学同人是否合 有否称心急 度 猜疑误会 妄言是非 懒权罢是 见解偏邪 使巧斗志 失礼放荡 瞒上欺 下 貌合心灵 曾否建议 成全劝解 对财物是否连解 有否浪费物 来不清去不明 对事是否忠于指责 尽心尽力 虚假不识 说了不算 恐不应心 凡圣不 分 假公济私 见解偏邪 咬妾道明 灭人陷阱 四 结论 指此解考破境之际 勿忘诸同仁 克尊词欲 各人深刻细密认真的检查 各人的身心 多多反省对照下 要找出具体事实的对象来 千万别说胡闻 明善复出 动中进 成书缝 一 前眼 手把清江插满田 低头便见水中天 六根清静方位道 退步原来是向前 这世纪语 是弥勒祖师在耕种实践到所做 到本自然 到在一切生活之中 而农夫的生活最尽道 他们识天时 敬天 慰天 春耕 下坐 秋收 冬藏 深 活素朴 能知福 习福 连孔夫子感叹说 吾不如老农 在这手寄语中 暗藏寒 这无上天机 二 手把清江插满田 手乃是下手 入手之意 也可说是首要的意思 天是我们心田 性 地 我们人有八十 眼、耳、鼻、蛇、身意 莫那时和阿赖耶时 佛家又将八十里做田地 人心称为七十田 就如同种田 人生在世所种的 善恶 就是来世的富贵 平贱 二十八秀为人的藏田 称为八十田 是善恶的苍 酷 古语说 跟田不下种 枉费跟田力 但是八十田所种的善恶 即成为轮回的 种子 清江青者是一种颜色 看到青色就感觉清凉 舒畅 无忧无虑 清江疾 是清苗 又苗 乃赤子之心怀有赤子之心者 离道不远 贵在天真未凿 一片圆 明 后有善恶 人生中也有一个谱 就是上天赋予我们本性 他的本体也是清净 无畏 光明如日月 是静定之心 是未动心以前的心 简单的说 即是道心 天下苍生 身性都是极其良善 就是原来之善 原来之初善 也就是完完全 全纯洁不染的赤子之心 但人因落于凡生 物欲蒙蔽太深 气柄虚染太重 自然 迷昧 有而不知有 同时受累是因果业力的影响 七情六欲公其中 十色无光壤 其外 灵性日商 心中无主 永远也不能超脱七情六欲的束缚 今天性逢能遇大道土传 而能得天命 受明师一指见性 也就是得道返回天 真的玄妙关键 体悟道人之根本就是道 手把心将插满天 也就是说入手刃 性一指见性之意 得道之时在天命无上微神加持之下 就有成佛的正因 道种 重在我们八十田中 指起我们这些末法众生的佛心 寻找至善保地 上上根器的人在点道之时 即刻顿悟见其具足的无漏自信 如六祖会能无人 使自己本来的真面物 菩提自信 即是心性合一 这时能勇于修正道 永不退缩 就是大丈夫 天 人师了 我们中下根器之人 如何把求道实 刹那的良心发 现佛心流露化位永恒 如何内修心性 外行功德 就是我们天道弟子 先得后 修得真意 三 低头便见水中天 水中天 便是信天 庄严之天 反过来说是明心见性 虚低头 人最不容易 做到的 就是低心下气 把一切心低下来 把一切火气意识 念头放下 我们平 常不愿低头 乃是我直 我见 我慢的障碍 在六祖坛经中 慧能来到法姓寺 印宗法师在那讲经已久 本是佛门大法师 却能降伏多年来的我慢心 舍己从人的来请教慧能 足见印宗法师是一位罕见 得大德 也因此他才能得文至高无上的顿悟法门 人之心中如常有侵犯别人的意念 那就是自我观念太重 非但无功可言 而且这种我直 使自己如入罗网之中 有了你我的分别心 就会累积很多罪业 卫僧人名叫法达 听说曹熙来了六祖大师 他也想去请教大师 但他自认礼送料 法莲华经已有三千多遍 非常自负 见了六祖不按佛归礼节 五体头的因子 六祖做了遗迹 礼本折曼状至敬鼎里 本来就从折销高举如状般的我慢 头膝不至等 为何顶彼时 头不着地 有我罪及身 心存我慢 罪业便升起 王功福无比 若有功 而能不存功德之心 便成无漏因 有无比的福德 人之迷妄常执着法乡 一味观心看尽 反而成了道流的阻碍 无法见性 弱 直于法乡 三 反而被法束缚自己 六祖要人修持不动心性的功夫 对他人的是非 善恶 功我 德师皆不放在心上 昔日 马祖道 亦为沙尼时 常义人独自作禅一 日怀让禅师对他说 大德作禅图什么 马祖回答 图作佛 怀让禅师就定磨砖 马祖道一问 磨砖做什么 怀让禅师回答 磨坐静 马祖道一问 磨砖那能成静 怀让禅师回问 那坐禅岂能成佛 用牛拉车 车步动请问打牛还是打车 学做 禅 禅故在于坐卧 学做佛 佛无定相 法是无助的 因此求法故应有取舍的职 者 六祖会能 善知事 外离相及禅 内部乱及定 外禅内定 世卫禅定 谈经做禅品 第五禅定 也就是六祖所说的 心平和劳实见 行直和用修禅之以 心 平 行直 其实就是道 一个见性之人 不会忘失自己本来清净的佛性 常存真心 常存真心就是去忘心 存正 念就是去杂念 存正气所以去造气 见性是见到自己的佛性 从科学的角度看 就是了解自己生命所欲藏寒的能量 并且能无限度开发自己的能量 当然是否有 道 是有神能否转化为灵的重要关键 不修禅定 还是有不断烦恼 弥勒祖师的寄语提示 我们先要得到 就是手把轻央插满天 接着低头便见水 中天 低头就是扣手中做起 人移扣位之令 扣手是真正的心下气法 扣手时 全身放松 一心一意 若有若无的手悬 然后手抱河土 子亥相交怀中抱 如阴 而 扣手在前 神明而心定 亦是而心念止 一上一下扣手 仍在扣手礼拜 过程中 仍与神明会像反铁一般 经过千锤百炼 愈来愈精神 会自动感应 七 取浩然正气 因为扣手礼拜 其目的 就是借由扣手的方式 使自信佛和至上主宰 完全和谐一致 扣手礼拜在动的部分 一手玄关 动是属于练精化气 再进的步 奋是属练气化神 看起来非常平凡的扣手礼拜法 实际上是动静合一 就是练神 反须的一贯作业 仰浩然正气 并且指养而无害的功夫 动也是身体内各脏腹气 观的运动 是属于气的激发或开发 竟是属于气一步一步当中 不知不觉气入罪 奥妙触见性成佛 四 六根清净方位道 人刚出生时是一尘不染 天性喜爱清净 摄入凡事欲望也就跟着多了 长春子曰 人身本尽是其性也 感悟而动是其欲也 人为什么有欲呢 那是因为身而有六门 六门生六成 再生六欲之故 六门眼耳鼻舌生意的作用 都是向外发展 所以具有六苍成 六成是文、秀、长、觉、知的功能 六门配合六成就有六欲、色、声、香、味、处、法的需求 三者联合作业 三者联合作业 便有演习观物 耳喜听声 鼻喜嗅香 深喜接触 亦喜知情 人心也就被欲牵着走了 长春子曰 人有耳、目、口、鼻、身体之感 耳尘中之律 有事有爱、增 喜、怒、忧、乐 爱过则伤情 增过则伤气 喜过则伤疲 怒过则伤胆 忧过则 伤甘 乐过则伤神 天有五成 人有五脏 五官 得有五行 五脏以心为主 心以神为气 人知 生死 天君思知 神不离心则生 神离心则死 所以真人全神 上至全心 中人 全身 下至主求耳、目、口、鼻 身体的欲望 而自伤生命 以心为行一心 是为身体做无形的劳逸 而大家也任由这颗心 越来越复杂 越劳脆 何曾想过 尽管身体穿着滑贵饱暖的衣球 心意恐惧 再保暖的衣料 也净 不住身体发抖 尽管眼前百门美好的食物 心意警戒 再好的食物 也难下咽 尽管屡射成色豪生 心意忧疾 再气派的床入 也住不成梦乡 只有让内心宁静 简单 才不亦毁伤 不一 粗 曲弓之处也许正是安乐乡 天地者 阴阳也 阴阳者 动静也 动而无静 则万物不成 静而无动 万物不生 动者自然之流行 静者人心的修养 人身虚动 而人心虚静 心不静则生不 安 心动是因欲生 要使人恢复清静 要能遣其欲而成其心 使欲念降低到最低 最小的程度 有智修道之人 就是要修养自己 使内心清静无欲 修法外的 知之节节 修掉养自己的本性良知良能 佛家至心的第一步是 叫人不要滥用五官 甚至要我们去除这些有效观感作用 再进一步就是看清 看透人生的真假 所谓天真收缘即是收敛一切欲念色相 赴回原名自信的本来念物 这就是修道 修道上简不可不知 欲简则心静 是简则生安 法简则意从 正简则意举 力简则意省 老子曰 天得意以轻 得得意以明 人得意以甚 物得意以亨 意者简知 至也 思欲杂念不生 天父的本性与道 何而未一 这才是真正的清静 但这种清静 是自自然然的发出来 心中不住相 以珍藏应物 珍藏的性 应对合理 净退和 一 如此清静 才能见入真道 才能为之得道 五 退步原来是向前 退步即是不真 到家一位守柔 居后不居先 千退而不真 道德精于天下 之至柔 持成天下之之间 圣人之道 圣人之道 为而不有 有而不真 夫为不真 天下末 能语之真 又说不真之德 可以配天 因为二人之真 一圣一败 三人真一圣二败 十人 真一圣九败 损九而亦一圣 启示天地之初心 天道成人之善 不成人之恶 尽一步说退步乃是知止 知止 知足才能不为不辱 而且退步并不是放弃 消极 而是要效法弥勒祖师的大度能容 慈心不满 善力万物而无形 人己良 妄 无以为真 所谓满招损 千受益 不争才是道用之无穷 六 结语 总而言之 修道之人 名善不出 必须要有正确的信念 真诚的态度 深信 因果 惜福惜缘 惭愧感恩 而在动静之间 用心的察觉 彻底的醒悟 明心见 信 才能在令慧 空有 福慧之间 找到狠点 而能无助身心 随缘自在 然后自 立立他 圆容无碍而正圆满的菩提 业力与解脱 丘家红 一 前眼 业是造作的意思 人的一切身 口 意以及善恶的思想行为 都叫作业 业的 力量 在过去 现在 未来都继续存在 而且发生作用 如影随形 寸步不离 与我们息息相关 而产生业的轮回 印在我们的身上 就成了所谓的命运 佛对我们说 一个人不管是受苦或享福 都是他自己过去的各种业所造成的 因为每一个人过去的业都不一样 所以今世的生活也都不同 在纳仙比丘经中有一段话 舍卫国国王 弥兰王有一天问一位比丘 这位比丘叫纳仙比丘 国王问比丘 为什么世人都不同 有的长寿 例如彭祖岁很长寿 有的腰折颜回岁 出生就过世 有的健康 有的多病 时常吃药 没吃药不舒服 有的美貌如常 而生的很美 有的丑陋 有的富贵 王有庆 菜有的我们都很有钱 我们也希望 做他的子孙 为什么不能 因为过去是每种福田 有的贫贱 从早上做到晚上做的 很辛苦还是没钱 有的很聪明 有的愚蠢 纳仙比丘说 国王陛下 在我解答这个问题以前 先请教你 为何果实有红 黄、青、甜、苦、软、硬的分别呢 弥兰王说 那是因为种子不同的缘故 纳仙比丘说 陛下同样的道理 是人的境遇不同 是因为个人的业力不同的 缘故 因此才说 一个的人处境 决定于他自己的造的业 每一个人都是自己造业 的继承者 二、何谓业力 业的种类 业的本身是没有好坏的 向好的方便走就是善业 向坏的路走就是恶业 无 好、无坏的则称为无忌业 善业 我们所做的事 对自己有利益 对他人也有利益 或者是牺牲自己的 利益 使他人因此得到利益 这就是善业 例如 咱们行功利得 若是还要者行香 这叫做有助的不施 有助的不施根 超生了死没关系 而且也跟自信没关系 这还是落在生死轮回之中 就像两地 他理一四、五理一安 他所做的事为着功德而不施 他还要者功德香 这就是 有助的不施 以后会受者善报 佛、菩萨他们就不同 佛、菩萨他们所行的不施 是无助的不施 在《金刚经》第十四分离相继列奔 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物 应如是不施 如是就是无助 不着香的不施 如是不施就是无助于心 才能如经文里所说 若菩萨心 不助法而行不施 如人有目 日光照明 见种种色 不可这功德香而不施 如果这功德香而不施 就是有助不施 如果能达到无助 不施 就像人有眼睛一目了然 就像日光照大地清清楚楚 自己颜色分明 自己佛性自 然流露 而达到佛的境界 但是大部分的人不施 都是众善德 还是落在善友善报 恶有恶报轮回之中 所以说在施舍之中 仍有所折这叫做善业 举一个比喻 一个班上有四十位学生 老师 为什么他会得第一名呢 是老师给的 哇 不错 是老师给他的 但是老师是依据什么给他第一名呢 老师总不会说我 比较喜欢这位就给第一名 不喜欢那一位就给四十名吧 老师绝对公平 我们不能 找老师理论 应该反省自己 想想自己是怎样读书的 佛与约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事 欲知来世果 今生做者事 恶与 恶业 就是所做的事 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而损害到他人的利益 这叫做恶业 恶业包括十恶业 生有三恶 杀 到一 杀 杀业的最特别重 骑山有一位太太在世时是在杀鸡的 本来是他自己杀 到赚钱以后就买机器 来杀 有一次骑车要去买红糖来腌制 回途中 那包红糖掉下去 他就骑回去捡 正好有一辆在买杀石的三轮车 从对面开过来 把他撞的向后翻到在地上 而 车上的石头滚下来 正好压在他的肚子上 长度都流出来 最后被压死 这种包 硬就是在世时割取别人的长度 去世时自己的长度也被割取出来 而我们在修道 典传师前辈者鼓励我们吃素 就是叫我们不要再与众生结恶缘 要固然鸳鸳香 抱何时了 道 没有经过人同意 而从中强取教道 过去有一位居士 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在南山侍奉三宝佛 修行二十多年 他除了每一天 下山劝适度化众生以外 就是在经者领佛领悟真理 参禅打坐 人人都称赞他是一位有道居士 因为精神所着物的礼仪 达到高风造极美 一次在参禅都是法系充满 金色深稳坐金色连台 金光闪闪如半点污点 可以说 是一位佛理高超居士 有一天这位居士正在煮午餐之时 饭已经煮熟 正在炒菜 在五味调和之下 缺炎 他就到邻居借炎调味 但是至邻家不见主人 他就想不如自己取之 等住 人回来时在说不迟 他未经人允许 自己取其炎回来调味 午餐吃饭后 他就入 禅房参禅悟到 到目定之时发现信中金光一股黑气 而莲花却有黑点 展开慧眼 一看 集之一股黑气是一堆盐 这位居士在病中惊醒 便至街上买一牛车盐到林 居赔罪 林家未曰 一把盐何必害我这么多呢 居士约我拿你一把盐 连本带立 喜 已经成山那么多了 一车不算多也 居士向邻居道歉后 便回家再忏悔入定 参禅本性已回复光明了 莲花污点也没有了 古曰 一草一木 具有主人虽是小小一把盐 不经人家与许便犯了道 一 万恶一位守 更不可犯 三国志中的蜀志记载 弥足的祖先都是经商家里非常有钱 可以说是亿万富翁 有一次她从洛阳回来的时候 在半路上遇见了一位妇女 要求搭她的便车 她 跟那位妇女一起坐车 坐了好几旅路 弥足的心都不动 后来那位妇女对弥足说 坦白告诉你 好了 我是一个天使 我其实是奉命要去焚烧你家的 非常感谢你 的仁慈让我搭了便称 在沿途我发现你是一位正人君子 所以我才坦白把实情告诉你 你 弥足请求那位天使不要焚烧他家 那位天使说 这是你自己过去世的业力造 成的 我自己也只是奉命行事而已 所以不可不焚烧 这样好 你赶快开车回家 把贵重的东西 我先搬出来 我慢慢走 等到中午才开始点火 弥足回到家中 把锁 有的家庭都叫来 而且把家中所有贵重的财物都搬到室外 他家果然在中午的时 后发生了一场火灾 这是不动一面的善暴 由于弥足的正直 不起丝毫邪念而躲过 一场灾祸 相反的如果弥足在矿图中 想路非非甚至动了一面 兼一那位妇人 那么令众所应该不到的业力 躲也躲不掉 所以善念有善报 恶念有恶报 唯有 心念端正 才能除灾病难 口有四恶 恶口 妄言 其意 两折 恶口 凡是毁放 讽刺 尖酸 刻薄的话均是恶口 恶口 商人 听在对方耳中 有如毛刺心 很容易使人产生仇恨 暴腹心 而 且恶口一出就破坏了自己的口德 污染了自己的口 有时候被孩子炒烦就乱骂 如果不幸应验到怎么办 恶口不但会伤害他人 伤害最重的还是自己 有一个人他一向一面吃饭 一面骂 每吃一顿饭必定会骂他的 夫人批评别人 甚至于还自己生气摔餐具 执汤匙 扔筷子 有一次出外做生意住在旅社 到了 吃饭之时还是又骂人又抛执东西 旅馆老板对他十分讨厌 但是因为是客人 指 好忍气吞声 当那个人要离开时 旅馆老板就送一只小狗给他 走了大约二十里 路肚饿了 他叫仆人盛饭给狗吃 狗先是汪汪乱叫一阵子 然后很粗鲁的吃饭 并且一面吃一面叫 而主人在桌上吃饭 也是又骂又吃互相对应 每日如此 有一天仆人忽然忍不住 尸声大笑 主人才了解旅馆老板送狗给他之用意 所以 恶口的结果最后还是伤到自己 妄言 不实际的话不要乱说叫故妄言 修道不一定要有什么样的阶层才会成道 也不是要文凭才可以成道 而是不 妄言要老老实实 不虚言 过去有一位道清是卖粽子的 一有开班时就跟谈主说 拿后学包一些素粽子 来给道清 谈主说天气那么热 吃粽子不好啦 他便说没关系啦 我包的粽子很好吃 真的非常的好吃 讲的那位谈主不得不接受 让他有了愿的机会 一 为他讲的话就是老老实实 实实在在 他也不会讲其他的大道理 后来他归空回 去 老四封给他一个实实在在的大仙果位 其余 其余 其余就是爱管别人的闲事 讲一些没用或没有营养的话 过去彰化有一位助产士 有一天三更半夜 走过一个公园 远远看到有一对 男余在那里约会 那位男的他看得很清楚 但是余的看不清楚 他一回去以后就 到处宣扬说 某某人的儿子不知道和那家的女儿在公园约会 后来经过调查的结 我才知道那个女的就是他自己的女儿 他到处讲了一大堆废话 使得他的女儿绝 得很羞耻而没脸见人 就跑去上吊自杀 这就是太爱管人家的闲事而造成这种不 信的事 故不要起疑 两蛇就是一口有如两个舌头 在两边讲不同的话 使人发生争场 例如 唐玄宗的兵部上书里 林辅论才艺 书法 学问都很好 但是做官不正 直 平时与人接触在外表上表现得很好 非常会做人理静说一些好听善意的话 但背后是一个非常狡猾阴险 时常出坏主义来害人 故被称为口匿附件 亦有三二贪 甜吃 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是不为自己的利益 一切为众生着想 凡人正好相反 所得已经足够了 欲永远不满足 还想尽办法获取更多 是人称之为贪 南北朝时候 河南省有一位名叫乐养子 取一贤妻 有一天养子在路上捡到 了一块黄金 回去便将他交给妻子 本意是要让妻子高兴 想不到妻子却说 我曾听说一个有志气的人 是不喝到泉之水 一个连震的人是不吃贿赂或不清楚的 东西你怎么可以捡别人遗失的金子 为了这些小钱财 而无损自己的品行呢 养子听了很惭愧便把捡来的金子交由官府处理 并听妻子的建议 到远方去拜 施求学 人的欲望都是贪而无厌的 财、色、明、值、睡越多越好 只要能争取的 无不拼命的去争取 贪到了还好 贪不到时就动了甜火 发了脾气 甚至做出 更多伤天害你的事 颇值得我们修道人谨慎 无忌业是没有善恶的分别 同时也不会产生夜暴 例如走路吃饭过睡 觉得同样的一个人无意间踏死一只昆虫 这种行为也是无忌业 从前有一个瞎 免和尚在无意间踩死了一只蚂蚁 其他和尚看到了 就去告诉佛陀 佛陀认为那个 和尚踩死蚂蚁是无意的 这种行为不是善也不是恶叫做无忌业 我们所造的业 无论巨细都会输入八十田中 也就是我们的心地 因为心 如一片田地 我们每一个念头 就如一粒种子 我们的身、口、意、练一切的动 做都是种子 善的种子自然结善果 恶的种子则结恶果 例如 剥种田瓜的种子 就结田瓜 苦瓜的种子 就结苦瓜一样 所谓种瓜的瓜 种豆的豆不会种瓜 得豆的 这就是佛教所说的因果律 但因果种下的不属于善 也不属于恶的种子 自然也不会有结果 那就是无忌业 所以善与恶与真理来说都是业 不然的话 世人怎么有贫富之分 怎么会有贵贱 之别 怎么会有聪明与愚痴呢 而这个善恶业最后会受到果报 而这个果报的力量 就叫业力 代序 人生的真理 编辑部 一 前眼 所谓人生之真理 就是人生到底是怎么个情形 生前是如何 死后又是如何 生与死和人生又有何关系 生活在世上怎么样才有价值 一般人从小不懂事 当然不会想这些问题 等到年纪大了 懂事后开始成家立业 每天会生活分凰 为追求名利 劳碌分波 也很少去想这些问题 因此遇到了事情 都不知如何绝 择财最正确 或许也有很多人 可能会考虑到这些问题 但是大都由于不了解生理 死 对生前死后的事不了解 因此也说不出所以然来 一天过一天 对自己 有力的 多参加一下 没有利害关系的 则懒得去管 随着时间应循下去 以致 与老死 在这个历史过程中 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对社会众生一点好处都没有 各位前仙 你们认为这种人生有没有价值 二 生死与人生之关系 生而为人 至少对人生应该有所了解 于 生死是大 人命关天 所以要了解人生就要了解生死 现在我们试着从古圣先前留下的话来 研究这个问题 庄子曰 我本不遇生 忽而生在世 我本不遇死 忽而死其至 说明了 一个人的生死 自己是没有主权的 顺至皇帝出家 歌曰 来时无途去使你 空 在人间走一回 生我之前谁是我 生我之后我是谁 长大成人方知我 何也朦胧 又是谁 不如不来亦不去 亦无烦恼亦无非 我們人的一生大概就是如此 由 于不知生前死后的事情 所以来的时候迷迷糊糊 去的时候不知往那里走 因此 不知做什么才有价值 而在世上空手来空手去 亚历山大帝临死之前 吩咐侍从 将棺材打两个洞 让两只手伸出来 表示他虽未在万人之上 亦是空手而去 每 各此时都差不多 顶多穿几件衣服而已 每个人都不知生前的事 所以说生我 之前谁是我 生我 生我之后 从小不懂事 也不知道自己生是什么样子 有什么责任 义务都不知道 等到长大成人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 是父母的子女 有一些什么 责任 但是做不了几年 两眼一闭自己又变成什么呢 也是不知道 人生就是 这样无理糊涂 没有意义 不知修道成道以后不生不死 不必来也不必去 人生 实在有很多烦恼 活着的时候受尽辛苦 此时家人悲伤 而成仙成佛不生不死 自然就不用悲伤了 故生与死和人生的关系非常重大 至于生死的变化情形如何 变化的原则又是什么 此刻由因果轮回题中研究 这里暂且不提 三 人生苦乐分析 其次来讨论人生苦乐的问题 各位认为人生是苦多还是乐多 或者说有苦有 乐是不是 大家不讲话 可见真的是苦不堪言 佛云苦海无边 回头 事案在我个人来说 我感觉人生是快乐的 怎么讲呢 因为从小到现在都没 有受过什么苦 小时是在父母的墙堡中长大 上学以后更是无忧无虑 上了高中 大学更是自由 要考试就看书 不想读书时就睡觉 不然就逛街看电影 假日 就出去交流 旅行 没钱就伸手向父母要 什么责任也不必负担 是不是很快乐 但是快乐的时光很短暂 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快乐 因为真正人生的苦 我 我们还没有长寿过 虽然拥有很多财产 可不一定会快乐 要怎样才算真正的快乐 第一 身体 健康不生病 第二 物质享受不缺乏 要什么有什么 第三 家庭圆满 没有天 伦的不幸 子女很孝顺 都做观光宗药祖 不做坏事 不会带给自己烦恼 这样 的人生确实很快乐 但一万家有一家吗 大概没有 即使有 又能享受多久 而 且谁也免除不了身 老 病 死等种种基本的痛苦 身就是生活 为生活劳苦分波 人若贫穷时 总羡慕住在高楼大厦 出入 有汽车的不贵人家 但是你说 他就快乐吗 我看福建的 虽然吃用方便一点 每天苦心钻营 为各种事业盘算 金钱周转都要绞尽脑汁 夜晚十二点还睡不着 绝要是家庭不圆满那更痛苦 家庭虽是其苦意 吃晚晚饭在外边乘凉 家人 共同谈天 享受天伦之乐 无忧无虑 还比他们要快乐得多 汉初张良就应看透 人生之苦而立志出家修道 张良感叹做人难 多言人嫌少言吃 恶贝人厌 善贝亲 复遭极度凭遭见 算来自然何天机 青山不管人间事 绿水何能喜是非 子房收拾安身处 摇头摆手说不知 做人无论是处在那一种环境 个人皆有各种不同之苦 以聪明才智来说 人 人都不一样 你聪明一点 什么事情多表示一点意见 虽然是好意 人家不一定 高兴 说你罗苏 是不是这样 多言不好 那我不说 人说什么我做什么 人 家又说你愚笨 什么都不懂 以人心的善恶来说 个人也不同 你做恶事当然惹 人讨厌 像流氓人一见就讨厌 再看更伤心 那就做好人 人家看你好 反正你 不敢对他怎样 就欺负你 人善被人欺 以贫富来说 富贵之家总被嫉妒 被谋 财害命 你说家里有钱不好 那我做穷人好了 但贫穷别人又看不起你 到亲戚 家去 人家还以为你要去借钱呢 所以世上无论你是那一种人 总不能十全十美 每个人都有快乐 痛苦忧愁的地方 人生难免八大苦 生不得习费心死 终日奔驰未利路 为谁辛苦 为谁处 老人有少年 壮年 就有老年 人老的时候也很痛苦 年老力衰 任何事 情都力不从心 少年时辛苦忙碌 没有时间游玩 老了时间多些 想爬山旅行 大概也没有那份力气 年轻时辛苦工作 省吃俭用 为了家庭子女分拨老苦 老了想享受一下 多吃一些也不行 冷的热的 酸的辣的硬的 软的煎的炸的 都不能吃 如果子女不孝顺 那更可怜了 接上十字指 卖奖券 大部分是老人家 实在 可怜 如多关心一下子女 反被骂啰嗦 一点价值都没有 人老也是痛苦 人老气衰至立 失守门 看护若孤独 两病如霜 还有兽一家之事 难做主 病其次是病 人不可能永远不生病 生过病 就会了解生病的痛苦 平常恒 有有病 总会安慰它 花五百日红 人无千日好 话虽然说了 她还是痛苦 猛将张飞死都不怕 就是怕生病 因为人一生病 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疾病世间 那个无似大假象 如色图 有朝一日遭风雨 与青红赤白景模糊 此一生的希望 理想 计划 愿景 因为生命的结束 从此绝望 想到这久 免不了对死亡产生恐惧 当然你也会舍不得与亲人离开 如是一物未尽或含冤儿 死 那就更痛苦了 人死人 俱如蒙虎交期 爱子提哭哭 骷髅抛在荒郊外 幽灵受罪有谁知 以上是生、老、病 死四大痛苦 求不得苦 希望无法达成也是一种痛苦 人生不如一世 时居八九 考 大学三年都考不上很痛苦 前几年有位青年就因为考场失忆 在澄清无跳塔自杀 生意失败也很痛苦 爱情及其他方面求之不得都很痛苦 求不得苦心如痴心不在焉神若失 并非上天不作美心中所欲命重苦 爱别离苦就是与亲人的别离 生离意的香全苦 此别犹如碎甘腐、香 爱又别离 朝朝暮暮望穿秋水、时事痛苦 此别那更痛苦了 父母恩尚未报 答 有人少儿丧父 中年丧偶 老年丧子都会令人哀痛欲绝 可是这世人世免不 乐得呀 生离意的香玄苦 此别犹如碎甘腐 多少柔情多少类无情无欲乐自如 愿增惠苦 你说别离不好 那就天天厮守在一起 天天在一起也不一定快乐 有的夫妇不和 婆媳不慕 兄弟相争 或一见就讨厌 但必须天天见面 真 可谓冤将路窄 遇此种事情 真是比在地狱还苦 愿增相会苦特殊 约讲夫妇最痛苦 双方专找不适处朝路朝闹动文武 五蕴圣苦五蕴赤圣也是一种痛苦 五蕴就是色、受、想、行、食 色 就是看见有形有色的东西 即印在脑海中 扰乱我们的心 受、我们对行 色产生反应 而有爱物之感 产生爱恶的意念 想、就是动脑筋 爱者想办 法占有 夺取 讨厌的想办法 摒弃、脱离 行、去做就是行 动了脑筋想了 办法就去做 十、事情做后留下痕迹 在我们脑中就成了十 也就是我们后 天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的性 所谓五蕴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做参考 就容易明白 如果银行职员管理钞票 天天看钞票 就是色 常在脑中浮现 脑中接受 后感觉需要它 因为 太太生病 自己交际花费又多 因此动了念头 想办法得到它 而不让人发觉 惊 天想拿不行 有人在看着 但心中老是想 在 有一天没有人看到 就偷了起来 这是 情 这有两个可能 一个是被发现 那就身败淋裂 自然很痛苦 如 果没被发现 是不是就快乐 每天都战战兢兢 别人多看一眼 以为是知道自己密 密 半夜人敲门 以为警察来了 所以杀人犯很多 后来都自首 因为逃亡实在痛 苦 白天总好像有人跟踪 夜里好像受害者 就在后 吃睡都不安 所以不 管有没有被发现 都很痛苦 这件事过后 如果被人发现 脑中永远记住那一幕 如果身败淋裂 人人指责 那更悔恨不及 五阴赤圣 色色情情的东西印在脑中 全都想要 每天动脑筋 想拥有这个 占有那个 又不一定能得到 做了坏事良心谴责 于心难受 种种思想 其有上 心头因此思想混沌 五阴赤圣也很痛苦 以上是佛家说的 人生八苦 尽管有许多苦 但我们还没有长寿到 不知各中 滋味 但只要是处在凡尘的人 就免不了这些苦 我们本身想要免除这些苦 就要 修道行功必得 能够成道 上天封有天觉 就可以不生 不灭 不老 不死 不必在人间受这些苦 四 人生价值分析 我们来谈谈一个人活在世上 要怎样才算有价值 我们从一个角度来分析 每一个人有生必有死 人死后众人或历史对他的评价是怎样 所谓 概观论定 因为每一个人从生到死 受命的长短都不一样 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也不一样 还有每个人生活的环境 一生所做的事都不相同 所以死后别人对他的评价也 所以 就不同 在这里大略降之分成四类 第一类 死后无臭万年 第二类 死后无生无息 第三类 死后仍为他力同向 第四类 庄金生 那一类人死后一臭万年呢 就是自古以来的乱臣贼子为何会一臭万年呢 是因为他们活在世上的时候 为了自己私利 残害忠良 以致断送国家民族 如古时间成曹操、秦桧 至今人人讨厌他、辱骂他 记得小时后 跟母亲去看歌 滋细、奸臣演出时 人人大喊大叫 还有人忍不住丢石头 做人做到如此地步 还有什么价值可言 现在的人 大都以地位的高低 赚钱的多少来衡量一个人的 成就 但是尽管做大官 发大财 获得了各博士学位 人家就会尊重你吗? 可不 一定 如果没有德性 待人不合乎理 人家表面上奉承 背后就乳化、内心 也看不起你 自古以来 聖人对人成就高下是以德行为准 如曹操虽是学识 冤博 但最后成一臭万年的人 还有秦慧 因徒名利 陷害忠良岳飞 为后人所 不齿 此可由杭州西胡岳王 目前一师可见 青山有信埋中谷 白铁无辜助寝人 故有德之人名流千古 心香万代 如德之人一臭万年 第二类人 无声无息 就是他活在世上 对众人没多大好处 死了对世人 也没什么损失 就像夜晚天空的一颗小星 虽挂在夜空 大地没有增加多少光彩 即使雨落了 亦不黯淡多少 凡夫俗子 就是属于无声无息者 每个人从 小英父母养育长大以后 就做事赚钱 接着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成家立业 而 后养育儿女 终日为着子女 家庭奔波劳碌 不得歇息 直到死为止 无声无息 得消失 世间没有别人知道你 纪念你 这时是太可悲的了 第三类人 立同像 英雄豪杰在身之时 对国家 民族 人民有莫大共 献死后众人为纪念他 崇拜他 就为他立各同像 让众人瞻养 如我们的国父义 身为救国家 救民族 受苦受难 而非要做大官 发大财 所以今天我们尊称他 老人家为国父 故作对众人有益的事业 众人就怀念你 纪念你 只为自己打算 将来只有自己子孙纪念你 第四类人 庄今生 旧世圣 神 仙 佛 他们在世的时候 应立得 立功 立岩 故能不朽于世 暗投心香 万世人谨养 所谓不朽 亦则他们能 活在人的心中 仍人 纪念他 二则归空后 尚天 凭他功德 按功定果 享受天绝 佩想天要 如孔老夫子 祖树遥顺献章文武 他周游列国 为了要实行王道于天下 而趋于世界大同 当时虽成蔡绝良 仍是贤歌不错 释迦牧尼在身之时 认透 人间至苦海 力至出家 苦修苦练 终于成道 成道后讲经说法度生 至受 苦受难而不屈 最后终至成佛 南海古佛在世时 亦是慈悲就众 受世人供奉 所以圣 神 仙 佛对众生有恩 大家感恩因而为他们 立妙庄今生 给众人朝拜 我们了解这些道理以后 知道荣耀了脱生死就要修道 要脱离人生苦海 永 远消疗快乐 远消疗快乐就要修道 要在历史上淫流千古 成圣成佛也要修道 我们都得到了 可以说是非常幸运 由以上所谈人生真理 知个人前途个人打算 老天给了每个人一生的岁月 要怎样做这一生才算有价值 大家是不是明白了呢 五 人生的真理 一 为什么要探讨人生 人都会死 必然的是人不爱听 总爱听未必然的美言 生而为人不容易 轮回转世 人生难得 健全活下来不容易 父母苦心 环境造就 活得充实有意义不容易 名利与山水 生死事大无常迅速 死往何处去 红毛与泰山 成人取义 二 人生是什么 人生如戏 舞台上各有角色 人生如梦幻泡影 醒悟时一场空 人生如流水 毕竟东流去 人生如四季轮转 花胎花谢 人生是修到好机会 学习的历程 三 人生的苦与乐 比较变生苦乐 每丑高低大小 人生之乐 人生三大乐 父母健在生地无故天助 养不愧于天府不作于人自助 得天下因才教育之人助 人生四大乐 酒汉逢甘霖 他乡欲不知 洞房花烛夜 金房提名食 一般人看法 物质不缺 精神愉快 表面假乡富翁与邪将 人生之苦 生苦哭者来到世间 生活是一个难关 家庭 养生送死 老苦身心俱疲 老来不忠用 老人三见歪 病苦人无千日好 英雄只怕病来磨 死苦理想破灭 意外恨死与善终 死者已已生者长期 求不得苦 学业事业名利 爱别离苦 爱情友情清情 愿增慧苦业利 冤欠债主 不是冤家不巨头 冤家路窄 五运圣苦涩受想行 时烦恼多 贪甜吃一慢 愿恨恼怒烦 四人生的价值在那里 遗臭万年青山有性白中虎 白铁无辜住宁城 无生无喜草生草死 陀罗般庸禄 立同向救度众生 为别人付出就成为人偶像 但有时空限制 庄精深圣神仙佛 受人摩拜清香 永世不朽 为真以观公 真善美人生 陈书敏 一 前言 人从出生到死去 中间这一段称之为人生 在这之间 衍生出三个问题 一生之前 我们从那里来 二 人活在这世间上 要做什么 应该做什么 才能使我们的人生有意义 三 人死之后 要到那里去 在六祖坛经中 有一天 五祖向弟子们说 是人生死世大 如等终日只求福田 不求出离生死苦海 四 姓若迷 符合可救 因此我们知道 其实以上三个问题 是息息相关的 也就是 不知道生死大事 就不知道人活在这世上 该做什么 二 人生的意义与目的 一九九九年最受欢迎的 电视卡通 Pokemon的第一部电影 这样演着 人类科学家 为了要研究Pokemon 利用DNA制造了一只世界上 具有最强超能力的Pokemon 叫N YUTWO YUTWO一被制造出来 就问两个问题 为什么我被生在此这里 我 在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科学家 无法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 而他又不愿做为人类的试验品 因而 产生仇恨 恨人类把它制造出来 是为了要利用它 恨其他所有的Pokemon甘心味 最 人类利用 因此 他就利用他的超能力 制造战斗 用以消灭人类与Pokemon 最 后男主角为了要阻止战斗 拯救人类与Pokemon 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YUTWO看 见这一目 他才恍然大悟 原来人与Pokemon之间 不是利用关系 而是有着相互关 怀相互照顾的朋友关系 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救对方 最后YUTWO要走 的时候 他说每个生物在这世界上 都在追求它生命的意义与目的在那里 而事实上 一个生命的价值是取决于此生命 对这世界贡献多少来决定 由 这个故事让我联想到我们人迷迷糊糊的出生在这世界上 有多少人曾经问过 我 你们为什么出生在这世上 又我们的生活目的是什么 我们的生命价值又在那里 在历史中 有很多人来来往往 我们会记得的 是那些对人类有贡献的人 而不 是那些最 有钱 最有权势的人 因此我也说 我们人 的价值在于我们对这世界的贡献有多少 在这世界上 我们会拥有很多东西 要懂得利用我们所拥有的去服务别人 贡献社会国家 如果不懂善用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来为人服务 拥有也等于没有 人是主 物是特 人要益万物 而不是为万物所益 要为物主 而不是物益 要为财主 而不为财奴 世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给我们用的工具和手段 懂得如何善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为人谋最大幸福 才 是人生最可贵之处 三 牺牲贡献 贡献即能 才是真善美的人生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例子 曾经有一部美国的片子 他这样演着男主角 很喜欢帮助别人 从小就帮助过很多人 做过很多好事 他曾奋不顾身的救过他 弟弟免于一个致命的灾难 他也曾救过一个同村的人 免于包错要毒死人 他帮 住过很多人 他爸爸开的银行被陷害出了问题 村人要领钱 领不到钱 大家恐 慌 因为坏人想搞到他爸爸的银行 然后垄断全村财物 如此后果不堪设想 他正巧路过 他就把身上仅有的三千元全部拿出来 拯救了他爸爸及全村的 危机 他没房子住 村人帮他修建一间破屋 后来他存钱想去念大学 结果又欲 到父亲中风 银行要他接管 为了拯救父亲的银行 也为了全村着想 他把念书 的机会让给他弟弟 原本与弟弟约好 等弟弟念完 回来接管银行工作 但是 弟弟毕业就有了一份好工作 在等着他 为了弟弟的前途 他让弟弟去 自己只好 放弃读书的机会 他这辈子都在为别人做事 放弃了度蜜月的玩乐享受 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 放弃了他的理想抱负 也没赚到很多钱 住在一间村 为他修复的破屋 但他 和他太太及孩子都乐在其中 后来他工作的银行出了问题 几乎破产 他就觉得 人生实在无望 不想活了 然后有位天使就出来救他 并问他有何愿望了 他说 他活着没意义 什么都没有 他希望从没有被生出来 天使觉得是个好主意 就顺从他意 把全村变成没有他的样子 当他跑回村 子一看 全村都变了 没有人认识他 很多人都变成很潦倒 因为没有他的帮助 的缘故 他弟弟在小孩时就意外身亡 他太太变成了老太婆 没嫁出去 他看到 这景象觉得不可思议 就跑回去找天使算账 天使就跟他说 你看整个村子没有了你 就变成这样 因为你从来没有被 生出来 所以很多曾受过你帮助的人 如今因为没有你的帮助 而穷困潦倒 你弟 弟小时候的意外 也因为没有你救他而不幸身亡 你太太也没人可嫁 当然也就 没有小孩 整个村子因为有你 大家安居乐业 欣欣向荣 当时 他听不下天使的话 只觉得不可自议 同时他也担心全村的人以及子 幾家人 他就要求天使把他变回原状 变回来后 他马上跑回家去看太太及小孩 还在不在 他一回到家却发现全村的人都在他家的他 因为全村的人知道他家的 银行有了财务问题 每人都出钱五毛一块两块 凑成了一笔不小的树木 绝了银行的问题 因为那银行是全村子大家的全村人的财物都在那活动 银行到了对所有人都没有好处 当初他为了救银行及全村人的生计 牺牺牲了命运 等于牺牲了遍大学的机会 如今银行有困难 全村人就一起来撑过去 此时 他弟弟也从远的赶回来 看见此情景 就说了一句话 我哥哥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 为何说他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 他住在一间没人住的货屋中 银行也经营到 差一点到了 自己一点钱都没有 为何说他富有 因为他对全村的贡献 是全村 人都安居乐业 全村人都喜欢他 都像他家人般 他有困难 大家都来帮忙 所 以说他是个最富有的人 富有不一定只拥有很多钱 人生的价值不在于学位的好 坏不在于名位的高低 更不在于财富的多少 而在于你对于人世间贡献的多少 拥有很多东西 而不知善用等于没有 反而成为半小时级负担 这位男主角堪称全世界最富有的人 他的人生就可称得上是真善美的人生 在人生的旅途中 常常我们会面临抉择 事事无法两全 需择议而行实 就要议 用我们的智慧 认清真假 认清那个是真的 要认真做事 在前面的例 此中 男主角面对要去度蜜月 或者要帮助全村人解除财物生计 他选择放弃度蜜 越把钱拿去帮助全村 当他面对要不要念大学 或者要帮助父亲拯救全村的银行 他选择放弃念大学的机会 而全力拯救关系者全村人生计的银行 在佛家来说 财富、爱情、学位、权势都是源 缘何即来,缘尽则散 唯有真理 真者不假,理者常而不便,才能永恒 我们做人要懂得孝顺父母亲,有爱生必解 妹,帮助同胞手足 这些都属于真理,珍常不便的道理 四,责善固执 是修到过程中之重要步骤 在我们认清真假之后 接着我们更要责善固执 靠着我们的智慧学 责真善 是智慧人的表现 而固执就是要我们遇到千魔万好 永不退至即是 永的实践 中拥有言 成者,天知道也 成知者,人知道也 则善而固执 知者也 我们平时只要有诚心 相信上天 相信道 用良心本性做事 自然生出妙 智慧 知道什么是真善 然后就要全全福音 千魔万考 永不退至 认识真 假后 知道什么是真的 就多做一些真的事 假的事就不要太执着 一切的 烦恼就会消失 心经有余 观自在菩萨 行身般若波罗密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 二 观自在菩萨 就是要我们需懂得 回光返照 内观返性 想象平时所作所为事 否合乎真善 此乃至于人的表现 行身般若波罗密多时 是要我们在责善之后要 努力去做 乃责善不值 永的实践 照见五蕴皆空 是在石头真假后 认知色受想行使 以欲一切皆空 不再执着 度一切苦恶就是 当我们不执着于 世上一切形形色色的 假象时 就烦恶全静 不 在痛苦 倘若我们能常常做如此的省思 心境自然会提升 自我的修持自然会长 静 五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在责善不值之后 我们还应该懂得感恩与服务 人知道要感恩 就会知道要 奉献自己 为别人服务 我们要善用有限的生命 发出光和热照亮别人温暖了 别人也温暖了自己 人的一生最难能可贵的是在于懂得服务的重要 静而 做到舍己为人 服务的精髓在于出自良心 本性 由良心自然生出爱心 耐心和信心 爱心不够 真情不露 只要爱心够 自然生出无比的 耐心 想出无数的方法去克服万难 所谓爱心万能 六祖也曾于和其字 性能生万法 万法就是爱心和耐心 妈妈在带小孩 用的是从本性良心所发出 的真爱 自然生出无比的耐心 小孩自然就被照顾得无为不至 修道人要不化重 生 完全在于他的爱心够不够 爱心够 自然就可精诚所致 精识未开 6 结语 在人生的旅途中 我们可能会拥有很多的金钱 事业 全是或名为 其实者 些都只是踏脚石 踏脚石越大 可以跳得越远 但是即使没有踏脚石 但是即使没有踏脚石 只要方向 对 慢慢走 努力走 一样也会到达彼岸 有些人用他身全 全部的力量都在剑 立一块踏脚石 却不知道用他来当踏板 跳到彼岸 或者方向不对 跳错方向 越跳越偏 就永远也到不了目的地 在修道德里 陈飞上重要的不是有没有踏脚石 或踏脚石的大小 重要的是方向要对 以及 愿意努力的往前 就一定可以走到目的地 因此我们一定要认真做事 则 善固执 并懂得感恩 为人服务 进而舍己为人 认清真假 认真做事 可以确保我们的方向正确 则善固执 事告 宿我们要勇往直前 永不退缩 感恩服务是让我们的人生过得更美 真善美 的人生就是修道人要回明天最好的踏脚石 转载文章 道学用语 人生就是修道人要回明天最好的踏脚石